净土宗 以往升级了净土为目的之宗派 我国十三宗之一 日本十三宗之一 净土乃至清净国土 庄严沙土 及清净功德所庄严之处所 又称莲宗 盖东竟会远在庐山洁白莲社 取一身西方净土者皆由莲花所化 而极乐国土一名联邦 本宗特别以称念佛名为主要修行法 及弥陀本愿之阿利 即或是生于西方极乐净土 故又称念佛宗 西方净土思想乃依据释迦于其舌绝山所说之 《无量寿经》 王室说观 《无量寿经》指述给孤独元说 《阿弥陀经》等三经 佛陀入灭后约九百年 天清造往生净土论 以及马明 龙树诸论施在数以上三经之要义 红传此宗 北魏隐平元年 508 菩提流之莱华 受弹鸾观无量寿经 传承完备之净土经论 使我净土法门有化时代之进展 我国净土经典之传译 以支楼加称 诸佛朔共一般周三昧经 179位昊 指 该经虽为树及弥陀净土之庄严 然仅为依专念之法的见西方阿弥陀佛 即是说明三昧念佛法 三国时代之千亦出阿弥陀经二卷 详述弥陀在因为发愿及极乐净土之庄严 为净土宗重要之经典 西境主法亦出无量清净平等绝经二卷 内容与大阿弥陀经相似 此外 附有之千会印三昧经 无量门为密持经 无法护知德光太子经 决定总持经 阿弥陀佛记等 秦宏十三年 四百零一 纠摩罗十一出阿弥陀经 石柱皮婆沙论等 略说极乐净土之庄严 为自古最盛行读诵者 其后相继有北梁谈无称一杯华经 十卷 四百一十九 留宋宝云一心无量寿经二卷 四百二十一 梁耶舍一观无量寿经一卷 四百二十四 说明往生净土之庄严 即应观想弥陀及观音 世至二菩萨 及极乐净土庄严等 能除灭业障而生彼国 后世以观无量寿经与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合称净土三部经 至此净土经典传译以真完备 阿弥陀经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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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净土法门主要为弥勒净土 弥陀经合称 以心道爱最早,这有净土论六卷,其身都律弥勒净土,唐代玄奘与亏击,亦以弥勒净土为持极归,自此以后,由于修者少,弘扬者更少,渐行衰落,代之以弥陀信仰之龙心,弥陀净土遂成为诸佛净土之代表。 弘扬弥陀净谱则以东净会远未最立,比于卢捷百元设,与众共经修念佛三昧,据盘周三昧经以其能往生见佛,为我国劫设念佛之始,亦为我国净土之主流。 北魏宣武帝时,菩提流之意出世清之无量寿忧优菩提神迹,弹鸾味之注解,者身论注,兼依隆树之实注皮婆沙论明是难,一二道,他立,自立之别,主张依靠他立本愿为五卓二世中方便一行之道,使产净土立教之意,专重实名佛,以求生净土。 至唐代道错,善导等师,臣谈鸾教旨,极力强调佛之本愿力,又主唱莫法思想而说实教相应之要路。 道错者有安乐及一书论破诸师之谬解,开示莫是众生之要路,并依谈鸾难易二道之说,而立圣道尽封门之教叛。 善导传观无量寿佛经书,凯定古经物解谬鉴,明是净土教义,教乡,并成谈鸾,道错,而立正行,杂行,奠定净土教义独立系统之基础。 其 后,有怀感者是净土群一论,少康大红此宗。 自谈鸾至少康,被称为,震旦无阻。 当时长安等地各诗亦各有阿弥陀经,观经等书,净土经典至幼岁达高峰。 至今,我们都要看出于这种区域新的字幕。 最后,有运动需要的那个字幕将持久以在今天aca头时照顾避重当地处定达高峰。 成谍重当地巴黎仁达格和角色相关分子线举大红化。 对于这种区域新的日子咸,净土晓矿的这种区域新的日子无法差点湾高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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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原代以降 禅镜双修之风月流行中风名本 天如为则等皆西归西方 至明代 楚山少奇 空谷景龙 亦原本 云七诸红 憨山德卿 古山元贤等 相继畅说禅境和形 由以云七诸红经修念佛丹妹 注解阿弥陀经 且者诸书红阳禅境一致之指 感化广备一般教解 天台教 阿异有曲眼大佑 幽西传灯 凌峰智序等 各传书光显静教 凌峰智序唱三学原论 以禅教律三学所归待净土法门 时居世庄广海 原宏道等亦各传著宏宣土 契清代 净土信仰多由居士提倡 彭绍申 西宿父子 编网申传几文旨 西方 康熙 乾隆年间 实贤思奇迹诸红一封 于杭州捷连社教化远尊坛 坛乱 道错 善导为最初三祖 为众所倾养 明初 除阳仁山之大力唱 光主张净土法门为佛出世之本怀 智力社会救济事业 各地僧俗见次兴起结设念佛之宫 政府迁台后 净土宗的再谈续发展 于日本 原空 1133 1212 曾赚著选院念佛 即 书中集已拟定开宗宣 特崇三经一律 净土三部经与净土论 与我国净土教善导之教说 偏一善导之论 安行与行 正道净土 自立与他立等三种对立之中 偏取一行 净土 他立念佛等三者 陈安五年 1175 原空自三千 网集 高 畅专修念佛 主之身 主之安 信心 起行 以念佛为主之五正行 作业 四修 等修行 并强调称念佛号之重要 该宗派 虽然 否定戒律与造似之功德 然一般人重视持戒之风气 该宗派流传 受到朝野贵贱之支持 因此 遭受南兜 奈良 北陵 比瑞恩 之压迫 原空及其门人或获罪除行 或流放诸国 虽然 原空之教 中英广大之武士 农民阶层所拥护而积极展开教室 原空末后 弟子分成五派 一 遍阿之镇西流 主张诸行往生矣 二 镇空之西山流 主张诸行不生矣 三 龙宽之长乐四流 主张化身往生矣 四 长西之九品四流 主张诸行本愿意 五 姓西之一念意 主张一念叶成意 至后是 仅存正西流 西山流 现在则专称正西流未尽土宗 遍阿末后 然阿祭起 将正西流广为流传 故又分出百流 藤田流 明月流 以上关东 三条流 一条流 小藩流 以上京都 等六流 其中以百流最兴 正西流之总本山位之恩怨 大本山位增上四 西山流自正空于西山素生创建光明寺以来 分成四派 即西谷流 生草流 东山流 琢额流等 后随历带之变迁 现今之西山流分为西山禅灵寺派 禅灵寺 西山光明净土宗 光明寺 西山生草派 世怨寺 等 净土宗以三经一论 即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 与往生论 为本宗成立之重要典具 阿弥陀经描述阿弥陀佛西方净土一正庄严之世乡 并说明发愿往生之意义极方便 赞叹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之功德 此经经文较短 诵读荣义 被列为修净土宗者定刻必诵之经 无量寿经 详述法藏比丘在因地修行时所发之四十八愿 以治果的圆满成佛 庄严国土 设寿十方念佛众生 并载明三倍往生之条件 观无量寿佛经 略称观经 旨在说明欲生西方极乐国土之众生所必修之净业正因 并以十六观法地观阿弥陀佛之身相及极乐净土相 又是九品往生之因果 往生论原名无量寿经 优婆提舍愿生计 或称无量寿经 论 净土论 细印度天清所者 以五念门修行之成就令众生毕竟得生安乐国土 见彼阿弥陀佛 产是三经一论者 有谈鸾之略论安乐净土义 略是无量寿经 往生论注 注是往生论 道错之安乐疾 据观无量寿经术往生净土之要义 善导之观无量寿经书 发挥观经之旋义并是其文句 又法式赞 往生理赞 观念法门般周赞 亦善导所作 定往生净土之行义 皆本宗要及 亦为一时之巨拨 本宗综艺 在以行者 修净土者 知心行业为内因 以弥陀之愿力为外源 内外相应 往生极乐国土 弥陀在因为为法藏比丘时 曾发四十八种大愿 除五愿属设法身 设净土愿外 其余四十三愿是愿当来成佛时 设取一切有缘众生 由其设众生愿中之念佛往生愿 即第十八愿 大一二 二六八上 设我得佛 十方众生至心性乐 欲生我国 乃至十年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正是法藏比丘之本怀 亦乃无量寿经之宗药 然欲往生净土 则须内因 外源具足 方可得身 往生内因者 为众生之心行业 凡欲往生净土 先须发菩提心 此心为无量寿愿往所建立 亦尽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从生 安乐即为菩提乃无上佛道之名 若欲发心作佛者 此心广大 周法界此心究竟等若须空此心普辈离而胜障 四须发燕离心 心求心 燕离此世会土 八苦兼破 愿增会聚 心求净土清净 万福庄严 寿命无尽 复发三心 即 一 至诚心 众生一切身口意所修解形 必须内外相应 真实为求生彼佛净土 不可内蓄名闻立养之心 外现贤善精进之相 二 身心 即身性之心 出性机 决定身性自身现世烦恼聚足之凡夫 无始以来飘逆无趣 循环不息 无出离之缘 四 信法 身性阿弥陀佛成就四十八愿 设受一切众生 专念彼佛名号 依彼佛加倍护念 定得往生极乐 三 回向八愿心 未已自无始以来即今生自他所修一切事出世善根系皆回向 愿生彼佛国土 四 三 心少一即不得往生 要知 净土宗之修行途径 守须及信愿行三资良 修实善做基本 于是法无亏 赴广修功德回向愿生 更甚灵终一念 参阅 念佛 三千两百零八 都律往生 四千三百八十七 净土 四千六百七十九 批四千六百八十四 净土宗全书 凡二十册 日本净土宗宗典刊行会编 乃收集有关净土宗教义之印度典籍或中国 日本诸诗所书是净土之丛书 明治四十年 一千九百零七 开始刊行 治大正三年 一千九百一十四 完成 内容分十类 所依经论 震旦祖式 震旦诗诗 选择立宗 宗义显章 要易解释 先得述作 原戒章书 传记系谱 四至宗史 批四千六百八十八 净土往生传 一帆三卷 北宋沙门戒诸 九百八十五 亦千零七十七 者 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一册 又称往生净土传 戒诸传 由梁 唐 宋各高僧传中选及净土往生者之世纪而成 自西境僧险至北宋悟恩 凡收七十五人 据卷首字叙述 借诸字梁代会角 唐代道宣等十二家所传之传记 及宋代赞连 及宋高僧传中 选出僧险以下七十五人 编成本书 然其他如慧明等六十二人 以无灵中来迎之事实 故不收录 二级总称吉禄信仰阿弥陀佛 相信的往生西方净土者之传记书籍 或简称往生传 唐代家财之净土论卷下引线的往生人相貌调友 大四七九七上道俗的往生净土者 略有二十人之语与总章元年六百六十八道士所传法院诸林卷十五 敬佛偏弥陀佛不感应元中列举之僧尼及居士十名等 贤辈任作往生传之先驱 而单行本之应行为唐真元七百八十五八百零四 年间由文审少康二师编辑 其后经由后唐到深山部之往生西方净土瑞印山传一卷位最早 往生传于当时与一般高僧传不同 可同时包含尼僧及在俗男女之传 与明祥祭等之感应或神异传之类异 而已仅限于往生净土之人为其特色 然高僧传及感应神异传类 却未往生传之主要资料 我国往生传既有 往生西方净土瑞印山传 净土往生传 新修净土往生传 往生集 净土圣贤路 净土圣贤路续编 西方慧珍 修西文建路 日本往生传亦可列举 日本往生集乐记 续本朝往生传 十一往生传等书 此外类书有 宋代至盘传佛祖统计卷 二十六至卷二十八中 提为净土立教制 即为往生传之一类 又有一书多种 如宋代尊士之往生西方略传一卷 宋代清月之往生净土略传一卷 南宋海印之净土往生传十二卷 辽代非浊之随愿往生集二十卷等 连门内聚经级路卷下 往生传成立考 小力圆宣秀 龙骨使坛十六 参阅往生传 三千两百 批四千六百八十八 净土法门原流章 全一卷 日本凝然者 收于大正藏第八十四册 本书略述印度 中国日本净土教之传播 即日本净土教自法然开宗后 门下武师 信息 龙宽 正空 圣光 绝明 之意义 细研究净土教之重要资料 批四千六百八十九 净土于蓝盆经 全一卷 又作大盆净土经 大盆经 书中旧穆连旧母之故事 追溯过去世之因缘 更增加国王献金盆与佛 僧 已旧妻世父母等故事 本经于唐初被移位为经 戏已于蓝盆经为底本编造而成 开原式教路之著者至身为此经于新旧之经路中皆未曾载路 敦煌文献中发现本书之完本 魏薄熙和 Pelliot 第2185号 大阵藏无收录 开原式教路卷十八 真原新定式教目路卷二十八 目连云说于蓝盆 言本玉 P4689 净土门 全称往生净土门 魏往生净土 离生死之法门 净土家之叛教 将佛道大别为圣道 净土二门 圣道门乃依自立之修行以其成佛 净土门则依阿弥陀佛愿力念佛 以其往生 唐代道挫之安乐 即卷上载 今乃五浊恶事 圣道理生难行 不合时机 为净土门未通入之要道 诸佛大慈 劝规净土 纵使一身造恶 临终时 能细一专经 十念相续称佛明 一切诸葬自然消除 定得往生 此乃他利益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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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传入日本后 原空更细分为证明 往生净土教与 报名往生净土教 清卵则分为真实 横超 与方便 横超 二种 参阅 圣境二门 五七五百八十三 一四六百八十九 净土数文超 权益卷 日本纪会两小传 单称数文超 纪数其诗良中所传之净土宗要十一 并驳斥明月流 净土六个条一问答之问难 净土正一经论书籍目录 联盟类聚经级录卷下 P4689 净土真宗教典至凡三卷 日本玄志 1734 1794 转 又做真宗教典至 又做真宗教典至 搜入有关真宗之典籍 第一卷收佛祖诸宗主之典告 第二卷收宗吕章书 第三卷收于门之超级 P4690 P4690 净土教版 日本联仓时代以后 以京都为中心 在各地开版与净土教有关之经典祖式等 由藤堂又范命名为净土教版 现存仪品中 见仁四年 1204 之无量寿经罪古 元亨元年 1321 之黑古上仁和宇登陆 为夹杂品贾明之版本中罪古者 P4690 净土略诵 请参阅净土二藏二教略诵 净土教美术 随着净土思想之发展 造型美术如绘画 雕刻等一盛行 有关阿弥陀造像之文献 最早出现于四世纪 至六世纪初 河南龙门之无量寿佛以文明于世 至七世纪 在善导之畅导下 净土教一时蓬勃 以阿弥陀著西方极乐净土为中心主题之净土便 亦告问世 寺院壁画 如长安净土院之西方便 无道子画 云花寺之净土便 赵武端画 洛阳大云寺之净土经便 玉池以僧画 敬爱四大殿西壁之十六观 刘阿祖画 等 皆出自明家手笔 然现经皆不存 敦煌壁画存有字唐至诵之阿弥陀净土便 第三十三 七零 一一四 一三九 诶洞 或西方便不在少数 就其图样 一般可分为阿弥陀净土便与观经便相两种 西方便通指词二种 前者会阿弥陀说法之西方极乐净土庄严香 后者则以观无量寿经为根据 背景会极乐净土庄严美丽之楼阁 中画阿弥陀 观音 世智三尊 周围绕以慎重 前景则有莲池 画之左右二边及底部 亦有添加经之序或十六观 令敦煌一三灵洞 亦有九品来淫图 又中亚亦有净土便相 来淫图之一品 日本之净土焦美术受我国影响 经韩国传入 经之平等愿凤凰堂 经琉璃寺阿弥陀堂 白水阿弥陀堂之壁画 君系平安时代之代表作 奈良时代 受随 堂之影响 经人存有至光曼陀罗及自堂 请去之当马曼陀罗 P4690 净土船灯总系谱 樊三卷 日本鸾速转 系印度 中国 日本净土船灯诸组织系谱 分天竹红船 震荡红船 日本红船三部分 连门内聚经级录卷下 P4690 净土瑞印船 全一卷 全称网深西方净土瑞印山船 唐代文审 少康 805 共编 收于大阵藏第五十一册 系及陆东敬会远至唐代中期四十八名院生西方者之传记 本书之技术虽极简单 然为研究我国净土教不可或缺之书 我国网深船之传述大约起自唐代前期 于本书之前集有唐代非西之 网深净土船 长西路 中所记载之 大唐网深船 集散鉴于 三宝感应要略 中之 并周网深记 等然经皆已一诗 独有本书流传至今 故本书存在之价值相对增加 宋代借诸之 净土网深船 明代驻红之 网深集 新网深船 等 参考本书之处甚多 关于本书之成立颇多一亿 例如 一 书名印魏瑞印船 或魏瑞印删船之问题 二 万序藏经已为本书乃五代之道申所传 以本书所收大型传中 数及西宗 八百七十四 八百八十七 在魏 之事 故推测作者当在少康之后 此类问题于学者之间 颇多论意 其中 日本小利元宣秀就上纪诸说而主张瑞印船系文审 少康共集之原本名称 而瑞印山船则未到申所山靴增减者 批四千六百九十一 净土群移论 凡七卷 唐代千伏四怀感者 又做是净土群移论 群移论 决移论 纪一一六章 收于大阵藏第四十七册 本书系针对陈随以来社论 三阶教 为时学等对净土往生有所存 遗而作之决遗书 为当时净土宗之百科全书 据卷首平昌梦喜所作之序文云 本论尚未完全脱稿时 怀感及入计 后由同门之怀孕补修完成 本书之书名 我国向来称之为群移论 宋高僧传称为绝移论 瑞应山传称为往生绝移论 全书以问答体才为之 怀感素为法乡宗学者 后随从善导时修念佛 正得念佛三昧 本书之见解与善导之事义 自古极有所谓十五同十三意之说 多以为十观点解释一意 乃本书之特点 念佛三昧宝王论卷中 往生西方净土瑞应山传 东玉传登目录 P4691 净土圣贤路 樊九卷 清代彭西宿传 收于万序藏第一三五策 以祭述净土教主阿弥陀佛 及产教慎重如观世音 大世智 文书 普贤等菩萨魏史 及路历代宣扬净土法门之比丘 比丘尼等凡五百人之事迹 总历时门 及一净土教主 二禅教慎重 三往生比丘 四往生比丘尼 五往生人王 六往生王臣 七往生居士 八往生杂流 九往生女人 十往生物类 多游历代之高僧传 佛祖统计 佛祖通载等则出 于各传末皆载有典具 右倾代胡亭边有净土圣贤路续边四卷 体力以净土圣贤路为准 边年纪月始于清初 分比丘 比丘尼 王臣 居士 杂流 女人 物类等七科 列续一七五人之世纪 净土宗全书卷十八 连门类聚经级录卷上 P4691 净土慈悲集 请参阅略诸经论念佛法门生净土集 净土静观要门 全一卷 元代怀则述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七册 本书为怀则极力阐明宋代天台宗僧四名之礼之曰 新观佛之义 天台之观法有内观 外观二种 关于观阿弥陀佛应属何种观法 后世之礼门下曾起争议 本书集就此议论而加以探讨叙述 连门类聚经级录卷上 P4692 净土论一拳一卷 是清造 北魏菩提流之义 全称无量寿经 幽婆提舍愿生计 又称往生净土论 收于大正藏第二十六册 本论为净土教 三经一论 中之一论 细一无量寿经 而作愿生计 赞叹净土庄严 谄说五念门 劝往生西方 参阅 往生论 三千两百零一 二帆三卷 唐代家财传 又作家财净土论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七册 作者家财与善导 同位继承道 挫之净土教 而活跃于 同一时代之高森 本书乃整备 道挫之安乐及 以问答之形式 续说净土教之教法 更彰显安乐及之思想 内容系评定 及乐净土之暴化 及往生及品等 举理政及实力论述 凡夫往生之可能 全书总分九章 我国及日本净土教徒 多言用此书 东玉传灯录卷下 净土一平经论章书目录 净土真宗教典录卷一 P4692 净土论著 请参阅往生论著 净土从书 凡二十策 民国六十一年 1972 由道安 毛涕元 陈子平等人编转 台湾印经处发行 内收有净土典籍300种 分编为经论 著书 经要 著述 转籍 诗迹 行仪 史传等八部 依亦驻朝代年月之顺序而泪边 P4692 净土阵流族船 樊八卷 日本宣御新阿传 又净土 朝高僧船 寄述日本净土宗正西派之列祖 及高僧世纪 以善导为首 寄列载二百人 并附有泽民智 四本山智 谭林智 九部智 二读省五篇 联盟类聚经纪录卷下 P4692 净土双六 流行于日本江户时代之一种娱乐方式 以净土思想为魂之内容 图面会有南延福州 人类住处 天上 菩萨之行为乃至佛之妙觉境界 亦会有恶鬼 畜生 地狱等之画面 令被亦投资 每面依序客载 难无分身诸佛 等六字 其比赛方法 即以南延福州 为游戏起点 依序轮值投资 而已先入庙觉 为圣 堕入地狱为罪 等 P4692 净土变相 又做净土变 净土图 俗称净土曼陀罗 只描绘净土佛菩萨 圣众及种种庄严施舍等 以呈现净土景象之图像或雕刻 与 地狱变相 相对 便有二意 即 一 动之意 涂化不动而化极乐种种动香 故称变相 二 变相之意 会净土种种之香而另变现 净土变相系 由于净土信仰之流行而产生 随着药师 观音 弥勒等信仰之盛行 亦出现不少种类之净土变 变相种类可分为 一 鲁舍那净土变 即以鲁舍那佛为中心之莲华藏世界 二 灵山净土变 乃是尊于灵鳩山 骑蛇绝山 知法华说法图 三 药师净土变 系东方净流离世界之描绘 四 弥勒净土变 描绘即将成佛之补处菩萨之兜律天宫 此外上有观世音之补陀落净土变 而流传最盛之净土变相 为阿弥陀佛之西方净土变 我国从随唐十集圣位盛行 传说唐代善导常自会西方变相三百扑 经敦煌出土之一品有二十余种 又于中亚地方发现净土变相之断片 故净土变相亦存在该地 于日本一般所谓之净土三曼陀罗即止当麻曼陀罗 至光曼陀罗 青海曼陀罗等 勒邦文类卷二 历代名画记卷三 P4692 静心 一范语六二的 西藏语 Renom PAR Poicens 即清净之心 又作清净心 细致清净之性养心 清明离构之心 或指众生本具之自性清净心 法华经卷四提婆达多品 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听闻法华经提婆达多品 静心性净 不生疑惑者 不堕地狱 恶鬼 畜生 而生于十方佛前 佛班尼环经卷上列有 静心 思心 智心等三心 静心即师大 思心即三摩提 智心即崩漫弱 所谓师大心 即不淫 不怒 不贪 所谓三摩提 即射心不令走失 所谓崩漫弱 即心中无碍欲 且能持佛境界 新华研经卷三十五亿余所具十种身心之中列有 清静心 范阿达 C-I-T-T-I-A M-N-A-S-A-K-R-A 藏大 P-I-S-M-S-K-Y-I-P-S-N-P-I-E-T-L-A-B-I-A-B-A 清静心意乐作意之意 唐代道宣知 静心借观法 世民偏载 所谓静心 急于现行烦恼 诸种病患等 休息对质 及时能随分解脱 构然见灭 新转明镜 发声定会 其大臣清静之信心 趋向菩提种姓住处 以经为因 后当赶果 新华研经卷七十三 大萨哲尼甘子所说 金卷七 金刚三魅精 二 1929 台湾台中人 俗姓肖 明洪川 二十岁 一兵宗和尚出家 并随寿古籍经典 年二十六 寿巨族介于新竹 湿头山源光寺 明国六十六年 一千九百七十七 修毙日本佛教大学 寒寿部课程 历任台北石浦寺监院 佛教三藏学院都学 中国佛教杂志主编辑社长 高雄佛教分会理事长等职 病人光德寺 高雄佛教联社 灵溪禅寺等住持 创办之佛教事业有 敬绝之声 电台空中部教 敬绝佛学院 敬绝佛教研究所 敬绝育幼院 敬绝月刊 又担任中国佛教会理事 台湾省佛教分会理事长 敬绝佛教研究所所长等职 师长于戒谈法规 敬绝于年间台湾各地起见戒状 多聘师为开堂和尚 P4693 敬兴地 范语 A-T-A-D-A-G-I-A-B-H-M 即正的无漏清敬兴之地 为大乘佛教修行阶位中之第一阶位 又坐敬兴住 敬圣意乐地 七的之一 十的之初的 十二柱之一 与 欢喜的 同 相对于的浅解行柱之位 正静心 以断离烦恼上禅 正的清静解脱之初的 称为静心地 另据无量寿经 幽婆提舍愿身记载 身于弥陀净土而见佛 为正静心菩萨 一同于静心菩萨 正的平等法身 弹鸾之往生论住卷下载 平等法身为八的以上之法性身身菩萨 从初的至七的以孩之菩萨为为正静心 静心为无漏心 八的以上 纯无漏相续 故称为静心菩萨 此说及以静心为八的以上 乃不同于初的之说 此外 于禅宗所指之静心地 为心地 心性之矣 菩萨的持经卷三 大乘其信论 大乘一章卷十二 批四千六百九十四 静心菩萨 住于清静心地之菩萨 关于菩萨之地位 各有一说 一 一的持论卷十 由因为至果位立有七柱 第三静心柱相当于初的菩萨 二 一经刚般若论卷上 五者造 立信心 静心 如来三地 静心柱未初的以上至十地 以上二说皆已出的以上正的部分 真如之理 故称为静心 三 依往生论注卷下 从初的至七的乙孩 未未正静心之菩萨 八的以上十位静心菩萨 此乃因七的乙孩未有功用地 八的以上未无功用地 得以任运无作而作 故称静心菩萨 据大制度论卷五十 卷七十四载 七的乙孩未肉身之分断身 八的以上则未法性身身之便一身 若依此说 法性身身及安住于法性平等之理的静心菩萨 P4694 静心界官法 凡二卷 唐代道宣传 收于大正葬第四十五册 细南山绿宗开祖道宣教士门人自修及教化之道 静心 静心 驱除心构 令其明镜之意 戒官 远离过恶 递查真理之意 内容分三十篇 世明 续宗 五庭心 效量 自沁 善根 破戒 邪命 狂佛 造过 解脱 十元 流转 不动 过患 心酌 二报 解释 原生 安班 香姿 因果 纸结 遗地 心形 菩提 教化 佛性 福田 寿池等 著世书有宋代允刊之发真超三卷及科义卷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二 诸宗章书录卷二 P4694 静悦 泛明 Ada Candra 因艺术陀战达罗 印度人 为时时大论诗之一与安慧同时代西元八世纪请 解释世卿之为十三十诵 注释武者之大臣阿皮达摩吉论及世卿之圣一七十论 旧时之作用其学说同于南陀采用剑相二分说 又安慧主张第八十十论 又安慧主张第八十恒无转变能自立故无据有依相对于此 静悦认为第八十系以第七十位其具有依 成为十论卷四成为十论数计卷四末 批四千六百九十五 净印法门经 凡十八卷 送代为净义 又作海逸菩萨所问净印法门经 海逸菩萨法门经 收于大阵藏第十三册 本经为大方等大吉经第五品 海逸菩萨品之意义 细载菩萨若注净印三摩地的速证菩提 而关于获得此净印三摩地之方法 详说菩萨所应修持者 其间并揭示诸重法术 本经为明示大成本义之经典 批四千六百九十五 净明玄 请参阅维摩金玄书 净明玄书 请参阅维摩金玄书 净明玄义 请参阅维摩金玄书 净明玄论 凡八卷 随代吉藏传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八册 论述静明经 维摩金 知药纸 此书属吉藏晚年著作 初述传著原由 四分明题 宗旨 会处三科 引用书籍颇多 有大品经 法华经 涅槃经 大制度论等三十余不经论 并载录道安 纠摩罗时 僧照 道深 北土论诗等数十佳之说 注释书有日本智光之静明玄论略数七卷 三论宗章书 东玉传灯目录卷上 P4695 静明寺 位于浙江天台山 被以高明山 一般多称高明寺 习智者大师于佛龙讲静明经时 得呼起风 吹散金卷至五里外史落地 智者自后赶去 见其地颇有灵气 赴感于山水秀丽 故住静居居之 唐天佑年间904、907 于其遗址创建该寺 称为高明寺 后唐清太三年 936 佑豪智者幽西道场 宋大中降服元年 1008 改额进明寺 明家境中 曾一度沦位废寺 至万历年间重建 寺内建筑有大雄殿 天王殿 冷颜坛 钟楼 又藏有智者大师之紫经 及天竺备叶经 寺旁有圆通洞 高明山下有大石 突真容 如笋如护 称为看云石 上课 佛 自 天台山全智卷六 P4695 静明经 唯摩洁经之通称 唯摩洁 泛明分摩拉卡提爱 意义静明 例如吉藏所作唯摩洁之论书有二 一书称为静明玄论 一书称为唯摩洁一书 又玄藏将唯摩洁经意味无构称经 玄藏以后则皆以静明经称之 参阅为摩洁五千八百九十二 P4696 静明吉解 请参阅注为摩洁经 静明经略书 请参阅为摩洁略书 静明经吉解观中书 凡二卷 唐代道业集 又称观中吉解 观中书 观中超 收于大阵藏第八十五册 戏对后秦僧照之著为摩洁经 十卷加以山补之作 上卷出载字续及僧照为摩洁经续 后注释经提并佛国品质菩萨品等四品 下卷注释文书师立问几品以下十品 与注为摩洁经相较 注为摩洁经所皆揪摩洪时 僧照到申三师注解中 本书记山略 揪摩洪时注解约五条 僧照注解约三百条 到申注解约四五零条 而心不会收于 注为摩洁经 中森瑞 天台之解释 以及科洁之文 且加入自事之处亦多 这到一页之力不详 据有关之资料 知其自上缘至真缘 七百六十 八百零四 初年 曾驻长安滋盛寺或西明寺 从事义音级讲说等红法事业 新必诸宗教藏总录一 诸宗章书录卷二 佛典章书录卷上 敦煌杰鱼录卷三 明沙鱼运解说 史吹庆辉 P4696 静明广书 请参阅维摩津经书 静音四 一位于江苏镇江东南五州山 静永熙元年 两百九十 至出明英盛寺 六朝隋堂 据称明察 宋熙宁间重修 更明显慈寺 明万历时整建 赴旧明 清康熙帝南巡 未亦精明 后悔于太平军 二位于河南开封 北宋黄幼元年 一千零四十九 内室里云宁舍宅而建 仁宗赐 十方静音寺 而 当时经师 为修南山律宗 而天台 禅宗卫星 帝文居乐 祖印禅师 名声大洋 乃照居乐 驻西本寺 居乐称吉不出 应以怀脸举代 经师禅风碎心 P4696 静的 亦为比丘可居住 而不犯戒之清净地 二于密教 特指清净 依报国土所修之官法 以帝若不敬 修法难以灵验 故须禁地 修法时 常于 RA 自官之后 结送此官法之隐名 自官总禁一 正二报 禁的则是特别清禁一报 以自制火烧禁珠不禁 惠土及沉密研滑藏禁土 于心前洁禁的之印香 金刚合掌 火轮印 观想一切法本来远离成垢 若结诵此印研及的气界清净 金刚王念诵以鬼所在印香 以二手如开夫莲华 称为静气界真研印 即以莲华表示本性清净之意 真研 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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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珠 尘 波多 佩克特 离 萨富达默 一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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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成垢而寂静之意 三卷 三卷本大教王金卷上 P4696 净的迷人 禁的迷人 禅灵用语 只虽到达出离生死烦恼之境界 然若住着其中 反味所迷 从容录第四十六则 大四八 二五六中 万里无寸草 净的迷人 八方无片云 晴空转入 虽是以歇去歇 不妨粘空挂空 脑后衣锤 别看方便 P4697 净肉 比丘可食而不犯戒之肉 反之则为不净肉 净肉有三种 一 见 为不见为我顾杀之肉 二 闻 为从可食之人闻非为我顾杀之肉 三 疑 为无有为我顾杀之嫌疑之肉 吉利见 闻 疑三者是为净肉 反之则为三种不净肉 三种净肉以外 若家寿命净而自然死亡之鸟兽肉 自死 及猛兽猛鸟等食残之肉 鸟残 则为五种净肉 又五种净肉 在家不是为自己所杀之肉 不为己杀 自然死亡经多日而自甘之肉 先前 不由其约偶然相遇而食之肉 不其欲 以及非经时为我而杀乃前十以杀之肉 等四种肉 则为九种净肉 故比丘可食脱食或受供养所得之肉 然除此之外 仅生病之比丘可自动请求食肉 其余净止食肉 但在大乘佛教 如涅槃经 伦家经等则认为 食肉乃违反大慈悲之精神 故净止食用一切肉 而至食肉之食种过失 诱人 像 马 龙 狗等五种 在家屋 就 猪 猪 猪 猿 狮子 则为食种不净肉 但亦有除龙 屋 就 而家蛇 驴 狐 或除屋 就 狮子 而家蛇 鬼 牛者 无论何时 均不可食用 四分绿卷四十二 入人家经卷八 遮食肉品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四如来性品 大班涅槃经义剂卷二 批四千六百九十七 进行 一千九百三十四 越南僧 俗姓黎 十七岁出家 先后于越南南越佛学院 普通高中级佛教万行大学毕业 一九六二年任越南加定审佛教会 住持 一年当选该审佛教会理事长 一九六八年取得越南国家公费留学资格 四年来台 先后就读师大国文研究所硕士班及博士班 在学期间层或中 每等多项奖学经 民国七十年 一千九百八十一 或我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 一年取得中华民国国籍 敢于培植弘法人才之需要 六十八年于台北创办灵山讲堂 六十九年增设灵山佛学研究所夜间部 比辩在学在职学佛人士进修 七十年创办 现代佛教月刊 七十二年任世界佛教僧家会联络密书契经 七十三年扩办灵山中立分院 七十四年当选世界灵山佛教会第一副会长 并创办中国佛教师范学院于中立清普李广天寺 P4697 进行品 请参阅幽婆仪进行法门经 进行品经 请参阅菩萨本夜经 进一 清净之一 遗寿不失之一 盖比丘自己根作至一料 或赖贩卖利益作一 都为律所尽止 由施主施舍之一 则不犯此罪 故称进一 大比丘三千微已卷上 二行密教修法时所者之法一 各一修法之不同而一起色 三 称加沙加持 加持法有多种 或送进三叶真言三变 七变 或送真言 按理罗多多日理尼 或送真言 按摩你为不离的里的里 以欧叛扎 七变 或作应器 以二手各卫权 送真言 按肥摩罗伯利婆多婆 哲里蒙 苏西的鬼卷上 大宝广伯楼格善住秘密 陀罗尼经卷中 观自在大悲成就于加莲华 不念诵法门 P4698 净柱子 凡二十卷 南齐静灵文宣王萧子两传 全称静柱子进行法门 本书乃叙述佛道修行之要旨 基于我国儒家之伦理精神 是说佛教于日常生活中之实践 为佛教初学者之入门书 静柱子之序 解释 静柱子 一语 以沙门静生口七之 不启诸恶 常养增进菩提善根 如是修习成佛无差 则能少叙三是佛种 是佛之子 故称静柱子 本书素一诗不传 仅存史坦因 玫瑰 总带 收集之敦煌北断件 即唐代道宣超略之 统略进驻子进行法门 收于大镇藏第五十二册广 宏明集卷二十七 据,统略进驻子进行法门,所在,本书记分黄诀辩德门,开悟归信门,敌除三叶门,修理六根门,生老病死门,克则身心门,减负三叶门,喝劫四大门,出家顺善门,在家从二门,审明地狱门,出家怀道门,在家怀善门, 三叶内苦门,出三叶外乐门,断绝疑惑门,十种惭愧门,极大惭愧门,善有劝讲门,戒法设身门,自庆必顾止心门,大忍恶对门,圆境无碍门,一致努力门,理设立宝塔门,净重正法门,奉养僧田门,劝请增进门,随喜万善门,回向佛道门与发愿庄严门 等三十一条,内容着重于忏悔。书中引用不少经论,如六诗节诗经,自爱经,法句经,包胎经,涅槃经,出家功德经,制度论等。 统略静诸子进行法门,守宰道宣之序,四数消子良之静诸子三十一条,且于各条之后皆是王荣所作之诵。 初三藏记集卷十二,燕丛陆卷三,唐书经集至下,汉卫六朝百三明家集卷五十七,张浦,明沙于韵解说,史吹庆辉,批四千六百九十八。 静诸社,南齐静灵文宣王萧子良木及森俗共行静诸之法,称为静诸社。 静诸,为不萨,犯Po Adha,之意义,急于每半月集会讲说戒本,若有犯戒者,急于重前发路忏悔,令身,口,亦如戒法清静而住。 社,指同志会集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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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 此系《大日经书》所说 《大日经书》卷八、大三九、六六义中 严禁佛者、声闻法中 阿罗汉义名为佛 诸于大臣为了义经 亦有成佛义 然不得名为这境 经证明本心常佛 故以静自真之 令如天台加赤法相知成佛 乃有未知报佛 梦中之全果 P4699 境界 亦指清境之界形 法华经续品 大九、四下 经境持境界 犹如护明珠 二于密教 为金刚界法所采用 十七种杂供养之一 即界波罗蜜 为六度之一 行六度以表供养 称为六种供养 设于十七种杂供养中 若依应器之名 称为香生器 香生 即以香涂生 能消除热闹 有清凉之作用 借有防非止恶之德 亦同涂香 故以涂香味境界 应香味三昧涂香 莲花不心仪轨 略出念诵经卷四 P4699 净福 一千六百六十 明代曹栋宗森 浙江少新人 俗姓吕 世称三级净府禅师 又习如夜 沿读尘 朱之学 乃木星星之礼 吉常 犹台山 欲念修静主 方石宗门中事 年十九 痛母是乃出家 后餐夜天同原物 住半载 毫无头绪 一日偶散步原中 闻鸟蹄之身 获然有误 赴参云门三 移民于于显盛寺 的陈印记 四齐法 后出驻于无心清凉寺 清顺至十七年十二月 世纪 世寿不详 武登全书卷 111 P4699 静秀 四百一十八 五百零六 南朝尼诗 安定乌室 陕西南镇 人 俗姓梁 又及会悟 辞念笃定 诵经行道 常斋书时 及受武戒 奉持斋戒 未曾违反 其性好戒律 竟止抚养 必遵律犯 曾请要律师讲律 后又请法应 开眼时送律 当时诸四尼森多不如法 诗凯探之 遂自行颤法 又于南元寺 从法应受戒 经诗多四诸尼皆因而相律受戒 留诵之南昌公主及黄修夷生清诗之德行 乃诗的建经社 于大明八年 四百六十四恩禅零四诗亲自参与营建工作 南齐永明十年 四百六十六诗文之森加把陀罗于广州一出善见绿皮扑沙一部十八卷 岁至彼得 请得该律为经师 顶礼 直如 解 正儿广为留补 至梁朝 五帝 众之 以师年老不良于行 赤许臣于入宫 天间五年 告帝子遇上身兜律 克兰尔记 世寿八十九 比丘尼传卷四 广宏明级卷二十三 批四千六百九十九 静身 亦指清净之身 或令身清净 宗静路卷二十五载 勒之人法二空 真心自现 即为静身 二于密教 特指为清净正报 所修之官法 修法时 于 二 自观 静的法之后 结诵此官法之隐名 自观清净一 正二报 静的特静一报 静身特静正报 虽已静的 以身不静难敢佛德 故修此法 于自观既烧静 自他身心之烦恼罪障 故正的自身本来清净 如莲华之性 于心前解此印 或加持心 而 猴 顶四处 观想以一切法本来自性清净 我身三叶皆的清净 印相为莲华合掌 真言 苏婆 Svapava 自信 俗陀 Sada 清净 萨达摩 Savadharma 一切法 及一切法 自信清净 寂静之意 莲华不兴仪轨 P4700 净命 亦比丘远离四种邪命法 而清净活命 及八正道中之正命 亦及正当 清净之生活方法 据维摩洁经菩萨品载 正行善法 起于净命 另据大皮卢浙那经 供养次第法书卷上载 净命者 为少欲知足之行 二范宇Umat 又座巨兽 长老 至高森大德 具有出世之慧命 及世间之常命 参阅巨兽 3079 P4700 净居寺 位于河南光山县 陈西南净居山 又称范天寺 据北宋苏东坡考证 天台彼祖会 司曾与志已结安于此 唐神龙年间 705 706 到岸禅师始建进居寺 北宋甘兴元年 1022 改名范天寺 真宗玉比 赤赐范天寺 门额仁寨 寺上存原来之建筑 五十九间 明清碑刻三十六块 寺后有苏东坡读书台 经仅存台旨 并有苏东坡游进居四师 徘徊逐夕月 空翠摇燕飞 终身自送客 出古读一一 辟四千七百 静明寺 位于山西太原市北约一公里处 船创建于随仁寿二年 六百零二 北宋太平新国四年 九百七十九 太宗灭亡北汉而统一天下 乃悔古城 本寺之塔坏而放光 太宗岁下赵众心之 贤平二年 九百九十九 离震灾 真宗前内侍王守直修至之 景德三年 一千零六 七月竣工 当时塔位重叠瓦屁而成 有九层 高约三十七公尺 原末 轮位费寺 明洪五十八年 一千三百八十五 森德河重建 与显光寺等合并 现存之塔 系洪五之物 高约二十二公尺 位造之喇嘛塔 塔之左右有钟楼与鼓楼 后有大臣殿 前面右方位观音殿 大臣殿后方则位本殿 广宏明集卷十七 山右金石路 环宇仿碑路卷七 批四千七百 净法 易如法而离罪障之以 即有观比丘依实住行等之 一定限制禁止之法 依其规定如法修行者 则不致犯罪 遵行其法称为做禁或禁 四分律卷四十三载五种时 果物之禁法 一如以火烧 则称火禁 二如以刀削 则称刀禁 三果实有腐坏处 称为窗禁 四鸟所灼伤 称为鸟灼破禁 五不堪畏种子 称为不中种禁 又说有五种禁 即皮包 腐 破 淤灶 五分律卷二十六载十果五禁 十根五禁 十经三禁 关于十果物之禁法 朱律所载稍易 有观一之禁法 十颂律卷十五载 比丘若得清 尼 欠等色之一 做二种禁 得黄 赤 白等色之一 做三种禁 摩赫森指律卷二十八载 加指纳一有 结禁 染禁 点禁 刀禁等四种禁法 另外卷十八则一一之类别 而说不同之禁法 摩赫森指律卷三十二载 有观比丘之住所及戒行之禁法 有五种 即至限禁 方法禁 戒行禁 长老禁 风俗禁 幼时送绿卷五十六列举森防禁法 灵禁法 防舍禁法 石禁法 方禁法 国土禁法及一禁法等 有不疲奈耶卷三十六 五分绿卷九 二指佛陀所说之正法 以其法能令众生超三界 得解脱 身心清净 故称禁法 参阵 参阅 正法 一千九百九十二 批四千七百零一 禁制 禁制 教修法 于道场照 请本尊 慎重 先清净空中道路 为除诸障碍而送真言 又称禁制道路 禁制路 制路 苏西的鬼分别记载佛 莲华 金刚等三部之真言 而以金刚部禁制路真言为三部所通用 批四千七百零一 批四千七百零一 禁空 一千九百二十七 安徽卢江人 俗姓徐 民国四十八年 一千九百五十九 一台北林纪四百圣法师出家 五十年秋寿具足解 常从台湾大学教授方东美研究哲学 并亲近张家大师李炳南居士多年 先后执教于中国文化大学及各佛学院 诗变才无碍 经常于台湾香港各地讲经说法 六十八年 于台北创设华藏经社 并附设试听图书馆及法师会 除积极宣扬大臣教义外 并应行佛书普赠各界 批四千七百零一 禁吕 一亿只清禁无垢之僧吕 二 一千六百零七 一千六百六十九 明代曹洞宗僧 胡周 浙江 德清人 俗姓张 是称伴我禁吕�禅师 出家前曾参业变山锐白明雪 有物明雪为其更名 并赠计 万序一四二 七八上 伴我非他物 尽屡亦无人 慧得各忠义 金鱼必上行 后明雪驻于百丈山 灵世纪 一命主妇九末大阴影 勘至变山 为师于勘前落法 受聚足戒 并收未法四 后继主 变山法席 康熙八年十二月世纪 世寿六十三 武登全书卷 114 P4702 禁屋 指比丘所居而无罪之房屋 能令家屋成为禁屋之施主 则称禁主 巨善剑绿卷十七载 柱造禁屋 出树柱时 先做坑 以柱禁坑 比丘围绕捧柱 而三说 为众僧做禁屋 说禁柱一树 如此做 直至第四柱 若屋已造成 为使之成为禁屋 须换屋主来 令说 此禁屋不失众僧 随意受用 此屋即成禁屋 若无屋主 则请聚落老宿作禁 以成禁屋 可随意受用 安置饮食 无内宿 内主罪 P4702 禁度三昧经 权益卷 属仪为经 献本残阙 收于万续藏第八十七册 内容说 阎罗王考笑人之功罪 以增减其寿命之种种事迹 首提佛说 禁度三昧经卷第一 尾提禁度经卷第一 句载 地狱天子为阎罗王 有小王八王 并有福荣 富庸 王三十国 各统九十六小国 富有外奸 五官 都督 思察 思路等 成天地之福 与五道大王 共在八王日寻行天下 书记人之善恶 以奏福荣王 乃至今福荣王 八王 大王奏之天子 由天子考笑其功罪 福则增寿 罪则减寿夺算 致命之长短 分毫无爽 据经律 一箱卷四十九 诸经要集卷十八 卷十九 法院诸灵卷七 卷六十二 卷九十七 安乐集卷下 观念法门 辩证论卷义等 所引用本经一文 本经并说 每月六摘日 及八王日寿 持摘 借者将蒙善神之迎户 本经之义者 卷述 各经路所载不同 或传为北魏谈要义出 或魏本经有四义 留宋至炎义义卷本 留宋宝云义二卷本 留宋求纳拔陀罗义三卷本 北魏谈要义义卷本 历代三宝记卷三 初三藏记及卷四 开元世教路卷十四 写经建奈良朝佛教研究 石田茂座 佛教史诸研究 望月姓亨 佛教经典成历史论 望月姓亨 P47002 禁诗 范语 Vikopana 巴利语 Vikopana 右座说禁 若有一甲比丘 受以知诗与常物 允许比丘 拥有三一仪以外之物品 甲比丘不得直接受纳 而需将该物逆施给义 或甲定将物品施与并 然后再受以或并之返还 甲比丘使可获得该物 即称敬施 以或并则称敬施者 负义甲比丘对敬施者解说施与之指 故此敬施又称说敬 敬施细卫除去比丘 对财物之贪欲而行之权宜 表现出家人以少欲之足为生活原则 四分率卷十六中之智界因缘 大二二六七六上 二十佛在舍为国指数给孤独源 二十六群比丘真实施清后比丘 一以后不与主还取者 诸比丘文 其中有少欲之足 行投驼 乐学界 知惭愧者 贤则六群比丘言 云和儒等先持一施清后比丘 以后不与主还取者耶 中略 二十世尊以无数方便喝则六群比丘 以告诸比丘 此痴人多种有漏处 最初犯戒 自今已去 与比丘结戒 及时聚意 乃至正法久住 欲说戒者 当如是说 若比丘与比丘 比丘尼 是插摩纳 沙弥 沙弥尼一 后不与主 还取助者波一提 四分绿卷十六 八粒滤脏等将禁师之种类分位 二 即真实禁师 八三米尔克 Vicopen 即辗转禁师 八帕尔米尔克 Vicopen 弥沙塞五分戒本 萨婆多皮尼皮婆沙 卷四 五分绿卷五 摩赫森子绿卷十九 四分绿卷九 石颂绿卷十六 四分绿山繁补雀 刑事超卷下一 卷中二 P4703 进驻 1601 1654 明代曹栋宗森 福建龙西人 俗姓陈 好远门 是称远门 进驻禅师 母梦双龙绕绕踏而生 自幼丹于内典 性不喜俗 出家受巨族戒后 因独登史有感 遂往参业 圆通四肢绝浪道圣 其次参业翠岩之五心静炯 有所醒悟 父王拜业于行宝 寿山之时与民方 深得要止 遂四其法 初开堂于杭州龙堂 后继喜宝寿山 清顺至十一年十二月世纪 世寿五十四 法拉二十二 即有五灯会员续略八卷 五灯全书卷109 P4703 进驻农庄 禅灵用语 表示洞山功勋无畏之凤位 即凤世君主者 清净身体 隆重装扮 以表辰心诚意 洞上骨折卷上 万绪一二五 三五八下 敬喜农庄 为阿谁 子规身理劝人规 P4703 禁食 佛陀致敬比丘 但时生之草 菜 瓜果等 必以火烧煮 或以刀 找夹等除其皮 和而后食之 称为禁食 参阅 禁法 4701 P4704 静海 1931 江苏武进人 俗姓源 9岁于江苏复兴安一 着然法师出家 民国35年 1946 受巨族介于保华山龙昌寺 四年复武进天宁寺佛学院就读 38年来台湾 清静慈航法师 49年赴泰国公读泰文及巴历文 并入朱拉龙宫大学研究 58年转赴日本 入东经利政大学研究 两年后的佛教学硕士学位 61年赴美国弘法 先后助席于纽约美国佛教会 保恩寺 67年转往美国南部修士顿士 与香港永心法师合创德 都佛教会佛光寺 现任台北华言联社助持 师颇情于著述 对南传佛教之介绍 不遗余力 所转多发表于阿佛看 这有南传佛教史 亦有真理的语言 法句经 佛陀化传等书 P4704 净财 清净之财物 非旧财物之净 不净而言 系只使用者若远离贪欲所得之财 即称为净财 此语一般多用于止贪欲等净性所不失 喜舍之财 P4704 净除罪盖娱乐佛法经 权义卷 东进竹谈无蓝意 右座五苦张巨经 五苦经 五道张巨经 道张苦经 诸天五苦经 收于大阵藏第十七册 本经详述诸天 人道 畜生 恶鬼 地狱之五苦 并劝众生脱离三界五道之生死轮回 P4704 净除业账经 请参阅 敬业账经 敬起 1674 明代曹栋宗森 前唐人 俗姓陈 士称妙 敬起禅师 士代夜如 一时与和尚出家 后参夜云门三 移民于 有所醒悟 的四起法 住持于 韶西凤山多福四二十余年 弘扬禅风 康熙十三年九月世纪 世寿不详 武登全书卷110 P4704 静眼论诗 二十种外道之一 即纪涅盘位常驻 无烦恼果之印度外道 据百论卷下破产品载 静眼论诗主张涅盘位 无烦恼之果 细腹 可腹 方便等三世均无之处 腹 即烦恼 业 可腹 指众生 方便 指八圣道 外道小陈涅盘论 中观论书卷十本 百论书卷下之中 P4704 静重宗 即以四川成都静重四位化岛中心之初其禅宗宗派 又称静重派 唐代于成都府创建静重四之心罗森无相 六百八十四七百六十二首开本宗 立无意 无念 莫忘等三句为宗旨 以配当界 定 会三学 借免学人物追忆过往 物先律未来 物忘时时与此至 无意 无念之至 相应 三句之中 由其强调无念 无相重视严肃之礼赞法仪 故仿官谈受巨族界之行仪建立道场 教众隐身念佛以止 念 此派之法系 系上成五族红忍 资周至深 触记 下传宝堂无助 无相之令一 弟子敬重四神会 传法于南印 道元 归封宗密集成此系统 令有弟子会 亦似神清 者北山路 论述三教关系 宋高僧传卷十九 缠门师资成习图 原觉经大书超卷三下 顿悟大臣正礼爵 禅学思想史上 呼华谷快天 参阅 无相 五千一百零三 批四千七百零五 敬福 明代曹栋宗森 庐陵 江西 人 俗姓流 好位中 是称位中 敬福禅师 身足年不祥 参业变山锐白鸣雪 不弃 乃反归乡里 欧赌飞鸟贤梨舵的 遂豁然有误 赴月船登陆 见森问九封 大五一 三二九中 如何是学人自己 诗曰 更问阿谁 忽然大悟 遂往参拜宝寿时 与明方 尘是所悟 得四起法 崇祯十四年 一千六百四十一 因喜爱浙江之山水 加美幽盛 岁出驻前堂白鸣寺 数年之间 成一大丛林 康熙六年 一千六百六十七 传 法门除轨 十一年赴传 祖登大统 以修正祖统说之物 此二书初 诗之明碎便传天下 四方森纳学子真香奔区 诗与此开堂说法三十年 红阳禅风 画迷无数 后传法于香木智坛 诸数颇多 除上二书外 令着友人天眼目考一卷 宋石斋珠一卷 宗门粘古会及四十五卷 武登全书卷一一零 镇元略及卷七 批四千七百零五 静那一千六百一十 一千六百七十三 明代曹栋宗森 横州 湖南 安仁仁 俗姓王 好且捉 是称且捉静那 云从静那禅师 幼年父母双亡 入四官大佛相好而感悟出家 二十六岁受巨族借于南越金子丰 赴往湖州 浙江 汴山参业瑞白明雪 沿下的雾 受应可 乃归除州 湖南 以阳 开法于大义山 后曾应众之请 住持汴山 清康熙十二年四月世纪 世寿六十四 法拉五十四 这有宝镜三昧原宗辩谬说一卷 武登全书卷一一五 镇原略级卷七 批四千七百零五 静菩提心们 真言行者出入出的 静菩提心地 建法明道 的吴盖帐三昧 称为静菩提心 此清静之菩提心 乃东方阿如来之三摩帝 一切众生成佛之正因 一切众生必以此 静菩提心未因 正入一切如来之境界 故称为门 即静菩提心门 大日经书卷一 密藏记卷末 P四千七百零六 静为时论 请参阅成为时论 静华重 指著于阿弥陀佛 净土之菩萨 生文重 即当其往生 净土之计 无需假借母胎 的直接从清静之莲花化身 具有七种净法 故净土之圣者 称为净华重 无量寿经 静悠婆提舍愿生计 P四千七百零六 静益问经 请参阅静益悠婆赛所问经 静益悠婆赛所问经 全译卷 宋代师护义 又称静益问经 收于大正葬第十七册 本经内容 为佛陀在指数给孤独猿 应静益都尼耶子之请问 略说短寿 长寿乃至于吃 智慧等不同叶报之因果关系 P四千七百零六 静益 亦指清静之行业 又做清静益 即是福 借福 行福之三种福业 巨观无量寿经载 此三福业为 一 效养父母 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 二 受持三规 巨族仲介 不犯威夷 三 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独诵大臣 劝尽行者 此三福为众生往生之正因 亦为菩萨之敬佛国土之无漏修因 故称敬业 又观无量寿经经文中 帝观彼国敬业成者 亦与各家解说不同 一 据随代会远之观无量寿经 一书卷本载 彼国系指彼土之一报 敬业成者系指彼土佛菩萨及往生人等之正报 二 宋代元兆之观无量寿佛经义书卷中 以彼土之一 正二报 总为敬业所成 三 善导之观经续分义 主张众生根基有定 散二种 如来方便开显三福 以应散动之根基 而为 欲生彼国 旨在皆是 所归 之意义 为 当修三福 则特为皆是 行门 之意义 观弥勒菩萨上身都绿天经 观无量寿佛经义书 即藏 二 六百五十五 七百一十二 唐代念佛僧 东照 河南洛阳 人 俗姓照 冥想 自敬业 幼木法 出家后登法座 能分析观经级疑论 或细怀感之净土群疑论 之为止 产阳念定身因之要止 并产阳如来之秘藏 菩萨之空门 秉其归戒者日多 幼州市进场 招高森讲诵经典 大兴法会 施法才达二十余年 后卫长安湘基寺主 沿河元年事为籍 六月 借毁门人 端坐念佛而入祭 事寿五十八 建塔于善导之沐浴内 门人思虚等级路一边 碧雁雄传大唐龙新大德 湘基寺主敬业法师 林塔明并续 依湘基寺建于善导目策 及施藏于善导目于推策 施活为善导之弟子或私书者 边诸宗教藏总路卷一 东玉传登目路卷上 净土一平丁论章书目路 长安图至卷十二 大清义统治卷一八零 三、一千一百八十七 一千两百十九 日本律东森 山城人 早年出家 于元城寺 奈良修学显密二教 后来诵 专研律学 历时于年归日 见戒光寺 负载度来诵 后于太宰府 西陵寺 于京都建东陵寺 晚年专修念佛 日本正元元年世纪 世寿七十三 批四千七百零六 敬业不经 请参阅敬业账经 敬业账经 全义卷 义者不祥 约异于前秦 西秦时代 三百五十一 四百三十一 又称敬业不经 敬除业账经 收于大阵藏 第二十四册 本经内容分三段 各已无构光 比丘及勇施 比丘之犯淫 杀戒之因缘 阐明由一切法 本来清净之之见 根本净化业障 历代三宝记卷十三 开元世教路卷十二 批四千七百零七 静元 一千零一十一 一千零八十八 宋代森 福建静江人 俗姓杨 自博长 好前手 受巨族借后 云游诸方 初受华言于舞台成千 似学于横海明潭之门 其后海南 诗世长水子玄 听人言经 原诀经 大臣起信论 四方数学推卫 教海一龙 身欲圣龙 常主持全州之清凉寺 苏州之报恩寺 观音寺 杭州之祥福寺 为九级千秀周青镇之秘印宝阁 又主持华庭普照之善助寺 阐阳元顿及旨 神宗时 于前堂之会因寺 圣洪华言宗 时高丽之僧 统一天渡海来我国问道 执弟子里 受教于诗 出华言一宗之书 超九三亿 因一天持智 资决所疑 岁的父传于我国 一天归国后 元幼二年 1087 父浅时已经书 华言金星就三亿 馈赠于诗 诗乃见华言格安置之 一年三月 一命改慧 因禅院未交院 永为红布华言之道场 同年十一月诗祭 诗寿七十八 诗成子玄之后 正华言之宗风 实称为忠心教主 因先是为福建泉州 尽水 尽疆 人 故学者已 尽水法师 称之 这有华言望尽海 元官书超不解 华言元人论发为路等 佛祖统计卷二十九 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九 补絮高僧传卷二 世门正统卷三 批四千七百零七 净裸裸 禅灵用语 又坐赤 赤洒洒 只放下万事 身心脱落 天真独朗 无仙豪情尘之貌 一级全真露现 脱体现成 现成功案之矣 从荣禄第三十一则 大四八 二四八上 一道神光 上铸天 下铸的 初步附藏 净裸裸 赤洒洒 超见元也 适而摩世 批四千七百零七 净犯王 净犯 犯名阿托德纳 巴黎名撒德纳 因一手图陀纳 书头坛纳 月头坛 月头坛 又做白晋王 真晋旺 中印度加皮罗 范卡普拉夫斯图 之臣主 佛陀之身父 其子南陀 孙罗罗皆为 佛陀之弟子 据启示经卷十载 净犯王为狮子贾王 范S.I.哈赫努 之长子 巴黎文大使 Mah V.A.S.A. 二 即梵文大使 Mah V.A.S.T.U. 二 以摩耶 巴M.Y. 即摩赫波蛇波提 巴Mah P.I.P.A.T. 为王之妃 佛陀及摩耶 所生 往晚年孤寂 后一前成归一佛陀 成为佛陀及其弟子之外护者 七十六岁 依说九十七岁 世世 净犯王班涅盘金载 佛于王陵中之计 归家皮罗臣 后表孝义 又砸宝藏金卷义王子 以肉继父母缘 大方便佛报恩金卷 以孝养品等君载 有王之过去本身 佛本行及经卷五贤结王种品 仲许摩赫地经卷二 太子瑞印本起经卷上 P.4708 净犯王班涅盘金 全义卷 留宋举渠经深义 右座净犯王涅盘金 净犯王金 收于大正藏第十四册 本经系记载 佛陀及南陀等位 净犯王送藏 以彰显孝道 并向诸人教世世皆无常 苦、空、无我等法 P.4708 净犯王涅盘金 请参阅净犯王班涅盘金 净犯王金 请参阅净犯王班涅盘金 净犯4 位于浙江航县南郊之南平山 我国武山之一 系后周显得元年 954 吴月望前红涕所创建 初称会日永明寺 并自渠州迎请到前前来住持 为开山第一祖 道前拟住十八罗汉相 尚未禀名 王吉梦十八巨人 乃住陈奇志 见罗汉堂安置之 北宋建龙二年 961 道前世纪 王李寝陵影寺之 严授住持本寺 严授居此十五年 大正法雷 皆化图众 度弟子一七零零人 为七众受菩萨界 日课一零八见佛事 日夜称弥陀名号十万身 得化洽于海内 是称永明严授 王位设香炎殿 以愁其志 严授并转宗敬路一百卷 于寺内建一堂 称宗敬台 又称宗敬堂 宋太宗时 改称寿宁禅愿 后又称敬慈寺 其后悔于火 南宋高宗重剑 更肃五百罗汉 明洪五年终柱一句终 称二万经 终身洪亮 远彻山谷 此及西湖石井中之南平晚中 日森陈寻 于其参天台舞台山计卷役中 续集本寺状况时 未有五百罗汉院 九仲石塔 每仲皆刻有五百罗汉 等 颇为壮观 后有元赵宗本 大通善本等人 至此大正禅风 四门凡心 又有法真首一 与其同志及信徒 以金、银、珠、珊、珊瑚、琥珀、车渠、马等七宝造立弥陀佛像 明万历二十年 一千五百九十二 朱鸿曾驻西开法 本寺后京清顺至 康熙 雍正重建 以契于京 有大殿 宗敬台 严寿木塔 与景存五级之七级砖塔 雷锋塔 等 宋代之五百罗汉塑像 今已不存 永明道记 传法正宗记卷八 宗门统药续集卷二十 古经图书集成神义典第一一零 直方典第九四八 批四千七百零八 敬辞药语 凡二卷 明代古山元贤传 收于万续藏第一零八册 收集有观念佛 放生之药语而成 敬辞 戏曲自其诗文古广应之言好 此书依之而立敬 此二门 前者阐明念佛三昧之解行 后者则戒杀身 劝放生 原贤参业广应 寿云七诸红之戒本 秉其禅 敬 借一智之说 倡导以念佛三昧总赦万行 以杀身一戒为众善之手 禅祖念佛即卷下 P4709 敬流离世界 要施如来之净土 又坐敬流离世界 或称要施净土 盖此世界以流离为地 或以此世界及其教主本身皆清静如流离 故有此称 要施流离光如来 本愿功德经 大一四 四零五上 东方去此过时情加沙等佛土 有世界明镜流离 佛号要施流离光如来 应正等觉明行圆满 同经十二大愿中之第二大愿 大一四 四零五上 愿我来世的菩提时 身如流离 内外明彻 竟无辖慧 光明广大 功德微微 随带达摩及多亿 要施如来本愿精彩 彼佛国土无女人行 离诸欲恶及一切恶道苦生 以流离为地 陈阙 祝梁 豆拱 周扎罗网 皆以七宝所成 如吉乐国 国中有日光及月光 二菩萨为罪上手 药施如来之信仰 盛行于流颂以后 药施净土之变相 亦随之造力 敦煌迁佛动出土之古血经中 药施净土之变相 中央魏佛 左右配二菩萨 其前有奏乐五永之七胜众 正面中央立四元柱魏门 图后方左右各化一宫殿 此获及六朝之作品 英国史坦英所发现之数种变相 其中第36图 The Thousand Buddhas之编号 未彩色卷本 长约1.28公尺 获系会于唐宋之计 药施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卷上 冠顶经卷十二 P4709 静琉璃寺 日本真言律宗寺 位于京都府乡乐郡 本寺系行基菩萨奉圣五天皇之赤院所创建者 永成二年 1047亿名再度修建 全寺共四十九院 为一显秘具修之道场 本堂称阿弥陀堂 为十一间四面 四铸造 支平房建筑 共奉九尊阿弥陀佛 P4710 静影带经书 请参阅无量寿经一书 静影四 位于陕西西安 随文帝所创建 随朝统一天下后 特崇佛教 十以慧远 五百二十三 五百九十二 为中心 律学僧二百余人 于长安大兴善寺弘扬佛教 因大兴善寺狭小不夫使用 遂令渐进隐寺 五百八十七 慧远曾于此讲说涅槃经 十的论等 法化甚甚 奉斥翻译 勘定词译 并于此事迹 后世未别于庐山慧远 乃称之为静影四慧远 其后 本寺成为慧远门下涅槃教 学系学森所居之处 唐代 不空自习兰再次来华 曾于本寺从事易经工作 四经已废绝 批四千七百一十 静影官经书 请参阅官无量寿经易书 静影 一千六百一十二 一千六百七十二 明末清初曹洞宗森 江兜 江苏 人 俗姓庄 浩木堂 自圆节 是称圆节静影禅师 年二十出家 一年 往杭州报恩院李叶瑞白明雪 二十四岁随明雪禅师 以往天台护国寺 受聚足戒 并成应可 清顺至十年 一千六百五十三 驻红兹 江西 阿诺寺 立驻楚上方寺 汴山龙华寺 江南七陵寺 红兜无柱寺 李州慈云寺 宁州无柱寺 岳州云门显盛寺 天台护国寺朱沙 康熙十一年七月世纪 世寿六十一 法腊四十一 有缘节影禅师 与陆石卷形式 武登全书卷 113 P4710 静联寺 位于台湾桃园大园乡 民国四十六年 一千九百五十七 真性构建四指土地 一年开山新建 五十七年增建彼岸塔 六十二年完成印红经社 六十三年真性世纪 犹如德继任住持 六十五年创办菩提又至元托尔索 P4710 静法 又作替法 家规依佛门需剔除虚法 其后亦需按时剔净 静法之法 据四分率卷五十一载 比丘之虚法接应剔净 长度不超过二指 二个月剔净一次 五分率卷十四载 比丘尼 是插摩纳及沙弥尼半月剔净一次 超过期限 称为法长 又除了头发急须 身上他触毛发 不应剔除 静法为佛教特殊之风上 于印度之非亦甚多 据中阿涵卷五十加楼乌陀一金仔 外道基比丘等为秃头杀门 秃杀门 我国如穆子李霍论 灭霍论等 以替法未毁伤身体 不合孝道 参阅 替法 三千七百二十七 批四千七百一十 静兴寺 日本真宗静兴寺派之本山 位于高田市 青鸾在慈臣之道田禅房完成教行信正义书 开创净土真宗而大感欢喜 遂称禅房为欢喜永悦山净土真宗心行寺 略称为静兴寺 即为本寺之滥伤 弟子善性继承之 其中力多次辗转一剑 于庆长十年 一千六百一十 一致献止 寺内包括本堂 太子堂 灵妙等 批四千七百一十一 静头 禅陵中 直思清扫厕所之直称 右座清头 持静 赤修百丈 清规卷四两续张列 直杂物条 大四八 一一三三上 镜头 扫地装箱 换愁洗册 烧汤添水 须事及时 烧有狼籍 随即静置 手筋 镜筒 点简添幻 凡刃此直 皆是自发道心 森堂清规卷五载 此之不强请 交代前 为纳挂小康 于厕所曰 下次镜头缺人 如有结缘 请留方 无 这时 唐众户献开玉日 依借辣次第 请勿 古代祖师等发心入道 美自豪当之 例如雪斗重险居重时 在灵影四思辞职 故至今厕所有 雪之美称 此外 镜头居所 称镜头聊 百丈 从灵清规正义 记卷六两续章 搓壤即卷上 停讯往来 巨注超 尺速往来 安摘随笔卷十八 禅灵象器 兼职卫门 批四千一百一一 静剑 西锦仪师 身足年不祥 彭尘 江苏同山 人 俗姓众 明令仪 五威太守旦之女 又好学 早寡 西晋建新年中 三百一十三 三百一十六 文沙门法时说法 有所醒悟 岳佛精通其幽止 当时我国比丘尼法 尚未具备 曾拜叶西域沙门至山 请问比丘尼法 遂替法出家 从和尚寿十戒 为我国尼众之使 于健康功臣之西门 迎建竹林寺而居之 申平元年 三百五十七 礼请谈摩羯多于洛阳 建立比丘尼戒谈 诗与同志三人 共受巨族戒 结摩之日 一相吩咐 何众闻之 莫不心探敬仰 生平末年世纪 世寿七十 比丘尼传卷 以佛祖统计卷三十六 批四千七百一十一 敬会法眼禅师 宗门十规论 请参阅宗门十规论 敬灿 一千六百 一千六百五十八 明代曹洞宗僧 精灵人 俗姓朱 好翻光 是称翻光 敬灿禅师 母孟僧而誕 又为道士 后转头佛门出家 网参瑞 白明雪禅师 一日藕文述果坠瓦之声 而大悟 的蒙应客 清顺至三年 一千六百四十六 即汴山法席 晚年主持苏州 姑苏之金仙寺 后为华陵寺第五代主持 顺至十二年世纪 世寿五十九 四法弟子二十余人 正元略级卷七 五登全书卷一一三 批四千七百一十一 静聪 一千五百九十一 一千六百四十七 明代曹洞宗僧 德安 湖北 人 俗姓礼 是称姑衙 静聪禅师 参业瑞白明雪而得悟 并四其法 师端节高谷 慈兴皆悟 出驻于卢山 族部出户达十八年之九 弘阳禅峰不宜于立 其后中兴瑞州 江西 新昌洞山寺 清顺至四年世纪 世寿五十七 法腊三十五 五登全书卷一一三 批四千七百一十二 静慧不二 静 梵与阿达或阿达 即清静 清白静节 慧 梵与阿达或阿达 即不静 污秽不静 诸法有清静与污秽之别 然就大乘佛教思想之极致而言 一切诸法无有固定不变之实性 在静中无静之实性 在会中无会之实性 两者皆属因缘性 为空性平等 皆归入圆满之佛法真如 故称不二 为摩经入不二法门凭 中论卷四观颠道凭 批四千七百一十二 静慧四相 静慧者 乃佛说华言经时所处清静或慧恶之土 据华言经书卷一举出 静慧之四种相 即一 为染 染 即会染 佛于梭婆世界之魔截陀国等处宣说华言经 引父静香 故称为染 二 为静 静 即清静 佛于华藏世界宣说华言经 其第五有染香 故称为静 三 染静 佛随于一处宣说华言经 然因众生根基之不同而所见或染或静 故称染静 四 非染静 佛随于一处宣说华言经 大臣之机者不见染静之相 而视其为同一法界 故称非染静 批四千七百一十二 静藏静眼 静藏 范菲莫拉 格尔巴 与静眼 范菲莫拉 纳拉 之并称 乃要王 要上二菩萨过去 因为时之名 具法华经卷七妙庄严 王本史品在 于无量无边不可思议 阿森只劫之过去世中有佛 明云雷因素王华智 于其教法中有王明妙庄严 王之夫人明静德 有二子及静藏 静眼 此二子久修菩萨道 具足福德智慧 通达诸三昧 常因其父性受婆罗门法而未做种种变现 令归佛法 要王要上二菩萨经 法华义记卷八 参阅 要王菩萨 6690 P4712 静眼 1639 1702 日本真言宗僧 河内 大阪府 人 在高野山出家 于人和四学习也则诸流 及其大臣而创立新安详四流 又研究各宗之教学与西潭 仪贵 有敢于戒律之衰微 遂倡导如法真言律 以其相礼之言命四位根本到场 又在江户开创陵云寺 有将军钢级等诸侯归一旗门 门下有契冲等四百余人 日本原路15年世纪 释寿六十四 这有西潭三密钞 朱真言要及等百余部 静言大和尚年谱 续日本高僧船卷一和汉三才图 汇卷六十七 P47113 静宝 一千六百零九 一千六百七十五 明代曹栋宗森 建昌 江西 新成人 俗姓欧阳 是称天于静宝禅师 年十二出家 文版身有所醒悟 参业遍山之久末大英 大英世纪后 赴拜叶宝寿山之时与明方 的应可 清顺至十三年 一千六百五十六 开法于宇航南山 立柱岳州显盛 嘉河新山 杭州紫云等道场 松丰批正 康熙十四年八月世纪 世寿六十七 法腊四十一 武登全书卷109 P47113 静觉 亦为佛之义称 心体无污染称为静 对静不迷称为觉 佛 泛明不大 亦亦为觉 佛之体清静本然 故一般已静觉为佛之义称 二 六百八十三 七百五十 唐代禅僧 俗姓为 为唐中宗树人之地 虽受恩则欲将为侯 却顿而起时 入太行山替法寿巨族界 居某禅师之旧兰若 蒙虎氏族 毒蛇熏体 或山神献果 天女散花 亦为常喜剧 曾诗是北宗禅之神秀 神秀世纪后 闻东经有玄泽者 即随从清寿指导 律夷周密 深解经典 而后于太行山林全古传 伦家诗资计 附驻长安大安国寺 入计后 涂皮于少林园赤古兰若 王维传有大唐大安国寺 自顾大德晋绝师塔明 收于全唐文卷三二七 师致立于产明北宗禅之祖统 这有著班若新经 入世弟子于七十名 伦家诗资继续 胡适 收于校勘堂 写本人家诗资继 禅宗史研究 与景博寿 三 九百九十二 一千零六十四 北宋天台学森 扎川 浙江无新县 人 俗姓江 名人月 自济静 字号前夫 四号 静绝 曾师是四名之礼 十余年 揪其运傲 及至山家山外论 政见激烈 师辅助之礼 对抗山外之徒 出力甚多 后应及 燕作静世 恍若梦觉 物从来所学之非 遂头尊是门下 与之礼相辩论 自成一派 是称杂传派 或后山外派之泰斗 住持昭庆寺及时弊 灵芝 慧安 清修诸寺 幼主永家之静 设十年 大洪法化 后还乡住 祥福寺 晚年专义敬业 燃三指 供养佛 严守戒范 至平原年 安座世纪 世寿七十三 这有大论 解文十二卷 人言集解十卷 人言文句 勋文纪五卷 人言文句 发整超二卷 弥陀经书 弥陀经书 指规 金刚班若经书 实践书 杂录名义等 凡五十五卷 佛祖统统计卷 卷二十一 室门正统 卷五 批四千七百一十三 静绝院 位于台湾苗栗 福星山山腰 创建于民国四十九年 一千九百六十 东 主要建筑有设立塔 镇殿 大碑殿 大院堂等 住持至道位苗栗献师谈香人 俗姓黄 十九岁于万佛安出家 曾亲近慈行 大姓 道员 白圣 道安等佛门大德 禅境双修 经常于寺中举办佛学讲座 念佛会等 热心社会慈善事业 现任苗栗献佛教知会理事长 台湾省佛教分会理事等值 P4714 静处 静 静节 处 处会之矣 又坐静着 南海济归内法船卷一载 返水分静 处 平有二枚 静者咸用瓦瓷 处者任意间用铜铁 静水拟于非时之饮用 处水乃便利所需 静者需静首方能持之 必须安着静处 处者处首随时可执 可于处处置之 此外 有所谓 静愁 处愁 静筒 触筒 等 禅四之欲是意设有静甘以悬挂静一 处甘则用以悬挂处一 后隐身指心地静节之人未静 恶心邪念之人未处 禅愿轻规卷三书状 禅灵象气奸气雾门 P4714 引火 比喻淫欲之热情如火 若不驱除 可烧毁身心 又作淫欲火 磨喝止观卷七上 大四六 九三上 大论云 多赢者 令观九相 于原部自在 令观背舍 原部广谱 令观胜处 不能转变 令观时一切处 若有部位 令休八年 皆已不禁位出门 西至营火 大制度论卷十四 P4714 引戒 范语A Broma Karya Ferati 巴黎语Abroma Karii Ferama 为十重镜之一 四波罗伊之一 五戒之一 八戒之一 十戒之一 以不淫及戒之意 故又称不淫戒 淫欲虽不恼众生 而能细复行者之心 故佛陀智戒已尽之 具有不疲奈 队 佛陈道十二年中 弟子吴过师 至第十三年 苏正那时犯淫 遂淫戒 故此戒为佛教教团中 最初之至敬 于小臣戒 至淫戒于四波罗伊之首位 犯网本大臣戒以慈悲未先 故至于第三位 此戒一七众之别 其戒罪之相亦不相同 在家之幽婆塞 幽婆仪 仅既邪淫 于五戒中称为邪淫戒 出家之众 对总称不淫戒 但沙弥 沙弥尼 是插摩纳三众办者 不解波罗伊 而称灭并恶作罪 包其袈裟 并出四门 比丘与比丘尼二众 以戏大僧之故 犯者戒波罗伊罪 不得与他僧共住 不得一同说戒 一同结魔 摩赫僧指绿卷一四分 绿卷一大制度 论卷四十六 瑜伽师的论卷四十一 批四千七百一十四 银宫 泛名Mithana 因亦弥偷那 十二宫之一 魏臣心魏 右座夫妇宫 男女宫 夫妻宫 阴阳宫 双女宫 双鸟神主 于密教 位于北斗曼图罗第二院西方 胎藏县图曼图罗外院东方 于胎藏图像魏阅天眷属 驻外院西方 此宫之形象 于各书所载有差异 或魏男女二体 于胎藏县图中 则有二尊或一尊之说 于胎藏旧图样 胎藏图像 北斗曼图罗中 亦令有不同之说法 种子位 me 真言位 归命弥陀那 Mithana 夫妇 婆多叶 Pate 主 梭妇赫 SVH 塑药经 参阅 十二宫 三百四十二 P4715 一百一十五 淫欲 即行淫之欲望 与 爱欲 色欲 同意 圆绝精彩 诸世界一切种性 无论卵生 胎生 失生 化生 皆因淫欲而延续种族生命 绿点中以淫欲虽不恼众生 然能细附修行者之心 故佛陀至界尽知 经论中 比喻淫欲如火能烧心 称为淫欲火 或比喻淫欲伤身如病 称为淫欲病 诸法无形经卷上 千首观音大悲陀罗尼经 大智度论卷六 摩赫止观卷九上 P4715 淫欲不染 只淫欲知识相本来清净 与贪欲不染 同意 为观自在菩萨之内震 据理去世经卷下载 瑜伽广品中密 一说二根交汇 五成成大佛事 以此三摩地 奉献一切如来 亦能肃灭 从妄心所起之杂染 即正本性清净之法门 此处二根交汇 是以隐秘真指之意解之 故非指南女二根和和 乃指观自身金刚 与他身莲花和和成为定汇 是故观自在菩萨观 一切有情身中如来 藏性自性清净光明 为一切或染所不能染 由观自在菩萨加持 得离构清净 故称淫玉不染 P4715 银汤 禅灵用语 旨意浇饭或米汁粉末泡汤 做茶水之用 银 意味浇饭泡于汤中 浑浊而省至 或作饮 或以其领饮用者 银心淡薄 故称为银汤 据传洞山梁架禅师之母 于会见禅师途中去世 食粮架取其母囊中 少许米粒头鱼汤中 与大众结缘 为银汤之由来 燃洞山梁架之羽鹿及景德船登陆均无记载此事 禅灵象器兼营弹门 P4716 赢税 赢税 只服卧之税资 一正规 森应幼邪而眠 入众日用 万序一一一 四七四上 税须幼邪 不得养卧 养卫失税 复卫赢税 多恶梦 P4716 银宝剑 唐代玄葬由印度归国所经之国 约在现今帕米尔高原 Pamirs 之西南部 一大唐西玉记卷十二载 银宝剑为赌获罗国之故地 山岭连署 川田爱霞 P4716 天平庙法莲华经 樊七卷 又作天平法华经 收于大正藏第九册 随仁寿元年 六百零一 舍纳绝多语及多共译于长安大新善寺 法华经之汉一本 依经录所载 共有六亿 然仅存本经及妙法华 正法华三本 参阅 妙法莲华经 两千八百四十七 P4716 烹佛虾祖禅灵用语 于鸿炉中烹焚佛或祖师之相 与沙佛沙祖超佛乐祖等于同意 乃表示师家灵活运用之机法 亦即不至于佛祖师之形象 而体得其真实意 B 必言录录陆普赵旭大四八十九上 丽烹佛虾祖前堆送出纳僧向上 巴比P4716 尼下,系对德少高森之尊称,全称尼座下。尼,狮子之一种。 尼座,又座尼床,即狮子座,系佛,菩萨之床座,后世隐身为高德硕学之座习。 以拜福于其座下,故称为尼座下。 相当一般所用之阁下,足下。 P4716 绿兜婆,泛语ST婆之音译,又座醋兜婆,苏独婆,手斗婆。 巴黎语味TH婆,略称塔婆,兜婆,浮屠,塔。 在古代印度原围形如馒头之墓。 世尊灭后,绿兜婆不只为坟墓之义,以有纪念物之性质, 由以孔雀王朝建设许多游炼瓦构筑之塔, 埋有佛陀之遗骨,所持品,遗法等, 故建演变为圣地之标志及庄严迦兰之建筑。 其后,由以塔为中心,而兴起新佛教运动,遂发展成为大臣佛教。 在中国、日本,塔与金堂并列为重要之建筑物, 用以奉纳佛设立,为寺院之象征。 其三重塔或五重塔最上方之相伦部分, 保有印度之风格。 又为追见死者,有在细长板上, 制成如塔形之塔婆,立于目测之习惯。 四重板塔婆,称为绿兜婆,塔婆, 而在建筑物者,则仅称塔,以便区别。 书写经文于绿兜婆木板,称为绿兜婆经。 于密教,特别设立五轮形之塔, 以为大日如来之标志。 细基于五轮思想,即一切万法游地、水、火、风、 空五要素生成,依此而成之肉身,当下即为佛身。 又密教之佛,菩萨像中有以塔为三昧耶行, 或以之为持物者。 参阅,塔,五千四百二十一,批四千七百一十六。 滤钱,即举行祖师寄货各种佛事时, 向众僧木吉乡,花等公物之费用。 又做滤财。 此外,心挂搭,心规堂者墓吉乡游钱, 以表示谢挂搭,亦称率钱。 赤修百丈亲规卷二告相调, 批四千七百一十七。 理,意指道理。 即一切事物之存在, 变化所准具之法则。 可分成四种,观呆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法尔道理。 于家师的论卷三十,参阅,道理,五千六百四十六, 二,是,之对称。 指万象差别是法之本体。 为平等一如之地理。 与,理体,理性,同意。 理,具有随缘,不便二得, 即随缘而变化森罗差别之万法, 然其性则常住不便。 以其超越凡夫之相对之事, 故无法以言语,文字表现。 各宗派对于,理,有不同之阐事。 又详论此绝对性真如实相, 称为,理论,为,事论,之对称。 仅得传灯录卷二十二, 参阅,事理,三千零四十三, 批四千七百一十七。 理入,二入之一。 行入,之对称。 即身性凡圣亦如之理而不移。 据人家师资济菩提达摩张载, 理入,为极教物宗, 生性众生凡圣同一真性, 但未克成妄妇, 不能显了,若能舍妄归真, 宁住必观无自他,凡圣等一, 兼住不宜,更不随于言教, 此即与真理名符, 无有分别,既然无名, 称为理入。 又依此理入而起修行, 称为行入。 金刚三昧经卷上, 参阅,二入四行, 一百六十七, 批四千七百一十七。 理心,指众生, 佛意如之绝对平等心。 细致相对于, 心所,知心王。 人家师资济求纳巴陀罗章, 将安心分类为被理心, 向理心, 入理心, 理心四种, 而以理心为安心之穷究极致。 该书为, 大八五, 一二八四中, 四者理心, 为非理外理, 非心外心, 理及是心。 心能平等, 明之为理, 理照能明, 明之为心。 心理平等, 明之为佛心。 会实性者, 不见生死涅槃有别, 凡胜未益, 尽致无二, 理事俱容, 真俗其官, 染尽易如, 佛与众生, 本来平等一记, 批四千七百一十七。 理在绝言, 为真理超越言语思虑, 或为道理之存在, 无法用言语说明。 理, 为相对于, 是, 者, 指与宙森罗差别之现象是法的本体, 乃平等一相知理性真如。 以其超越凡夫相对性之事, 故无法以言语, 文字表达。 所谓, 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即痛于此意。 然离言语便无法说是, 故假言说, 以阐明其德性, 故有所谓, 依言真如, 乃相对于, 离言真如, 而称。 P四千七百一十八。 理事无爱观, 理, 一真法界之性, 是, 一切世间之相。 即官平等之理性与差别之事法秉然而存, 二者能相, 相成, 相害, 相及, 相非而圆融无爱。 为四法界中之理事无爱法界。 据华言法界官门所谓, 与理事无爱观开立有时门, 即, 一, 理于事门, 未能知理, 其性无分限, 所知事, 则有分为差别, 然依依事中, 理皆全, 无不远足。 二, 事与理门, 为理济于事, 而事与理, 事虽有差别, 然理无分限, 故意为成一周法界。 三, 一理成事门, 为缘起之事法无别体, 必一理而成立, 此即是懒理成。 四, 事能显理门, 为事须而理时, 故始中之理挺然漏现, 此即理由事显。 五, 以理夺事门, 为事既懒理而成, 遂令事相接近, 而唯一之真理平等显现。 六, 事能引理门, 为真理随缘而成诸事法, 致使事显而理不限, 如诸佛之法身流转无道, 而成众生。 七, 真理及事门, 为真理不在事法之外, 理之全体皆事事。 八, 事法及理门, 为缘起之事法必无自信, 故始之全体及真性。 九, 真理非事门, 为理未事之所依, 而非事事, 又理觉诸相, 真望有义, 故真理非事。 十, 事法非理门, 为事未能义, 非始所依, 又事有差别, 性与理义, 故始法非理。 其中, 出二门为事理相, 三, 四门为事理相成, 五, 六门为事理相害, 七, 八门为事理相及, 九, 十门为事理相非, 即观其意止虽不同, 然逆顺自在无障无碍, 为痛时顿起之同一缘起法。 驻华言法界关门, 大放广佛华言经书卷二, 华言经随书演义超卷十, 华言法界玄境, 参阅, 三众关门, 五百九十二, 四法界, 一千七百一十七, 批四千七百一十八。 礼句成佛, 日本真言宗所立三种极生成佛之一。 全称礼句极生成佛, 即一切众生自心中, 巨金刚, 胎藏两部曼陀罗之体, 远离因果, 法然巨族, 称为礼句极生成佛。 参阅, 极生成佛, 三千七百六十, 批四千七百一十八。 礼句是造, 礼句, 即本性, 先天具有之如实本性, 又做本具, 礼造, 性具, 性德, 此本有之性, 随因缘显现而造诸现象, 则称是造, 又做变造, 适用, 修起, 修得, 修具。 天台宗认为于一念之心, 具有三千诸法, 此即一念三千之说。 其本性缘满具足万有, 称为礼句三千, 礼造三千, 性具三千。 此礼句三千常随缘成为现象界, 有其森罗万象之差别相, 称为是造三千, 适用三千, 变造三千, 修具三千。 以上合称是礼三千, 又做两重三千, 两种三千, 依其顺次而表示其体与用。 然依依万法均具本来三千诸法而无缺, 礼句与是造之名虽义, 但两者之体为依, 故不合为六千之法。 参阅是礼三千, 三千零四十四, 批四千七百一十八。 礼门论, 请参阅英明正礼门论。 礼性, 指始终不变之本具理体。 性, 乃不代其他因缘, 无始以来, 法而存在之本具因重。 如以无常, 苦, 空, 无我等为一切法共通之理性。 磨合指观无上, 则以实性即为理性。 大制度论卷三十一, 批千七百一十九。 礼独性独, 又做礼性独害。 就提还质疑, 请观音经书中礼独之说是否为性独, 山家山外二派所起之政论。 至已于经书中解释标题, 消福独害陀罗尼为法体, 用二意, 消福独害乃阐名其用, 陀罗尼则明正体。 消福独害之作用, 有是, 行, 礼三方面, 是即虎狼刀剑, 行即五柱之烦恼, 礼即法界无何无染而染, 即理性之毒。 对此, 山外派至原以礼独, 性独二者不同, 认为真如以无名为缘而生起诸法, 诸法乃无染而染, 故称为礼独。 此独非真如性德本具, 故礼独可灭, 性独乃性恶, 无法灭除, 故不应以性恶及礼独。 山家派之礼则以其说谓别教之说, 原教则认为礼独即性独。 知礼系就礼独即性独之, 即, 自而论, 以为若所谜之法界不具三丈之染, 受勋辩造而令有三丈, 此为别教之义, 即, 之义不成立, 所谜法界原具三丈之染, 故宪三丈, 复还原本时, 亦染独婉然, 即性独, 方合乎, 即, 之义, 乃得契入原址。 请观音经书产义超卷一, 四名尊者教行录卷二是请观音书中销服三用, 天台教学史, 批4719。 理法界, 即万有皆为同一理性, 真如平等无差别。 四法界之一, 为华严宗修入无尽法界, 依次有四种官门, 理法界次于是法界, 为第二。 依华严法界官门所在, 乃三众官门中之真空官, 立有四巨石门, 即, 慧色归空官, 四门, 明空即色官, 四门, 空色无爱官, 敏觉无济官。 亦即敏觉有无之忘情, 修入真空之理。 华严经随书演义超卷移华严法界玄境, 参阅, 三众官门, 592, 四法界, 1717, 批4719。 理常卫宗, 不拘尼特定宗派之宗义, 能自由运用殊胜之道理, 以为自宗之批判者, 称为, 理常卫宗。 是轻作俱舍论, 即以说一切有不知说为主, 兼采精量不知殊胜处, 以阐明阿皮达摩之真义, 此即是理常卫宗之好使。 批4719。 理疾佛, 只虽本具佛性, 应不能乐之而轮回生死之位。 又作理疾, 理佛, 素法身。 天台所立原教六疾位之一。 从凡至圣分位六位, 理疾为初位。 所谓理疾, 以一切众生皆具中道佛性位, 此理具之位与正的究竟之佛果相即不二是未即, 如三恶道众生, 虽无一毫之善, 然本具佛性, 是未理疾, 故理疾佛为具法身之理体, 而无功德之庄严。 摩喝止观卷一下, 大四六, 一灵中, 理疾者, 一念心即如来藏理, 如故即空, 藏故即假, 理故即中, 三至一心中, 惧不可思矣。 如上说, 三地一地, 非三非一, 一色一香, 一切法, 一切心亦附如是, 是名理疾菩提心。 天台四交仪, 参阅, 六集佛, 一千两百七十六, 批四千七百二十。 理智, 道理只去之以, 于禅门, 为师家接引学人之方法, 为, 机关, 之对称。 即师家为接引学人, 以开示经论道理之方法指导之, 同于, 如来禅, 之依经教而修。 法华游义, 环悟心药, 批四千七百二十。 李海大叔, 请参阅亮李海论。 李密密教, 日本台密所立之教叛, 称法华, 华言, 涅槃等法门之用语, 又作李密教, 以此等法门乃说世俗圣义原荣不二之密密教理, 理论, 不说真言, 密应之事, 疑事, 故称李密密教。 与之相对味, 是李俱密教, 又作李是俱密教, 即说世俗圣义不二之理, 亦说真言, 密应之事。 参阅, 是密李密, 三千零四十二, 批四千七百二十。 李曼图罗, 指密教胎藏界曼图罗, 至曼图罗, 之对称。 金刚, 胎藏二部曼图罗中, 金刚界表示修身之志德, 胎藏界表示本有之理德, 故称金刚界为智曼图罗, 称胎藏界为李曼图罗。 批四千七百二十。 礼教, 亦指天台宗所立化法四教中之通教及原教。 是教, 之对称。 依所权式是礼之范围, 以欲、色、 无色三界而分界内、界外。 通教戏谈, 因缘即空, 之礼, 称为界内礼教, 相对于此, 藏教乃主说色心诸法之事相差别, 称为界内视教。 原教戏说, 圆满荣即, 之礼, 称为界外礼教, 相对于此, 别教之权是横杀无量事, 称为界外视教。 二我国教派之一, 为名墨尽是杨泽、 杨来如、 山东及墨县人, 于清代初年所创, 出称为在礼教。 该教教义系融合如是道三家之一礼而成, 重奉佛教观世因菩萨, 而尊之为圣宗古佛或老佛也。 主要教义为存天理、 崇祯礼、 敦伦礼、 实行忠孝大道。 并以, 迎道燕望久, 为信徒之五解。 该教自清初创教以来, 叠有兴衰, 主要流行于我国北方, 常被只为白连教而遭境。 民国三十八年, 该教总领政, 主持人, 赵东书于台湾副教, 创立礼教总公所, 清新堂公所, 及圣礼学院等, 积极复兴该教。 P4720 礼善, 即灭礼获之身妙善。 世善, 之对称。 细意浅身相对而分是礼。 即如以灭世恶为浅境之善, 称为世善, 灭礼或为深妙之善, 称为礼善。 据法华玄一卷五载, 江藏, 通, 别, 原四交分为界内之世善, 礼善及界外之世善, 礼善, 其中通教为界内礼善, 原教为界外礼善。 参阅, 二善, 213, P4721。 礼获论, 权益卷, 樊三十七章。 东汉末年苍吾太守木子伯, 名本作木戎, 传于三世纪间。 全称木子礼获论, 又称木戎变获。 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二册红明集卷一, 旨意融合如是道三教思想, 为我国佛教出其文献。 本书采问答形式, 论述佛教并不违背儒家与老庄思想, 对后世影响颇大, 于魏晋南北朝三教关系思想上, 由魏研究者不可或缺之典籍。 本书为我国早期论证佛教教理者, 亦为研究佛教传入我国之初其历史 有参考价值之重要资料。 有关作者及传数年代, 议论书多, 收于洪明集之理或论, 作者提为汉木戎传, 又家著, 亦云苍吾太守木子伯传。 或为古本位提木戎, 而木戎乃汉章帝时之儒者, 依其身份, 时代推之, 应非本书作者, 而东汉, 曹魏年间之木子伯是否为本书作者, 契今尚无定论。 又成书年代亦有疑议, 就近代学者之考证, 一般主张为东汉末年, 如胡适, 周书家, 于家熙, 薄熙和等人, 亦有认为乃静, 刘宋监之伟作, 如梁启超, 长盘大定等。 P4721 理智, 理乃所观之道理, 智乃能观之智慧。 真如之理与物得此理之智慧相应, 称为理智相应。 能观之智与所观之理一智者, 称为理智明和。 据舍论卷十八列举二种智, 有漏诸智称为是智, 与之相对者为理智, 即止无漏诸智。 P4721 理智, 二智之一, 是智之对称。 智根本无明, 斜剑等理或能障碍正之剑, 使不达本觉真如。 原觉经卷下, 参阅, 二障, 241, P4721 理智三昧, 于读诵理智经之仪式中, 其心静定而不散乱, 如是一心不乱以行理智经鬼之精神静定状态, 称为理智三昧。 又行理智三昧, 系属于理智, 拜智, 之一种, 故又做理智理智。 有漩, 密二行之分, 险行极独玄藏所义之般若理智分, 密行极独唐代不空所义之理智经。 P4721 礼智会, 为于密教金刚界酒会曼陀罗之西北方, 为宜应曼陀罗之行事。 宜应曼陀罗, 系为修依尊法者之曼陀罗。 宪政三昧大教王金卷八景宰金刚萨朵之宜应会, 而大日如来为果位之总得, 金刚萨朵为英卫之总得, 两者仅为英, 果日不同。 故久会曼陀罗中化有两者之一印曼陀罗。 大日如来之一印曼陀罗, 称为一印会, 金刚萨朵之一印曼陀罗, 称为礼智会, 此会之中尊位金刚萨朵, 配于四方之欲, 处、爱、 曼四菩萨、 萨吉巴供养, 四摄, 共卫十七尊。 十八会纸规, P4721。 礼去经, 权义卷, 唐代不空, 范儿莫格佛罗, 义, 全称恶金刚, 不空真十三摩耶经, 又称班若礼去经, 收于大阵藏第八册, 相当于班若经礼去分, 即班若十六会中之第十会, 大班若经第五七八卷, 礼去及道理只去之义, 乃至法身之大日如来为金刚萨朵, 范妃之法, 所说之班若礼去清净之理, 内容共有十七章, 说明密教之即义, 智法身, 为理法身之对语, 即穷尽始觉之志, 契合清净本觉之理, 而显示身心亦如之志。 金刚萨朵表示大日如来之因为, 众生本具佛性之始发, 即已出发菩提心之众生, 西称金刚萨朵。 本经义一本有五本, 唐代玄藏一大班若波罗密多经第十会班若礼去分一卷, 唐代菩提流至一时相班若波罗密经一卷, 唐代金刚志义金刚鼎于家里去班若经一卷, 宋代师护义辩照班若波罗密经一卷, 宋代法贤义最上根本大乐金刚不空三昧大教王经七卷。 前四本大体与不空所义本相同, 而法贤所义之文甚长。 本经义有不少别生经, 第一章之别生经有六部, 大乐鬼,略出鬼, 理去会鬼, 普贤鬼, 普贤金刚萨朵念诵仪, 金刚鼎普贤于家大教王经大乐不空金刚萨朵一切十方成就仪, 皆以第一章所载十七清净句作为菩萨, 说其供养念诵顺序。 另有理去经十七尊义术, 亦以十七清净句作为菩萨, 说其本事。 第十七章之别生经有五秘密仪, 以第一章所说之十七尊设于金刚萨朵, 欲, 处, 爱, 慢之五菩萨, 而说修行念诵法。 本经于密教诸经轨中, 特被尊重, 不仅于回向诸愿成就, 例行法会中常读诵, 金刚界曼陀罗中并设理去会, 以十七清净句为十七菩萨, 列于会中。 P4722 理去经法, 基于理去经之经义, 以理去经曼陀罗为本尊, 系灭罪, 习灾, 敬爱等所修之法。 关于本尊, 或为五秘密, 或为断断之尊, 班若菩萨, 出断之大日能说之尊等多种说法。 大乐金刚萨朵仪轨, 密超卷六, P4722 理去经曼陀罗, 指图会理去经各断法门之曼陀罗, 又作理去世曼陀罗, 即基于理去世而成之理去经十七段曼陀罗, 再加上说会, 而为十八会之曼陀罗。 P4722 理去世, 请参阅理去世经。 理去世经, 凡二卷, 唐代不空义, 全称大乐金刚不空真十三位耶经班若波罗密多理去世, 又称大乐金刚理去经, 班若理去世, 理去世, 收于大阵藏第十九册。 戏解释大乐金刚不空真十三摩耶经, 理去经。 理去经文共分十七章, 本书之上卷随文解释出二章, 下卷解释后十五章。 盖本书系通是说金刚顶宗根源之理去经, 故于密教教理中, 与相对于解释胎藏法之大日经书, 皆为重要著作。 真元新定是教目录卷十五, 卷二十九, P4723。 理禅是禅, 理禅, 即断境烦恼妄想之无漏禅定, 又称理定, 反之, 是禅即唯有漏定。 天台四交一级解卷中, 万序一零二, 四二上, 须知大论三僧指十六度满者, 但是是禅是至满耳, 若至数下, 亦须愿理禅至故也。 若据舍中因时已断八的祸, 竟然而有顶祸未断也, 所以只用有漏而已, P4723。 理禅是禅, 忏悔分是, 理二种。 理禅, 为, 是禅, 之对称。 又做观察时相忏悔, 即过去, 现在所做之一切罪业皆由心, 故弱了之自心本性空忌, 则一切罪服之相亦皆空忌, 如是观察时相之理以灭其罪, 称为理禅。 是禅, 又做随事分别忏悔, 以身礼拜占尽, 口则称畅赞颂, 亦则存享盛容, 披露过去, 现在三页所作之罪。 是禅波罗密次第法门卷二, 为摩经文书卷十五, 金光明经文巨记卷三等, 一大小乘之说, 分三种忏悔, 一, 做法忏悔, 二, 取香忏悔, 三, 无声忏悔。 其中, 做法, 取香忏悔属是忏, 无声忏悔则属离忏。 摩喝止观卷二上, 参阅, 忏悔, 六千七百七十二, 批四千七百二十三。 现世利益, 当义, 之对称。 于现在是受佛, 菩萨之恩惠。 一级由祈祷, 修法, 做善, 念法等, 得习灾严命除并灭罪, 乃至国家安稳等之利益。 又做献身意, 献意。 要施流离光如来本愿功德精彩, 此如来名号一经众生儿, 可消除重病, 家属资具丰足。 金光明最圣王金卷二, 三生品, 为, 讲说金光明王为妙经典, 可于其国土的国强君圣, 离病严命, 王成后非无证, 国人修行政法无枉死者, 诸天常护众生等利益。 观念法门仔, 称念阿弥陀佛, 愿生净土者, 现身即得延年转寿, 不遭久恒之难。 日本清卵义于显净土真实教行政文类卷三列举念佛行者于现身可或知十种利益, 现身十种益, 一, 民众互持, 二, 智德具足, 三, 转恶成善, 四, 诸佛互念, 五, 诸佛称赞, 六, 心光常护, 七, 心多欢喜, 八, 知恩报德, 九, 长行大悲, 十, 入正定据。 法华经卷七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冠顶经卷四, 安乐吉卷上, 批4723。 现代佛教学术从刊, 梵一零零册。 张曼涛主编。 大臣文化出版社刊于民国六十五年, 一千九百七十六。 乃慧及民国以来六十余年间, 佛教研究之各家论述而成。 内涵六祖坛经研究论集, 大藏经研究汇编, 为实学的发展与传承, 中国佛教史论集, 佛教人物史化, 佛教逻辑与辩证法, 佛教哲学思想论集等数十种, 共分十集。 即民国以来佛教论文之大臣。 批4724。 现代佛学, 为民国三十九年, 一千九百五十, 九月由大陆创刊发行之佛教刊物。 开始为月刊, 后改为双月刊。 民国四十二年六月北京成立, 中国佛教协会, 统治大陆所有佛教教团, 现代佛学岁成为中国佛教协会之机关刊物。 至1964年第六期, 即文化大革命之时停刊, 共刊行一四四期。 设置为于北京西安门大街之居士林, 社长与发行人为陈明书, 总编辑为之封法师。 其余重要参与者另有巨赞, 李继生、赵普初、 叶公措、周书家、 喜饶家措等人。 P4724 现代佛学大戏, 樊六十册。 兰吉副主编。 民国七十一年, 1982, 由台北弥勒出版社刊行。 记录一百余种佛学著述, 包括古典资料、 工具书、 基础佛学、 佛教语文、 印度哲学、 佛教史、 教义、 佛教哲学与思想、 佛书研究、 佛教文学与艺术、 名家专辑、 目录等十三类。 其中, 古典资料类收录及多真本典籍, 如朝鲜佛教史料、 叛比良论、 梵文本阿弥陀经、 出定后语等。 工具书类所收录者, 如英汉佛学大词典、 梵八藏英佛教词汇一览、 西藏大藏经总目录等。 P4724 现身镇定句, 日本净土真宗之见解。 未确的真实信心之行者, 于现身之事, 即注于镇定句之位, 不退位, 将来必至佛果。 此即所谓, 现身不退。 一即相当于日本清卵于显净土真实教行政文类卷三所说, 念佛行者现身可或十种义中之, 入正定句。 P4724 现在五果, 指十二因缘中之时, 明色、六入、处、寿等五者。 据华言经书卷三十九, 华言经随书演义超卷六十六等载, 以十二因缘配于三世因果, 即以无名语行二者为过去之因, 爱、取、 有三者为现在之因, 生、老死二者为未来之果, 十、明色、六入、处、 受五者为现在无因之生, 故称现在无果。 自一大明三藏法术卷二十一之解释, 即一、时、时者, 出入胎阿赖耶现行之时种, 其由过去无名夜行为因, 且此时与父母三缘合合, 乃有色身之增长, 此为胎中现在果。 二、明色、明,即时心, 色,即杰罗兰, 范靠劳劳, 为宁华, 胞胎, 磨之矣。 指胎中初七日之行为, 为胎内五位之一。 其珠根上未成长, 为五蕴肉团之体, 此为胎中现在果。 三、六入、六入者, 即六根、六处。 卫四七日后, 眼、耳、鼻、舌、身, 亦六根渐渐增长巨足, 因其能入于诸臣, 故称为入, 此为胎中现在果。 四、处, 为六根成就, 十月满足而出于胎中, 生根处风而知寒热, 故称为处, 此为出胎现在果。 五、受, 卫出胎之后, 朱跟领纳分别苦乐、 好物等事, 故称为寿, 此为出胎现在果。 P4724 现在是, 梵语, Pretilpendhv, 巴利语, Pakopendhv。 右坐现在, 现世, 现身。 略称显。 三世之一。 相对于, 过去世, 与, 未来世。 亦即介于过去与未来之间, 相对于尚未生起作用之未来与作用以灭泻之过去而言, 正行变爱, 领纳等作用之此一刹那, 即是现在。 经量不, 为时宗等虽主张过去, 未来无实体, 然亦与萨婆多不, 说一切有不, 同以现在为实体。 此外, 有关过去, 现在, 未来三世有各种说法, 若一刹那而分三世, 则已住, 亦二相为现在世, 若一果报而分三世, 则存于现在亦其中游生, 老, 病, 死为现在世。 阿匹达摩吉义门族论卷三, 达二六, 三七八下, 现在世云和, 达, 诸行以起以等起, 以身以等身, 以转以现转, 聚集出现。 诸位已谢, 位已静灭, 位已离变, 和和现前。 现在性, 现在类, 现在世社, 是位现在世。 据舍论卷二十, 大皮婆沙论卷七十六, 义部宗伦论, 参阅, 三世, 五百三十六, 批四千七百二十五。 现在有已过位无体, 乃针对三十有而言。 一切有不认为, 不论未来位, 现在位或过去位, 一切有位法皆位时有。 但精量不主张, 以有位, 为法于现在未时未时有, 于过去, 未来未皆无体。 此说即, 原无今有, 以有还无, 又作, 本无今有, 有以还无。 参阅, 经量五, 五五百五十五, 批四千七百二十五。 现在佛明经, 请参阅称阳诸佛功德经。 现在贤截千佛明经, 请参阅贤千佛明经。 现行, 范语, 阿比萨斯卡拉, 只有为法显现于眼前之意, 又作现行法。 说一切有不不利种子, 认为诸法系从杂乱而助之未来领域, 由因缘和合而起现行。 为时宗则主张于阿赖耶时具有生出一切法之能力, 称为种子, 自此种子产生色心一切万法, 即现行法, 称为现行。 其中, 即以种子为因相, 依因缘之故, 现行为果相。 如此, 阿赖耶时之种子由因缘和合而生现行, 即称为种子生现行, 再次由其现行法之影响, 而熏习心种子, 即心虚种子, 称为现行熏种子。 在种子, 现行法, 心熏种子三者之间, 产生, 种子生现行, 现行熏种子, 之密切关系, 互为因果, 同时完成。 一即现行由种子而生, 种子依现行熏成, 能生之种子, 所生能熏之现行, 所熏之种子, 形成三法辗转, 互为因果, 故称为三法辗转因果同时。 又于现行中, 除佛果之一切善, 前六十中叶所遭感之极烈无忌, 第八之心品外, 其余之现行, 具有能熏四亿之故, 西皆能熏本时, 第八时, 以生字类种子, 此乃相对于种子因缘, 而称, 现行因缘。 据舍论卷十九, 阿皮达摩顺正理论卷五十三, 成为石论卷二, 卷七, 成为石论数记卷三本, 参阅, 阿赖耶十, 三千六百七十六, 种子, 五千八百六十三, 批四千七百二十五。 现成, 于禅宇中, 表示现前成就之意, 即绝对真理不假造作安排, 自然呈现, 当体即是。 此外, 现成底鉴, 易语, 为一切万法现前即存在之见解。 类似, 自然外道, 所主张一切万物不一因缘, 乃自然而生之见解。 即为日常之饮茶吃饭, 或当前所有, 物, 之境界, 并非来自特别之修行或功夫, 乃自然极有。 批四千七百二十六。 现身, 以现在之身体。 二佛, 菩萨为救度众生而视现种种身体。 如现身佛, 应化身即是。 又做现身度身。 又以神通力视现种种身形, 为人说法, 称为现身说法。 就广义而言, 万法自体无言之说法, 亦称为现身说法。 即万物之当体, 能成说无限真理, 如, 西身尽是广长蛇, 山色无非清尽身。 此又称无情说法。 参阅, 应身, 六千四百三十二, 批四千七百二十六。 现果随录, 凡四卷。 清代界险记。 收于万续藏第一四九册。 细记述传者所见所闻之因缘故事。 共一零三则。 内容大多为明末清出湖州、 杭州、 辅州等江南地方 僧僧俗间之善恶果报故事。 书中特别强调念佛功德, 此外有关净土往生之思想一极浓厚。 四库全书总墓提要卷一四五世家类存墓, 中国佛教史及概论, 成员, P四千七百二十六。 宪法涅槃论, 未有关涅槃之不同见解。 乃外道所值六十二见中, 依后继, 未来, 所起之分别见。 既有五种, 故又作五种宪法涅槃论, 五宪法涅槃论。 即主张于现在之五欲自自受乐, 故此欲戒即为涅槃, 副主张色戒出禅天, 二禅天, 三禅天, 四禅天即为涅槃。 此论相当于外道十六宗中望迹清净宗之主张。 大批婆沙论卷一九九, 大臣法院一零章卷四末, 参阅六十二见, 一千两百四十一, P四千七百二十六。 宪法乐注, 泛语D.A., Dharma, Sukha, V.I.H.R.A. 色戒四等词之一, 禅定七名之一。 即一定之结果而有此称。 后法乐注, 之对称。 又作宪法乐, 宪法安乐注, 宪法喜乐注。 无学之圣者经由修善禁律, 助于解脱之法乐。 据据舍论卷二十八载, 即一禁, 无漏之四根本禁律而得现前之法乐。 大批婆沙论卷二十六列举出迦乐, 远离乐, 寂静乐, 三菩提乐等四种宪法乐注。 又此宪法乐注为宪余色戒四禁律, 不通于禁分及无色戒。 据舍论卷二十八, 大批婆沙论卷八十一, 显阳圣教论卷十九, 阿批达摩顺正理论卷七十九, 参阅, 定, 三千一百七十一, 批四千七百二十六。 现前, 泛与Pratyake, 即显现于眼前或于目前存在之意, 又称现在前。 一成为十论卷九所说, 就欲介入见道者而言, 色, 无色之上二界为不现前界, 欲介则为现前界。 对四方僧家而言, 常驻僧家称为现前僧家, 其所用之资据称为现前僧物。 又菩萨成十的之地六的, 为真如尽性显现之位, 乃隐身无分别最甚般若而令现前之皆位, 故称为现前帝。 又供养眼前之佛身, 塔婆等, 称为现前供养, 为十种供养之一。 于兽戒时, 小臣须具备现前十诗, 大臣则仅须现前一诗即可, 称为现前诗。 无量寿经卷上, 大皮婆沙论卷二十七, 显阳圣教论卷三, 南海济归内法船卷四王财森线条, 批四千七百二十七。 历史上实存之佛, 即指于印度成正觉之佛身世尊为佛保, 佛陀之正觉内容, 所说之法为法保, 修学佛所说之教并传诸后世之僧团为僧保。 教授戒文参阅三宝七百, 批四千七百二十七。 现前的梵语阿比木屈谱, 为菩萨诚实的知地六, 即此的细真如尽性显现之位, 故有此称, 又坐现在地, 目见地, 又成为十论卷九载, 现前的, 助缘起至, 隐身无分别最盛般若, 另现前故。 冷言经卷八, 参阅, 十的, 四百一十九, 批四千七百二十七。 现前僧物, 僧物之一种, 四方僧物, 之对称。 乃现前僧能受用者, 即由施主施与现前僧众之衣食等生活物质, 或以王比丘之遗物等。 摩赫僧指律卷二十八载, 属于现前僧之物有, 我施之一, 医植, 物, 物植, 食药, 前食, 后食, 多波那食, 夜分药, 十四种浆, 七日药, 苏油蜜等, 净受药, 死比丘物, 施住处, 大会, 大会中所施之物, 非食衣, 杂物, 寝食。 四分律形式超卷中之一, 又分县前僧物为县前线前物, 十方县前物。 正法念处经卷一十善业道品, 摩赫僧子日卷三, 参月, 三宝物, 七百零三, 僧物, 五千七百三十六, 批四千七百二十七。 县斑, 即不再转身, 于御界县身斑涅盘者, 为七种不骸之一, 二十七圣贤之一。 为生文四果中第三不骸果之一类。 不海果之圣者于欲界,不生于色界,无色界,知献身中,断尽于或而入涅槃 P4727 献斑涅槃,斑涅槃,入灭之意 佛陀八香成道中,是献入涅槃之香,即称献斑涅槃 又含献身入灭之意 据大日经卷六,三三昧耶品,载,于一身是献三种,即佛,法,僧,由此成立说三种成,即广作佛式,献斑涅槃,成熟众生 P4727 献其光,长光,之对称 二光之一 指佛为化益众生,应其激感而献起之光明,随激感而隐显不定 又作神通光,放光 阿弥陀经一书文持起卷中摆,方有二 一者长光,二者献起光 始终亦如,凡甚皆五,故称长光,随机隐显,有无不定,故称献起光 阿弥陀经一书,选择即决一超见文持卷三,参阅,二光一百九十二,P47728 献通甲石宗,华颜宗石宗判世之第四,慈恩八宗之第四 指晓成说甲部,成石论及其他经部之后世论师所利益 即利益不但过去,未来皆无实体,且于现在之诸有位法中意有甲有石,此等以现在法通与甲石为其宗者 称为献通甲石宗 说甲部位现在法之五运不分根境,能缘所愿不对立,直就法之自信而分类 故为十,十二处系相对于六根而立六境,十八戒乃根境相对,十境相对,跟十相对而立六根,六境,六十 而十二处,十八戒皆一能所相对而成立,故为甲 成石宗主张帝,水,火,风四大,细一色,香,为,处四臣而造,除色,香,为,处外,别无实体,故四大为甲,为四臣为实法 经量不知后世论,则以粗法为甲,系法为实,所谓粗法指山河大地等,系法指即为,山河大地皆由即为物所成,故粗法不为实 此等主张现在法或甲或使者,皆属于献通甲石宗 华盐经探玄记卷一,法华玄赞一,五教章卷上,大臣法院议林章卷三本,参阅,十宗,四百四十三,批四千七百二十八 献玉,为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二十九所说之八种辟玉之一 与解释事理时,若取现在之事时以作辟玉,称为献玉 如说众生之心性犹如弥猴,即为一例 此乃取目前一般教义为人理解之事时,即以弥猴之特性为玉,来说明不易理解之众生心性 参阅,辟玉,六千八百零九,批四千七百二十八 献至身,献至法身之意 密教金刚戒念诵法中之观想 即召入金刚萨朵,自受用至法身,于自身中,先于行者身前献萨朵之身,地观其相好 献至身之印名,印香卫,二手外腹,二拇指入掌中,以二拇指三度召入 真言卫,安,欧,归命,赋日罗萨达妇,非特拉萨佛,金刚萨朵,二,A,种子 于金刚戒修法时,行献至身印名之前,结诵五相成生官乃至拍掌之印言,为修显行者自信身,此系表示理法身之显现,其次修献至身,即观想至法身之显现,乃表示明慧于理治不二之境界 献至身之后,则修见至身印言 金刚顶巾卷下,莲华不星仪轨,金刚王念诵仪轨,李去会仪轨,P4728 现象,呈现于眼前之情况,像,称为现象 由其只看得见之情形,称为假象 对现象而言,不动不变之实体称为本体或本质,亦有视现象为本体之显现,而以本体为超越现象者 在佛教中,现象即是假有,而本体,本质称为实有,自信或本性 在为实法相宗,将作为认识之对象称为影像,其实质称为本质,而表现在现实中之现象即称为现形 无人所能见到之现象,假象,即无体随情假,妄假,实际上乃属不存在者 由于凡夫之迷情而视之为实在,此系错觉所产生之幻象 对此而言,由因缘而产生之实际现象称为有体施设假 此外,又立缘成实性,本质,本体,依他其性,因缘生灭之现象,便记所执性,迷情之假象,等三性 依他其性乃主张假有实无,便记所执性主张情有理无,皆是空,无性 缘成实性之本质,永远不变之真理,远离无人之执着,法执,我执,即超越有无相对之观念,此意为空,无性 又普遍亦如之本体称为,理,差别之现象称为,是 参阅,是理,3043,P4729 限量,泛语,Pretiake,Premi,英明用语 三量之一,心识三量之一 量,为尺度之一,指知识来源,认识形式,即判断知识真伪之标准 限量即感觉,乃尚未加入概念活动,毫无分别思维,稠度推球 等作用,仅以直觉去量之色等外境诸法之字像 如五根之眼见色,耳闻声等式 广义之限量,分为真限量,四限量两种,真限量系只为受幻象,作觉等所影响,且尚未加入概念分别作用之直接经验,四限量则只由于幻象,错觉所致,或以加入概念分别作用之认识 狭义之用法,限量一词多指真限量而言 余为时中,五时之元五境,五同元一世,五具一世,定中之一世与第八时之元诸境,均为出于心时尚之限量 英明所用之限量,唯有五时及五同元,五具一世而已 英明入正理论 大三二,一二中,限量未无分别 若有正至于色等意,离明种等所有分别,限限别转 故名限量,英明入正理论书卷上 大四四,九三中,能愿行香 不动不摇,自寻照进 不愁不度,离分别心 照服前进,明局字体,顾名限量 余家师的论卷十五 英明入正理论书卷下 英明论书明灯超卷三末 卷四本 英明入正理论书瑞元季卷四 参阅,三量 六百三十三 批四千七百二十九 限量相为过 英明用语 限量相为 泛语 Pretiope Firida 为英明三十三过中 综九过之一 为所立之宗 命题 与限量之致正相为 反而产生之过物 例如例 身非所闻 即是 盖以无人限量之事 感觉之事 知所得 身 即 所闻 知结果 故若言 身非所闻 即与无人之 限量之 相矛盾 英明入正理论书卷中 大四四 一一四中 限量体者 立敌清正法自相至 以相成宗 本福至尽 立宗以乖正至 令至那的慧真 而为限体 彼此即成 身为限的 本来共许 经随和宗所立 但言身非所闻 便为立 敌正至 顾名限量相为 限量相为 可详分为全分 一分二类 每一类 副各有四具之别 全分相为过有 为自限非他 为他限非自 为共限 巨不为 一分相为过有 为自一分限非他 为他一分限非自 巨为一分限 巨不为一分 英明论书明灯超卷三末 卷四本 英明入正理论书 瑞元季卷四 参阅 英明 2276 终久过 3145 P4729 献锐 即指显献锐相之意 如佛陀将灵教化时 放光明 大地震动等 表现出种种锐相 又就法华经续品中续数语花 放光等六锐之一段经文 而特称为献锐序 依自信法身如来之加持 而显献锐相三身 以教化为物之众生 称为献锐加持 大日经书卷一 大三九 五七九中 世尊往袭大悲愿故 忠略 助于自在神力加持三昧 普为一切众生 是种种诛去所建生 说种种性欲所移文法 随种种心形开关照门 P4730 现图曼图罗 为日本密教所特用之名词 又做随机曼图罗 相当于现代图画 意味流行于现代之曼图罗 又意味于图画中表现出诸尊尊行 及列位 狭义而言 指空海携回日本之神户寺 高雄 东寺之曼图罗 相对于此之另一系统 即原真写反日本之旧式图样 广义而言 指空海 原人 原真 宗睿所写回日本之曼图罗图 而相对于阿舍里所传之曼图罗 及经书所说之曼图罗 现图曼图罗最初指胎藏曼图罗 一般指金刚 胎藏二部 现图 一语 最早出现于日本 安然所者胎藏界世家会不同纪卷上 关于其由来有诸说 或为善无畏其请 现于空中 将知徒会者 或为龙猛菩萨开塔时 现于空中者 或以胎藏界为善无畏于空中感的 金刚界为金刚至于空中感的 又有以二部阶位不空或会果所传 P4730 现图曼图罗核 以经轨或口传等之说,便数其一同。 P4730 10. 疑犯于E.T.V.H. 为阿里、赖、耶石之别名。 乃伦家经所说,三十,之一。 盖一切诸法皆依阿里耶石而显现种种境界之乡, 故阿里耶石又称为现实。 由境中显现出色相,阿里耶石显现一切望境界之乡, 为分别事实所攀圆。 又所谓转阿里耶石可得大圆境至,即是基于此义。 伦家阿拔多罗宝经卷一大乘以信乱,二指现行之时, 由阿里耶石之种子所现行之义熟识即能熏识。 成为时论卷七,成为时论数计卷七末, P4731 宪政三显现正三昧大教王经,全三十卷。 宋代师护义。 全称一切如来真实设大臣宪政三昧大教王经, 又称宋义教王经,三十卷大教王经,大教王经。 收于大阵藏第十八册。 本经相当于唐代不空一金刚顶经所在十八会中出会之全部。 于初会,一切如来真实设教王会, 列出金刚戒品,将三世品,变调福品, 一切亦成就品,共四大品,二十六分。 四大品各有大,三昧耶,法,结魔之四种曼陀罗, 又名是四曼陀罗各有五佛,四波罗蜜,十六大菩萨,四摄,八公养等三十七尊。 P4731 宪观,梵与阿比萨玫阿,八粒与同。 意志宪前之观境。 一句句舍宗言,在剑道皆为以无漏智观四地之境, 此种观法称为圣地县观。 共有三种县观,一,见县观,即以无漏智慧于四地之境县见分明。 二,原县观,即和此无漏智慧即与此慧相应之心,心所共同原四地之境。 三,是现观,以无漏智慧即与之相应之心,心所及无表色并四相, 身,住,意,灭,等不相应法,共同对四地能作之,断,正,修等事也。 大众不以为一刹那之心一时可现观四地,故主张,顿现观。 一切有不责任为细由八人八至之十六刹那四地现观,即所谓,见现观。 据摄论卷二十三,二已有漏,无漏之智慧观现前进明了,并资助使之不退转。 据成为十论卷九,瑜伽师的论卷七十一,显阳圣教论卷十七等,此种县观共有六种。 一,思现观,与喜悦之感受,喜受,同时生起,由思维而成立,死所成,知智慧。 二,信现观,对佛法僧三宝具有有漏,无漏之决定性,可助现观,使其不退转。 三,借现观,的无漏界能除破戒之构会,使作观更明了。 四,现观至地现观,指于见道与修道能观真如本体之根本至,后的至。 五,现观边至地现观,即因现观边而起,观差别法之有漏,无漏智慧, 亦即于观真如本体,非安利地,后,更观真如之相,安利地,之见道修道至地。 此即据舍宗所谓,现观边,或,现观边世俗智,相当于在苦,即,灭三类至后感所修之未来, 毕竟不申法,世俗智,六,究竟现观,只究竟为之无漏实智。 此六种现观,后三者为现观之自信,前三者为现观据起之法。 显阳圣教论卷十六列举发起,正的,等流,沉闷等四现观, 复举施罗静,定静,见静,度一静,道非道静,行静,行断至见静等七现观, 大臣阿皮达摩杂集论卷十三列举发, 一,真,后,宝,不行,究竟,身闻,独觉,菩萨等十现观。 另据社大臣论本卷中在,身闻之现观与菩萨之现观有十一种差别, 即,一,所愿差别,二,资持差别,三,通达差别,四,涅槃差别, 五,的差别,六,与,七,亲近之差别,八,于自他的平等心之差别, 九,出生之差别,十,受住之差别,十一,果之差别。 大批菩萨论卷三,卷四,阿皮达摩顺正理论卷六十三, 大臣一张卷十二,P4731。 现观庄严论,泛名阿比斯玛LAKRA,Stra, 印度弥勒菩萨,泛名GNTHA,造 全称现观庄严班若波罗密多幽波提舍论, 泛阿比斯玛LAKRA,MMA,PROJPYRAMATOPAIDA,Stra, 又称班若经论现观庄严诵, 为大臣弥勒学之代表作, 戏略设范文二万五千颂班若, 相当于汉译大品班若经等,之纲要。 主要内容为叙述三至及八是七十亿, 即言字亦凡夫循序修持以达到成佛境地之过程。 以范文记载,共八品二七二颂。 其中八品位,一,一切相智性品, 细一发心,教授,决则之,行依持, 所愿,所期,所作,资良,成辩等, 正入佛果之次第,而说明佛之一切相智性。 二,道智性品,即阐明道智之所依, 二,圣菩萨及佛境界之差别, 身文圆觉之道,菩萨之见道修道等。 三,一切智性品,即是身文独觉之取向, 佛母之远近,有所得及无所得之所对智能对智, 菩萨加行,所观之见道等。 四,一切相现等觉品, 细阐述顺解脱分之善根生起, 圣加行诸形象,顺觉则分之过程等, 试涉一切之相语道, 修第三的一切智性之一切相现等觉。 五,顶线观品, 说似善根自性之表象, 增进,确实,即心安住,能, 所执之二种分别,所对智能对智, 无见三摩地等, 已是由圣进道书圣边际所证之顶现观。 六,次第现观品, 细明六波罗密多,六随念, 即一切法无性自性觉等 十三品性之次第现观并其因。 七,一刹那现观品, 是说由一切法非亦无漏之一刹那相等之四差别相, 一刹那现起所证之法。 八,法生品, 细分别法生、自性生、受用生及化生。 八品中, 于初三品令辨之一切智性, 四四品为令于一切智性的自在而说加行, 中品产说由加行可达到佛果。 标题, 现观, 即分明觉悟之意, 意味正的觉悟之过程, 语, 道, 范MRGA, 未同一语。 有关此论传作之由来, 据诗子贤, 范Huricadra, 八千颂班若士论载, 班若波罗密多经众说之处颇多, 或虽无众说, 但意义甚深难辨, 无者因苦于了解经义, 故弥勒菩萨为无者解释般若经而造此论。 本论之内提有, 圣弥勒尊造, 之语, 遂被认作弥勒所作。 词论经由法尊法师异处并注解。 但词论在印度及西藏古来就被重视, 依据词论而注视二万五千颂班若及八千颂班若之著作甚多, 西藏大藏经丹珠耳中收有二十亿种。 印度哲学研究第一, 迪远云来文集, 东北帝国大学西藏大藏经总目录, C. Bendall, Catalogue of the Buddhist Sanskrit Manuscript in the University Library, Cambridge, Oberm Miller History of Buddhism by Bulletin, Stone, P4732 现观边, 梵语, Api, Samiantica, 指于见到现观之后感所得知识俗致。 据小陈说一切有部十六现观中, 为于苦即灭三类致之后感所得知识俗致, 称为现观边。 据大皮婆沙论卷三十六载, 于现观之苦边, 即边, 灭边得此致, 故称为现观边, 或以此为诸于家师观圣地时, 放休所得知故, 或以此致敬于现观故有此称。 义部宗伦论载, 依大众部本宗同意, 为于见到后边, 更有意刹那献起现观边至, 便知四地诸相之差别。 成为十论卷九所列六现观中之现观边至地现观, 则细于第四现观至地现观之后所立, 称为是初世至。 又设大臣本论卷中已见到以前家行为中所修明的, 明增, 应顺及无见等四种三摩地, 亦称现观边, 盖以其境见到知现观故。 大批婆沙论卷三十六, 巨舍论卷二十六, 亦部宗伦论数计, 成为十论数计卷九末, 参阅, 现观, 四千七百三十一, 批四千七百三十三。 略三宝, 为禅灵颂唱之一事。 于唱颂回相祭之终了时, 所颂之, 十方三世一切佛, 诸尊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等于, 十方三世一切佛, 相当于佛宝, 诸尊菩萨摩赫萨, 相当于僧宝, 摩赫般若波罗蜜, 相当于法宝, 故称略三宝。 又于祝圣时, 诵唱, 金刚无量寿佛, 仁王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等于, 亦相当于佛, 僧, 法三宝。 其明庆之法, 十方一下, 诸尊一下, 摩赫般若一下, 以分别三宝。 禅灵象器兼讽唱门, P4733。 略中说广, 即说明简略之事, 而以广博之话语显示。 与, 广中说略, 相对。 北本涅槃经卷三十三, 大一二五六四上, 云和名为略中说广。 如告比丘, 我今宣说苦, 即, 灭, 道。 苦者, 所谓无量诸苦, 即者, 所谓无量烦恼, 灭者, 所谓无量解脱, 道者, 所谓无量方便。 此即以, 无量, 之广明说明, 苦即灭道, 之简单而基本之教法。 P4733。 略字, 又作审字。 即简略文字之笔画, 或借因字代替本字。 佛典之略自始于我国。 如敦煌古写佛典章书中即有将佛写成, 菩萨写成, 无碍写成, 之吏。 日本秘教典籍之冠顶写成, 听, 原真写成, 王, 世身山写成, 一山, 等, 皆是略字之吏。 使用略字含有防止漫法者乱读之语。 P4734。 略念诵法, 即不克行广作法时, 所修之简略念诵法。 据经伦时处已鬼在, 行者应是盲修广法恐有缺漏, 或不好行广鬼者, 皆可修此法。 先杰至权应, 即圣身加持, 四成功养仪, 即便作念诵, 若时间更紧迫, 仅作至权应, 诵本尊密言七遍或三遍, 即可任意于行, 住, 作之间, 随意作念诵。 P4734。 略数金刚顶于加分别圣位修正法门经, 拳一卷。 唐代不空义。 右座金刚顶三十七尊分别圣位法门, 金刚顶分别圣位经, 分别圣位经, 圣位经。 收于大正藏第十八册。 本经产明秘教金刚界五佛, 四波罗密, 十六大菩萨, 四摄, 内外四公养等三十七尊的尊位出现之相。 卷首有序, 然无作者名, 本文中先述真言陀罗尼宗之大义, 四序世尊与毗卢浙那佛之说法的义不同。 本经最终显示, 金刚界曼陀罗之三十七尊还原于本法词, 此本法身为苏赌波法界, 流变十方法界。 此经送元二藏缺之, 为高力藏, 明藏收存。 真缘定是, 智教目录卷十五, 批四千七百三十四。 略受三规五戒并, 菩萨界, 全一卷。 唐代臣赵赞, 收于万序藏第九十五册。 本经济入受三规一, 五戒, 八斋界及菩萨界之行仪。 五戒, 八戒各设八门, 八戒之戒相细依据长找范至今, 菩萨界不设别门。 批四千七百三十四。 略教, 广教, 之对称。 又称略戒。 以示尊臣道后, 弟子为范界之十二年间, 佛所交戒之法, 即, 大二二, 一零二二下, 善护于口言, 自尽其致意, 身莫作诸恶, 此三叶道尽, 能得如是行, 是大仙人道, 称为略教。 戒律之制定, 起源于是尊因弟子随范而结为条文。 分位广, 略二种, 系应是尊臣道之初十二年, 僧众清静, 无犯戒者, 故未曾立一戒, 为说略记, 十二年之后, 弟子行法见流放义, 恶行见起, 是尊乃随缘至戒设僧, 遂有五篇七句之多, 称为广戒, 广教。 一般以七佛通戒记,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是诸佛教, 畏略戒。 又真言宗则以三平等戒为略戒。 增益阿含经卷一续品, 四分僧戒本, P4734。 略教戒经, 全益卷。 唐代益敬益。 收于大正藏第十七册。 本经记述佛佛陀简略的交界出家比丘, 应少欲知足, 断除无名, 不负其三种不善思维, 当情修习以的解脱。 P4735。 略成名术论, 请参阅大臣百法名门论。 略说教戒经, 请参阅仪教经。 略论, 请参阅略论安乐净土义。 略论安乐净土义, 全益卷。 北魏谈软转。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七册。 略称安乐净土义, 安乐图义, 略论。 相对于, 广论。 本书略说三经一论之广义, 论安乐净土之乡及其声音。 由六个问答构成, 一, 安乐净土之形成, 并确立不设属欲, 色, 无色之三界。 二, 说果上之别乡, 举诸种庄严功德。 三, 三倍九品之分别。 四, 胎生者之相。 五, 胎生者不了佛制, 起疑惑。 六, 明示十念相续法。 一集第一, 第二问是能化之因果, 第三问答以下, 便众生之果相。 诸书有礼书一卷, 庙观, 同建文一卷, 圣观, 聚解二卷, 至极, 等。 联盟类聚经级录卷上, 净土真宗教典至卷一批4735。 略诸经论念佛法门往生净土集, 凡三卷, 经残存上卷, 唐代会日传集, 右座净土慈悲集, 往生净土集, 慈敏三藏文集, 慈悲集, 收于大正藏第八十五册, 戏远引诸经论赞西方净土之文, 以劝说念佛往生。 聚卷上归禁忌所在, 戏未怜悯一切众生, 无名复兴迷于净土, 练者三界不求往生, 六道轮回漂流生死, 未思颠倒无性凡夫, 及诸经论净土法门, 编成三卷。 又认为若不摧邪难以显正, 故立宗者, 先破后立, 因而出卷先续一剑, 以教及礼竹浅之妃, 第二卷广引圣教, 成立净土念佛正宗, 第三卷会是诸教古今一致, 效量诸行出离池集, 由上述族见全集, 只去所在及各卷之概要。 其中所谓, 意见, 即止禅师, 特至南宗禅诸家, 之说。 所影经典有无上一经, 涅槃经, 维摩经, 法华经, 月灯三魅经, 大宝基经, 净土三部经, 华严经, 观佛三魅经, 文书班若经, 金刚班若经, 佛报恩经, 金光明经, 造相经, 菩萨戒经, 伦家经等。 本书系宋代元兆所开版流通, 然据佛祖统计卷四十六载, 当十四名, 大眉山, 法英等十八人提出抗议, 以致认为本书为元兆之伟作, 乃甲集劝修敬业之名, 而毁谤禅宗。 后于少盛四年, 一千零九十七, 奉赤会版。 支援集卷下, 元兆, 东玉传登目录卷下, 净土真宗教典至卷三, 朝鲜佛教通史中边, 李能和, P4735。 碧利多曼陀波法会, Puritamanappa, 为西兰佛教法会之一。 又称节坛祈祷。 多行于喜事, 丧事或重要节日, 纪念日。 排场盛大, 先至一清净坛场, 于黄昏时, 由十数比丘座坛内诵经, 轮班念至一日清晨, 将预设至备夜经诵完后, 比丘将预先备好之线细于信徒壁上, 以维护身之用, 并使之分饮潭上瓶内之清水, 以祈求身心清净。 P4735。 币俊辉, 1902、1982, 广东花县人。 早岁清净辞行, 归依未坐下弟子, 法明在行, 自自在。 必身致力于佛教教育及社会福利工作。 创办菩提学校, 发扬佛教社会教育, 并编有中英文佛学教科书。 历任新加坡佛教总会, 佛教师诊所, 文书中学建校委员会等佛教团体要职, 及社会福利部属下各慈善机构要职, 并创佛教友谊会新加坡区分会, 以联络国际佛教, 对新加坡之佛教发展, 贡献输多。 P4736。 B宿, 范明Roy。 二十八秀之一。 位于密教曼图罗外院西方或外院东方。 又称师卢系, 鲁锡尼, 牧者, 常养素, 常玉素。 巨素药精载, 此星秀有五星, 我国以此星秀有八星, 属于蛇底神, 范Prachpatty。 其形象, 于胎藏县图曼图罗中, 位右手持莲花, 花上有赤珠。 三昧耶行位连上星。 硬气则用二十八秀总印。 真颜位, 归命鲁锡尼, Royne, 纳奇叉多罗, Naketra, 素, 梭富赫, 或用二十八秀总咒。 佛母大孔雀明王金卷下, 舍头剑太子二十八秀金, 塑药金, P4736。 毕灵家婆戳, 犯名Pailimda, Fatsa, 巴黎明Pailimda, Fatka之音译。 右座毕灵家伐戳, 毕灵陀婆戳, 毕兰陀罚戳, 比利陀婆者, 毕纳戳, 略称毕灵家, 毕灵。 右座毕汉文并举, 称为毕灵陀子。 异议于习, 二口。 一八立文Paramatha, Deepen, 小不诸经之著誓书, 载, 毕灵魏舍魏臣之婆罗门种, 初学隐身咒, 的名声, 后遇佛, 施其咒吏, 遂出家为佛弟子。 增益阿含经卷三弟子品味其言语粗犷, 不必尊贵。 大智度论卷二载, 毕灵曾渡恒河启时, 应骂恒河神, 神智佛所告此事, 佛使毕灵向恒河神颤谢。 并为其因五百世以来生婆罗门家, 常自娇贵, 清贱于人, 故为本来所习之口言而已。 盖, 于习, 又有, 恶口, 之称, 细基于此。 幼师亦擅长神通, 有不疲奈耶卷五载师曾以神通力救助其被截夺之身。 有不疲奈耶要是卷一为其身患诸疾。 摩赫森指律卷二十九, 法华玄赞卷一, P4736。 毕竟, 毕竟, 泛语, Agenta, 又坐就静, 至静, 即究极, 至极, 最终之矣。 远离烦恼污染之绝对清静真理, 如涅槃, 石像, 空性等, 称为毕竟静, 佛为众生就静之所归一处, 故称毕竟一, 绝对空称为毕竟空, 佛所正位究极之物净, 非他所能类比, 称为毕竟诀, 亦同无上诀, 就静法界理性之智慧, 称为毕竟智, 宇宙万有时为空无, 故中无常住, 称为毕竟无常住。 北本涅槃经卷二十七, 卷四十, 住为摩经卷十, 往生论住卷下, P4736。 毕竟一, 亦诸佛之德好, 毕竟, 即究竟, 佛为众生就静之所归一处, 究竟亦成宝性论卷二, 大三一, 八二六上, 一于是帝是宪明说, 立三归一, 此明何意, 既言, 可舍及虚妄, 无物及部位, 二重法及森, 非究竟归一。 央觉摩罗经卷二, 二阿弥陀佛之德好, 如赞阿弥陀佛记, 大四七, 四二一上, 清净光明无有对, 故佛又毫无对光, 欲思光者夜戏除, 事故积首必尽一, 此概取诸佛之通称, 以为弥陀之别称。 批四千七百三十七, 必尽空, 犯于Agenta, 尼阿弥陀佛, 又坐至尽空, 十八空之一, 意止诸法究竟不可得, 意及以空破诸法, 始无遗余, 不值余遗物, 幼大制度论卷三十亿区别, 毕竟空与信空, 未毕竟空未无有遗余, 信空则是本来常耳, 毕竟空多为诸佛所行, 信空则为菩萨所行。 意及以空破诸法, 毕竟不值余遗物, 三世清净, 未毕竟空, 一切诸法自信空, 众缘何何似未有, 若离众缘, 其信不可得, 是未信空。 中观论书卷一末是必竟空未, 众生信边亦如虚空, 其中无生死往来, 亦无解脱者。 以生死本自不生, 故无往来, 既无生死之往来, 生何所灭, 故称为涅槃, 故无解脱。 所以生死涅槃必竟皆空, 故一切无生。 又涅槃本自不生, 生死亦本自不生, 故称一切不生。 必竟空者, 若有生有不生, 则非必竟空。 以一切无生, 称为必竟空。 大品般若经卷无问成品, 解身秘经卷三, 便中边论卷上, 十八空论, 参阅, 十八空, 三百五十三, 批四千七百三十七。 必竟空行, 即断离空, 有二边, 驻于真空观。 此系清凉成观国师, 依法华经卷四安乐行品, 所立四安乐行之一。 以修此四行能去涅槃, 深境神定, 故称安乐。 必竟空行, 即以法华经所在之行处, 禁处皆归于空。 行处, 只观照理, 如理而行, 禁处, 只复观一切法空, 即禁于理。 行处, 禁处中归于空, 故称必竟空行。 华言经书卷二十八, 批四千七百三十七。 必竟禁, 即涅槃, 十相等真理之一称。 涅槃, 十相离一切烦恼业苦之污染, 就禁清净, 故此称。 又细就禁至极之清净, 故永久不变之清净。 探玄记卷十二节是 就华言经卷二十五所说之 禁净, 为涅槃果之乙。 往生论住卷上所谓 必竟乐大清净处, 为往生安乐世界正灭盘妙果之乙。 大度论卷六十三, 批四千七百三十七。 毕竟无, 只外在世间绝对不存在之现象。 如兔之脚, 龟之毛, 推揪其世相, 毕竟未虚妄不实之事。 不同于, 毕竟空, 毕竟空系就宇宙时相而言, 且并非否认万法之存在。 为食数计卷二本, 批四千七百三十七。 毕竟断, 损服断, 之对称。 未经量不所利, 即依无漏道之利, 断灭烦恼种子, 令不再生。 此意与损服断之暂时压止烦恼种子, 处缘能再起现行。 批四千七百三十八。 毕罗耶纳, 泛名Pipo YNA, 即止摩赫加叶, 为佛陀十大弟子之一。 以加叶诞生于毕罗树下, 故称毕罗耶纳。 或传说加叶之父母祈祷毕罗树神儿得子, 故以庶名称之。 法华文句卷移, 参阅, 加叶, 三千九百六十九, 批四千七百三十八。 毕罗窟, 泛名Pipo, 哥, 巴黎明Pipo, 哥或Pipo, 哥。 乃位于中印度王舍城附近之石窟。 右座兵波罗窟, 背罗时势, 毕波罗岩石窟。 略称毕。 以此窟上有毕罗树, 或毕罗为大家叶之名, 因大家叶与此处有很深之因缘, 故有此称。 大家叶曾离病于此, 闻佛陀说法后使全欲, 亦曾于此作禅, 知悉佛陀入灭。 据高森法显传载, 佛陀美于时候在此作禅。 大唐西玉记卷九载, 习定比丘多居此处, 此处并常出现怪异龙、蛇、 狮子之行, 见者心多发狂乱。 据传, 佛陀入灭后, 大家夜宇五百比丘于该处举行第一次经典节集。 又关于节集之会处, 有多种说法, 此为其中之一, 然一般多主张于七叶枯节集。 据近代学者对毕罗窟之考证, 为山城, 旧王舍城, 北门之西有皮婆罗山, 北帕拉, 非大唐西玉记所载之皮部罗山, 沿山北面向西行, 临北见有一洞穴, 为古代经遗迹, 相当于大唐西玉记所载之阿塑洛宫, 时势可能住于洞穴之前。 阿玉王经卷九, 印度佛纪时写解说, P4738。 毕罗树, 梵与Pipola, 巴利与埃斯特, 意义吉祥。 略称毕树。 其果实称为毕罗, 故称毕罗树, 未产于中印度及孟加拉之桑科长绿桥木。 又以世尊于此树下沉等正觉, 故一般称为菩提树。 参阅, 菩提树, 5208, P4738。 毕塞尔, 毕塞尔, Karl Richard, 1849, 1908, 德国之印度学学者。 生于波兰布勒斯劳底。 1875年, 任基尔大学教授。 1885年, 任教巴黎大学。 1902年, 转柏林大学。 主张以语言学之观点解释印度学。 其代表作为文法书Grammatic Derpyocrates Prachin, 1900, 系有关地方语之研究集大成者, 位具有极高学术性价值之权威书籍。 其后刻死于印度马德拉斯。 P4738。 书, 易经论著是书之通称。 又作译书。 盖佛经义理忧生, 若不书觉开通则不义起悟, 故须依文义解之, 分别指去, 觉则胜裂, 使无诚挚。 如东晋竹法崇之法华译书, 竹道生之法华经书等君事。 又注解书文者, 称为超、超、超略之义, 随顺本书略加解释, 使经书妙义了然一解。 阿弥陀经书抄演义卷一二法会时, 于佛前表白发愿义去。 又作宣书。 如开白书、 结会书等。 禅愿清规卷六中严斋, 万绪一一一, 四五四下, 法式畅礼, 为纳宣书, P4739。 书子, 宣宣佛祖或高森大德之表白文。 世事要揽卷上, 大五四, 二七六中, 书子, 及诸佛之文也。 盖通施主经臣之义也。 夫注词不敢以小为大, 故修辞者必须确实, 则不可但鬼望, 自宜一七。 禅灵中常于请明得任住持时, 有造书以续恳切情怀之风习。 又由寺院叙述劝请明得前来住持之文书, 称为山门书, 智书赫心命同门人入院之书, 称为同门书, 旭灵境诸山新著持入寺之书, 称为诸山书。 上有江湖书, 道旧书, 法卷书, 方外书等。 赞叹佛祖, 高森明得知言语, 称为书语。 禅灵象器兼文书门, 赤修百丈清规卷一圣节, 批四千七百三十九。 书山, 一位于江西府州府京西县西北方约二十九公里处。 又称山。 山中有书山寺。 书山原为唐代尹市和仙周之尹七读书处, 称为书山。 唐末中和年间, 八百八十一、八百八十四, 洞山梁架之法寺书山匡人, 始于此见寺、赤寺、白云、之鹅。 南唐时, 改称为书山。 二指唐末书山匡人禅师。 参阅, 匡人, 两千两百零一, 批四千七百三十九。 书山有据无据, 禅宗公案名。 细叙述唐末森书山匡人先后参业长庆大安, 雾州、浙江、 明昭德谦, 德山宣建之曾孙, 以左眼师名, 故称独眼龙, 二禅师, 依此因缘所引发之公案。 又坐山有据无据, 书山有无, 书山不丹。 书山特制福周围山参学大安之, 万婿一三八, 二四一下, 有据无据, 如藤以述, 并请问, 呼欲数到藤枯, 据归何处, 大安文后, 放下泥盘, 呵呵大笑而归方丈, 书山不满, 生感卖却不丹, 家财, 特为此事远道而来, 竟无所得, 大安岁主侍者与诗二百前, 并告知明昭得千可为诗点破。 书山岁往明昭处, 明昭欲为其点破, 为, 投证伪证, 只是不欲之音。 诗意不明白, 又问, 呼欲数到藤枯, 据归何处, 明昭已, 却使为山笑转心, 作答, 诗乃言下大悟, 有感而畏, 为山源来笑礼有刀。 大安所提示, 有句无句, 如藤以述, 戏表示我等知觉分别, 只不过是相对性。 针对此, 书山问, 呼欲数到藤枯, 据归何处, 此句虽表疑惑之问, 却正是诸人安心立命之真实处。 故大安放下泥盘, 呵呵大笑。 书山不明白又转往明昭处, 遂于自己所提疑问之下, 醒悟安心立命之实态。 五灯会圆卷十三, 批四千七百三十九。 书山道阿, 禅宗公暗明。 吉唐陌森书山匡人因傲慢, 恶见之罪, 而被师兄香炎智贤预言道阿三十年之故事。 道阿, 只由口吐出大便。 香炎智贤, 位为山林佑之法寺。 据景德传登陆卷十亿载, 有一森问香炎智贤, 不尊重诸圣及自己本来面目时如何, 香炎达矣, 大五一, 二八四上, 万机修罢, 千圣不斜, 书山当时在场, 作呕生而嘲笑之, 香炎向其请教, 书山反要求香炎执失礼, 香炎乃下作礼拜, 书山岁位, 何不道肯重不得权, 香炎以其恶见之罪, 预言书山将道阿三十年, 且将, 设柱山无柴烧, 净水无水吃, 其后, 书山匡人柱书山, 果如香炎之预言。 至二十七年并欲, 乃自为香炎师兄继我三十年道阿, 今少三年载, 故美至时必, 即以守绝而图之, 以应前计。 此即阐释书山于平等见解中彻物习日自傲之罪业深重。 P4740 书所愿缘, 轻所愿缘, 之对称, 为时宗所立所愿缘二种体性之一。 右座所愿缘, 与能愿之体相离, 脱障他时所辨之境即自身中别时所辨之境以为本质, 能其所虑脱之相分, 以其间阶成所愿缘, 故称书所愿缘。 所谓所愿缘, 系指无人时之间分, 能认识客观之主体, 攀缘相分, 主体所认识客观之一切境界, 时, 心时为, 能愿, 相是, 所愿, 能愿与所愿相合时, 称为所愿缘。 所愿缘, 又分为清书二种。 一, 若一事之间分攀缘自所辨之影像相分, 称为亲所愿缘。 二, 反之, 书所愿缘, 急需仗脱本质为缘, 方的身其内所托之相分, 稳至身其, 故称为缘, 见分同时亦辨内分四本质法, 故称所愿。 简言之, 若法与能愿之实体虽是相离, 或是他人心时所辨, 即自身中之别时所辨, 但仗脱本质, 不能取清相分, 故称书所愿缘。 如第八十相分所辨之山和大地, 日月星辰, 眼时仗脱此相分为本质而缘者, 即是一例。 成为时论卷七, 大三一, 四零下, 若与能愿体虽相离, 未知能其内所律托, 应知笔是书所愿缘。 轻所愿缘能愿皆有, 离内所律托, 必不生故, 书所愿缘能愿或有, 离外所律托, 亦的生故。 参阅, 四元, 一千八百三十二, 所愿缘, 三千两百五十一, 批四千七百四十。 书迷惑, 只见到所断食货中, 贪, 甜, 吃, 满四货。 巨舍家又称被丧时, 迷惑。 见到所断食种货位, 有身鉴, 编织鉴, 斜鉴, 鉴取鉴, 借净取鉴, 贪, 甜, 吃, 满, 移。 其中前五者称为五鉴。 五鉴即宜为清源之货, 即直接迷于地里而起之货, 烦恼。 贪, 甜, 慢为种源之货, 即非直接迷于地里之货, 而源于五鉴, 以所起之货, 吃, 无名, 则通于清源, 种源。 故相对于, 清, 称种源之货为疏迷惑。 巨舍论卷十九, 巨舍论光计卷十九, 参阅, 见获, 两千九百九十七, 批四千七百四十。 书勒, 泛名KHSA, 西域古国民, 又作杀勒, 驱鹿树达勒, 夹杀, 驱杀, 骑杀, 是利器利多底, 加施吉利, 可施哈尔, 异议恶性, 不正语。 或为国民乃取自国内之一山名。 约当今新疆喀什嘎尔, 自西汉以来即为东西交通之北道枢纽。 大唐西域记卷二载, 该国人性广报, 俗多诡诈, 文字取自印度。 西元三世纪请, 佛教已传入该国, 至初唐时, 见赐新龙, 以小陈教为主。 中唐以后, 因回教徒入侵, 佛教带诀, 现仅存喀什噶尔北约十六公里处Chapter, 米尔王佛四支废址, 及东北约四十八公里处Mori TM之废塔。 后勤约摩罗时曾于该国礼拜佛的阿皮坛六族诸论, 增议阿含经。 后勤智蒙法师则于此见佛陀之文石拓湖。 高森法显传叙述该国举行班遮阅诗五年大会之情形。 随代达摩及多来华图中, 于该国为森中讲, 说破论, 念破论, 如实论各两千计。 佛典中有观书乐之记载不少, 有位该国为金法龙圣边国之一, 或以该国之牛头三位菩萨之住处, 或该国为达摩波罗神, 范德马威雷之住处, 或佛曾以该国附主法色天子, 避宿, 或此处曾出现九十八佛等, 皆为其礼。 生日经, 新华严经卷四十五, 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卷中, 大放等大集经卷四十五, 卷五十五, 卷五十六, 密金刚历世经卷三, 大唐西玉记卷移出三藏记集卷十四, 旭高森传卷二, T。 Waters on Yuan Kuan, 否, P4741, 较然, 唐代森, 常成仁, 俗性谢, 自清咒, 身足年不祥, 诗之交由广阔, 与武秋山之源号, 惠基之灵彻, 以及朝中之余, 全德余等人皆相交甚善, 并曾多次为出其禅宗诸祖诗传碑文, 所传碑文既有达摩大师法门一赞, 二宗禅师赞, 能秀二祖赞, 智公赞, 大通和尚法门一赞, 赫灵和尚法门一赞, 胡周佛川四顾大师塔明并序等, 接收于全唐文卷917, 卷918, 这有筑山及时卷船市, 全唐文卷919唐湘周筑山脚然船, 宋高森船卷29, 市门正统卷3, 批4741, 蓝寺, 位于韩国中清南道浮于一幅苏山, 四约建于百计时代, 因本寺金堂之后, 有一灵泉, 其周围变生高兰草, 故称赋兰寺, 兰草乃该地区所特有之多年生草本, 生存期限可长达三十年至五十年, 故有季州岛部老草之名, 其灵泉之水据船对未尝并具有其效, 百计威德王554、597时代, 日本曾派遣比丘尼数人留学于该寺, 据日本书记, 宰苏我马子曾劝请百计森, 并请问受戒之法, 及时善性尼等留学百计, 即指此事, 批4741, 眼, 犯语CAKS, 思视觉之感觉器官, 或止视觉性之认识机能, 关于眼之分类, 有诸种说法, 一三眼, 于家师的论卷十四列举, 一,肉眼, 只能见无障碍, 显露之有形物质, 四, 二, 天眼, 除显露无障之可见诸物外, 即时被障碍不显露之可视物质, 色, 亦能看见, 三, 慧眼, 又作甚慧眼, 能透视物质, 精神性之一切道理, 二, 五眼, 大智度论卷三十三根列举五眼, 即, 一, 肉眼, 凡欲有障碍之物质, 肉眼即不得透视, 二, 二, 天眼, 能见因缘形成之诸假象, 但不见识相, 三, 慧眼, 能见空里, 燃于他人并无利益之处, 四, 法眼, 能令他人至菩提, 但不知有方便道, 五, 佛眼, 能知见所有一切, 巨大乘一张卷二十末载, 凡夫巨族肉眼, 天眼, 二, 圣修观法, 由正入物净而言, 巨族法眼, 肉眼, 天眼三眼, 若由物之作用而言, 则巨族慧眼, 肉眼, 天眼三眼, 菩萨由入菩提而言, 巨族慧眼, 肉眼, 天眼三眼, 若由菩提之作用而言, 则巨族法眼, 肉眼, 天眼三眼, 佛则巨族五眼, 准次, 依五眼之次第则分别指凡夫, 天人, 二圣, 菩萨, 佛之眼, 天台宗认为因为菩萨巨族前四眼, 至果位, 觉位, 方的佛眼, 但关于五眼之意义, 在藏通别园四交中各有异解, 在密教, 由平等立场说五眼相等, 但特众佛眼, 而家以人格化成为佛眼尊, 此外, 亦有十眼之说, 即肉眼, 天眼, 慧眼, 圣慧眼, 法眼, 佛眼, 佛正觉眼, 智眼, 智慧眼, 明眼, 光明眼, 出生死眼, 倒立眼, 无爱眼, 无畏眼, 溥眼, 一切智眼, 瑜伽诗的论卷三, 由二眼, 三眼, 增数至十一眼, 大皮婆沙论卷十三载二眼, 一, 一手伸眼, 依过去阴所感之眼, 二, 长痒眼, 防护长痒前之一手眼者, P4742, 眼目一名, 指眼与目名称虽亦, 实质尚未同一物, 即明一时痛之意, 如, 性, 羽, 体, 一切, 羽, 朱, 即是眼目一名, 据舍论光纪卷一, 卷二十, P4743, 眼瞳, 指众人一瞳处理事物之意, 禅灵象器兼眼与门仔, 众眼一瞳观而未事, 细元朝俗语, 赤修百丈轻规卷四列直杂物, 大四八, 大四八, 一一三三上, 或有遗忘食物者, 眼瞳收拾腹海, P4743, 眼根, 范语CAKR, 英德雅, 巴黎语CAKR, 英一卓, 单称眼, 为眼时之所依, 能看取色镜, 极为不可见有对, 有爱, 之镜色, 五根或六根之一, 为十二处中之眼处, 范CAKR, YATANA, 十八戒中之眼界, 范CAKR, DH2STAY, 普通所称之, 眼, 指眼球, 然于大皮婆沙等经论分为二种, 为可见而由筋肉所组成者, 为浮根, 浮成根, 对此, 不可见而有能见之作用者为眼, 称为圣意根, 其中, 浮根以四成位体, 为可见有对, 圣意根以清净之大众所造之色位体, 为不可见有对, 关于眼取镜时, 是眼时能见色, 或眼根能见色等问题, 历来有四种说法, 而以其中之, 根剑, 为大皮婆沙论所认可, 故于论中一一平破其他三说, 即, 一, 根剑, 为是有所主张, 称为, 根剑家, 为眼根观照色镜之利用, 称为剑, 眼时则仅能了别眼根所观照之镜, 若为眼时能见色, 则时未无障之法, 故应可见被障必于壁外之镜, 然其时剑既不能成立, 此即为, 根剑, 之证明, 即根位有障, 有对之法, 故不能见被障之色, 二, 时剑, 为法就所主张, 若为眼时可见色, 时应有剑香, 然时无剑香, 故时剑之里未飞, 三, 根时相应之会见, 若未根, 时相应之会能见色, 则与耳时相应之会, 亦应闻生, 然会无闻香, 故会见之里飞, 四, 根时何何见, 若未根时何何而见色, 应于一切时皆能见色, 已无时不何何, 故离未飞, 对此根剑或石剑之问题, 大臣为时主张根时何何见, 盖为时宗认为一切诸法皆为第八时所变现, 而无小圣所说的由即为所成之根境, 故认为根仅具有时所借以攀缘而变现, 静之功能以外即无其他功能, 又诸经论关于眼之种别, 亦有多种说法, 或未一熟生, 长养二种, 或说三眼, 四眼, 五眼, 十眼等, 瑜伽师的论卷三对于眼之种类, 记载最详, 论中有一种, 能见之眼, 增数至过去眼, 现在眼, 未来眼, 内眼等之时一种眼, 杂阿含金卷十三, 大皮婆沙论卷十三, 巨舍论卷二, 大制度论卷三十三, 大臣法院议灵章卷三本, 参阅, 眼, 四千七百四十二, 眼十, 四千七百四十四, 批四千七百四十三, 眼疾病陀罗尼经, 全译卷, 唐代不空译, 全称能尽一切眼疾病陀罗尼经, 收于大阵藏第21册, 本经技术静眼陀罗尼之功德, 即有一世种名为奇晒魔家, 身性三宝不宜, 因眼疾, 意念如来, 其愿涉护, 清静其眼, 世尊遂令阿南陀网世种处, 以静眼陀罗尼加护比眼, 令离疾病无够异, 批四千七百四十四, 眼镜, 一千八百九十八, 一千九百七十一, 台湾台南下营人, 俗姓林, 法号正法, 自眼镜, 年十三, 投杰元和尚为师, 受戒后赴台北灵纪中学灵, 日本京都灵纪学院, 国内闽南佛学院深造, 学成后, 即陈诗志, 主持台南竹寺, 洪 法度众, 曾创办佛学书院, 培育僧才, 历任台南开元寺, 男子慈云寺, 北港朝天宫, 台南不西省住职, 民国六十年世纪, P4744, 眼睛, 禅灵用语, 抑制眼光敏锐, 比喻有作为, 有气概之貌, 禅中, 转至名便是非, 得施之意, 又称眼里, 里, 有经, 为, 眼里无经, 之对称, 从容录第九十三则是之为, 辨别是非, 明了得施, 闭言录第六十六则, 大四八, 一九六下, 当时若有蝎子眼睛, 便解瞥得去, 岂不快哉, P4744, 眼搭痴, 禅灵用语, 原指眼中黏着眼使之意, 禅灵中, 转至执着几剑, 不离小剑, 加太普登陆卷十五, 万序一三七, 一一九下, 脚肠和胃苏烙, 虾蟹游字眼搭痴, P4744, 眼痕鼻直, 禅灵用语, 眼痕裂, 鼻直挺, 比喻如石之剑, 与花红柳绿, 同意, 盖止蜜道不必其欲, 只需看取本来面目, P4744, 眼药, 修行蜜教者为除卸带昏神, 于眼部所图用之药物, 苏西的杰罗金卷下原被成就品, 载其和药法即佛, 莲华, 金刚三部之眼药真言, 以真言加持药物, 或加持水用来洗眼, 眼药之作法, 取痛量之苏鲁多, 安善纳, 色沙蜜, 龙脑香, 碧拔, 碧波, 婆罗门桂, 丁香皮, 德罗香, 德加罗香, 自身石蜜, 倒筛成粉末, 以马口末香和细盐, 附送真言百变加持之, P4744, 眼食, 范语CAKR, FHNA, 巴利语KK, 6A, 即以眼根位所依, 勒别色净之时, 随根而立名, 五时之一, 六时之一, 十八戒之一, 眼根虽有二处, 眼食则为一, 大皮婆沙论之正义, 以眼根能见色, 而立, 眼根见, 之说, 法就主张眼食能见色, 而立, 眼食见, 之说, 为食家则利, 跟食和和见, 之说, 其中, 有不宗之本义, 是称眼见家, 对此, 大众不法就等论师则称为食见家, 为食家以万法为为食所变现, 眼食与色之相分相合, 产生分别, 故其实显现四色之时, 大皮婆沙论卷十三, 卷七十一, 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卷二, 成为十二十论数记卷上, 参阅, 眼根, 四千七百四十三, 批四千七百四十四, 眷属, 范与佛瑞, 八粒与童, 眷位亲爱, 鼠位隶属, 指清静, 顺从者, 大致度论卷三十三位佛陀有大眷属与内眷属, 内眷属指其出家以前车逆, 曲皮耶等人, 以及苦行十之五人给事, 得到十之阿难等, 大眷属则指设利福, 目间连等诸圣, 及弥勒, 文书施利等诸菩萨。 善导将佛陀之眷属分位在家, 出家二种, 佛陀有博, 殊四人为在家者称为外眷属, 佛弟子为出家者称为内眷属, 为若广义言之, 则凡文道受教者均为佛之眷属, 又随陀无漏尽会必起之心所及四相, 亦称为眷属。 八粒律藏分位五部分, 其中最后部分, 亦称为眷属, 亦积律藏之补夷。 观无量寿佛经书卷二, 法华经玄义卷六下, 法华玄义士千卷十三, 大日经书卷一, 批四千七百四十五。 眷属功德, 极乐净土二十九种庄严中, 国土十七种庄严之一。 往生极乐净土为弥陀眷属之诸盛众, 皆由弥陀之正觉华化身, 一味平等, 无忧烈不同, 具有此等功德庄严之国土, 称为眷属功德。 往生论柱卷上, 大四灵, 八三灵中, 使我国土西于如来净华终身, 眷属平等, 予夺无路, 其此净土之原因, 细无人之世界, 由千差万别之杂染业所感, 故脱身之处不尽, 幽劣不同, 悲喜苦乐依之而起。 阿弥陀佛怜悯之, 乃成就此庄严, 令往生者皆由清净无漏之莲花中化身, 更无忧烈不同。 往生论柱卷下, 净土论, 天青, P4745。 眷属地狱, 指八热地狱各有十六处附属小地狱。 众生受必根本地狱之苦后, 隐于罪而至眷属地狱。 既一二八处眷属地狱, 若加根本地狱, 八热地狱, 则为一三六处地狱, 一三六那若加。 至于十六处眷属地狱, 各经论说法不同。 一阵法念处经卷五以下所说, 各根本地狱具有不相同之十六处眷属地狱, 称为十六别处地狱。 以等活地狱, 包括使尼处, 刀伦处, 瓮热处, 多苦处, 暗鸣处, 不喜处, 疾苦处, 重病处, 两铁处, 恶障处, 黑色鼠狼处, 意义回转处, 苦逼处, 头膜虚处, 悲驰处, 空中受苦处等。 二, 黑神地狱, 所附属之十六别处, 名称统前。 三, 众和地狱, 包括大量受苦恼处, 割枯处, 卖卖断处, 恶剑处, 团处, 多苦恼处, 忍苦处, 猪猪猪猪处, 和和西处, 内火处处, 一切根灭处, 无比暗受苦处, 头膜处, 大头膜处, 火瓮处, 铁火墨处。 四, 教换地狱, 有大吼处, 普身处, 法火流处, 火墨虫处, 热铁火处处, 羽炎火石处, 沙沙处, 铁灵矿野处, 普暗处, 暗摩罗遮曰矿野处, 剑灵处, 大剑灵处, 八焦烟灵处, 有烟火灵处, 火云雾处, 分别苦处。 五, 大教换地狱, 有厚厚处, 爱苦无有数量处, 受艰苦恼不可忍耐处, 随意压处, 一切暗处, 人暗阴处, 如飞虫舵处, 死活等处, 意义转处, 堂不忘处, 双逼脑处, 蝶香鸭处, 金刚资鸟处, 火蛮处, 寿风苦处, 寿无边苦处, 血水石处, 十一炎处, 即十八处, 比其他多二所。 六, 焦热地狱, 有大烧处, 分土离家处, 龙炫处, 赤铜迷密鱼炫处, 铁祸处, 血河飘处, 饶骨髓虫处, 一切熟处, 无中没入处, 大头魔处, 二眼暗处, 金刚骨处, 黑铁神刃解兽苦处, 纳家重铸恶火兽苦处, 暗火封处, 金刚封处。 七, 大焦热地狱, 有一切大焦热处, 大生恶吼可畏处, 火祭处, 雨沙火处, 内肺热处, 渣渣渣祭处, 朴寿一切滋生苦恼处, 丙多罗尼河处, 无剑暗处, 苦蛮处, 与缕蛮抖擞处, 蛮快污处, 悲苦厚处, 大悲处, 无悲暗处, 目转地狱处。 八, 阿比地狱, 有鸟口处, 一切向地处, 无彼岸长寿苦恼处, 野干厚处, 铁野干石处, 黑肚处, 生羊处, 梦见卫处, 生羊寿苦处, 两山巨处, 吼生炎婆巨渡处, 心蛮处, 苦恼急处, 臭气腹处, 夜处, 十一炎处。 二每一根本地狱所附属之十六处皆同, 称为十六小地狱。 然各经论所载名称不同, 一, 巨长阿含金卷十九载, 小地狱纵广五百游巡, 即黑沙, 废矢, 五百丁, 鸡, 可, 一桶府, 多桶府, 石墨, 浓血, 亮火, 灰河, 铁丸, 影斧, 柴狼, 剑树, 寒冰。 二, 增一阿含金卷三十六则称之为十六格子。 即幽, 头, 居木头, 分驼力, 未曾有, 永无, 鱼获, 缩鞠, 刀山, 汤火, 火山, 灰河, 荆棘, 废矢, 剑树, 热铁丸等。 三, 大制度论卷十六分热, 含两种, 即八炎火地狱, 碳坑, 废矢, 烧灵, 剑灵, 刀刀, 铁刺灵, 咸河, 铜绝, 八寒冰地狱, 鹅福陀, 尼罗福陀, 阿罗罗, 阿婆婆, 歐波罗, 波头魔, 魔喝波头魔。 三根本地狱各有四门, 每一门有四处, 四增, 故每一根本地狱有十六增附属地狱, 称为十六游增地狱, 如唐威增, 师分增, 锋刃增, 裂合增等。 增, 之意, 系相对于本地狱中以一种苦惧至法有情, 而眷属地狱中则有种种苦惧以至法有情, 故称为增。 此外, 有关眷属地狱之位置, 随着八热地狱之位置有两种说法, 亦有二说, 一, 长阿罕等经, 以为在大铁为山外。 二, 大皮婆沙论, 则认为在严福提之下。 观佛三昧经卷五, 大皮婆沙论卷一七二, 巨舍论卷十一, 瑜伽诗的论卷四, 参阅, 十六小地狱, 三百八十三, 地狱, 两千三百一十一, 批四千七百四十五。 卷属庙, 为天台宗所立法华, 门十庙, 之地九庙。 止息时曾受教于如来之法, 而经前来辅助如来之教化者, 此等如来之卷属共分为五类, 依依类皆为不可思议, 故称卷属庙。 即, 一, 理性卷属, 指一切众生, 盖众生与佛, 体性亦如, 平等无别, 故无论结缘不结缘, 皆为佛子。 二, 夜深眷属, 指由素习文法之善业, 而今是执佛受教的度者, 此等众生系于习时与大通佛结缘, 故于今来此受化。 三, 愿深眷属, 只曾发宿愿, 愿深于此佛出世时之众生, 此等众生, 依此夙愿而今来此, 无论未清或未愿, 皆得见佛文法。 四, 神通眷属, 只先是曾执佛而发真见地之众生, 然此众生, 由未断尽烦恼, 仍需再度受生, 故或在上界, 或在他方, 而今闻佛出世, 或以愿力, 或以神通力来生此戒, 无论未清或未愿, 皆以辅助佛之形化, 断除于或而出三界。 五, 应生眷属, 只以断除无名或而得法身根本, 复以应化身入于娑婆, 导引众生, 使向佛道者, 如佛母摩耶夫人, 佛子罗罗, 乃至诸生文等, 西式内密外宪, 皆为法身之菩萨应援而来此事者。 法华玄义卷六下, 批4747。 眷属般若, 及六度万行, 与庙会相应, 驻发观照般若者。 五种般若之一, 无相之真智为观照般若, 亦即能照见一切皆空乃至体相平等之清净无漏智慧, 此乃般若之自信, 驻发此观照般若, 从此般若所流出之宣, 顶、忍, 是第一法及界, 定、会, 解脱, 解脱之见等诸法皆是观照会性之眷属, 故称为眷属般若。 般若心经幽赞卷上, 金刚经转要刊定计卷二, 大明三藏法术卷二时, 参阅, 五种般若, 1183, 批4747。 卷属无名著的, 及之莫烦恼, 为是摩喝言论卷四所用之名称。 大臣其信论将无名, 即烦恼, 盖分为根本烦恼与之莫烦恼两种, 根本烦恼为无人心时之真如海中最初一念启动的维系心香, 之莫烦恼则为自根本烦恼中所生起之之夜染心, 经称卷属, 系相对于, 根本, 而称, 盖根本无名, 其力最大, 能顾持之莫烦恼, 且为之莫烦恼所依注, 顾称, 根本无名著的。 然之莫无名亦称为, 著的, 者, 凡有三因, 一, 于之莫无名中, 有为系或语粗强或相忘之或品, 以为系或语能固执粗强或且为其所依注, 顾称注地。 二, 又为系与粗强而或亦能彼此固持, 相互依注。 三, 知莫无名亦称注于根本无名之法, 故旧所注的而言, 亦得利物的知名。 P4747 众生, 泛语不乎, 扇那, 用途, 扎盖或散发之意义。 因扑乎, 扇那, 蟬头, 社家, 撒朵。 又易做有情, 含识, 即含有心识者, 含申, 含情, 含灵, 群申, 群蒙, 群泪。 群泪。 亦得利物的知名。 亦得利物的知名。 经卷六, 大二, 四灵上, 佛告罗陀, 余色染者缠绵, 名曰众生, 余寿, 想, 行, 食染者缠绵, 名曰众生。 长阿含经卷二十二是本原品载, 吾男女尊碑上下, 亦无亦名, 众共生于世, 故称众生。 巨舍论光继卷一解位受众多之生死, 故称众生。 大智度论卷三十一, 大臣同性经卷上位, 众生系以无运等众原甲合而生, 故称众生。 又不增不减精载, 法身为烦恼所缠, 往来生死, 故称众生。 一般以为无名烦恼所负, 流转生死者为众生。 若广义言之, 佛及菩萨意含舍于众生之中。 摩喝止观卷五上, 大四六, 五二下, 懒无应通称众生。 众生不同, 懒三徒应最苦众生, 懒人天应受乐众生, 懒无漏应真胜众生, 懒慈悲应大事众生, 懒常住应尊及众生。 杂阿含经卷四十五, 法华文句卷四, 大乘一章卷六, 往生论注卷上, 批四千七百四十八。 众生五是是护, 是护, 以赖之以。 据出药经卷一载, 佛应众生于痴, 以其所有作为是护, 不知世间无常, 自意放逸, 不求出世究竟无畏之道, 故说五是已尽发之。 即, 一, 是护年少, 为人依赖年少, 血气刚强, 自作非畏, 而不顾衰老之逼身。 二, 是护端正, 为人依赖行貌之端正, 娇媚于人, 不自羞愧, 而不顾老仇之逼身。 三, 是护力士, 为人依赖势力之强盛, 人作威福, 灵灭他人, 魔所未继, 而不顾衰患之逼身。 四, 是护才气, 为人依赖己身之才气超越着意, 妄自尊大, 轻渺于人, 而不顾祸患之逼身。 五, 是护贵族, 为人依赖种族尊贵, 罚越高显, 骄傲纵字, 五, 妄于人, 而不顾衰败之逼身。 P4748 众生心, 即众生所有之心, 亦指众生所惧之如来藏心。 大臣起信论, 大三二, 五七五下, 磨合眼者, 总说有二种, 云和为二。 一者法, 二者亦。 所言法者, 为众生心, 是心则涉一切世间法, 出世间法, 依于此心显示磨合眼意。 何以故? 是心真如香, 即是磨合眼体故, 是心生灭因缘香, 能是磨合眼自体相用故。 即为众生心含设一切世间即出世间之法, 此众生心即如来藏心。 此心之体即真如之香, 其自体之相用即生灭因缘之相。 大臣以此一心为诸法之字体, 即说明以此心为磨合眼之意, 小臣则以为诸法各有字体, 此乃别于大臣一心之说。 大臣其信论意记卷上, 其信论书卷一缘小, 大臣其信论意书卷上之上, 慧远、其信论书笔消计卷一, P4748。 众生世间, 梵与萨陌佛、 洛卡。 有五蕴和何而成之众生, 依正报呈现不同分界, 即只从佛界乃至地狱之时界有情, 为三世间之一。 以一切有情、众生, 为五蕴甲和之名, 五有实体, 故佑作甲明世间, 有情世间, 众生世。 摩合指观卷五上, 大四六、五三下, 众生世间, 即是甲明五体, 分别揽识法甲施舍尔, 善见绿皮婆沙卷四分众生世间, 为常世间, 无常世间, 据舍论卷八、卷九、 卷十名是有情世间之身, 住、灭、 往生论产明净土之众生世间清净, 具有八种庄严佛功德成就, 及四种庄严菩萨功德成就。 参阅, 三世间, 五百三十九, 有情世间, 两千四百四十一, 批四千七百四十九。 众生剑, 即执着众生为时有之妄剑, 其亦同于, 我剑, 我剑, 即妄济五蕴甲和和之身为时我之谬剑。 金刚经, 大八七五二中, 世尊说我剑, 人剑, 众生剑, 受者剑, 即非我剑, 人剑, 众生剑, 受者剑, 批四千七百四十九。 众生戒, 佛戒, 之对称。 十戒中, 除佛戒之外, 总称其他九戒为众生戒, 即, 地狱戒, 恶鬼戒, 畜生戒, 阿修罗戒, 人戒, 天戒, 生文戒, 圆觉戒, 菩萨戒, 又指众生生存之世界。 批四千七百四十九。 众生爱乐时由, 即一切众生受如来普摄而得诸乐之十种原因。 巨星华言经卷七十二载, 善才童子南游参业五十五善之事, 其中第三十八位为开夫一切恕华夜神, 以其智慧能乐之如来普摄众生之巧方便, 为善才童子解说众生受如来之普摄, 能受诸乐之十种原因由, 一, 如来威得利故, 二, 顺如来教故, 三, 行如来语故, 四, 学如来行故, 五, 得如来所互利故, 六, 修如来所应道故, 七, 种如来所行善故, 八, 依如来所说法故, 九, 如来智慧日光之所照故, 十, 如来性敬业力之所设故。 批四千七百四十九。 众同分, 梵与, 梵与, 三百之一。 略称同分, 梵三百之一。 据摄七十五法之一, 为十百法之一。 为十, 据摄宗以其为心不相应形法之一。 指众生的共性或共因, 即众多有情具有同类之性, 或是有情众生的同等类似果报之因。 分, 即因之意。 同分可分为有情同分, 犯三法, 三百之一。 与法同分, 犯达马, 三百之一。 二种。 一, 有情同分, 又作众生同分, 可分为二。 一, 使一切有情众生同等类似之同分, 称谓无差别, 犯阿, 冰阿, 同分。 二, 有情众生随着三界, 九弟, 男, 女, 畜生等之分别, 而各成一类, 然于字类当中, 却具有共同之性质。 此种个别之同分, 称谓有差别, 犯兵阿, 同分。 二, 法同分, 指有情所依之五蕴, 十二处, 十八戒等法, 字类之法相似。 如色法相互类似, 左右眼相互类似之同分。 又于说一切有不, 主张同分具有实体, 经不及大臣则以为同分乃假法。 大批婆杀论卷二十七, 顺正理论卷十二, 巨舍论卷四, 卷五, 成为十论卷一巨舍论光纪卷四, 卷五, 参阅, 心不相应形, 一千三百九十六, 批四千七百四十九。 众和地狱, 众和, 范语S-A-G-H-T-A, 因意味生前。 又做巨科, 堆鸭, 和会。 八热地狱之一, 巨长阿含经卷十九地狱品所在, 此狱中有大石山, 其山两两相对, 醉人进入其中, 两山自然相合, 堆鸭迷穗罪人身体骨肉, 其后两山附海原处。 又有大铁巷, 举身发火, 醋踏罪人, 使其身体迷穗, 浓血流出。 又有狱卒捉罪人至魔石中, 以魔魔之, 或以大石压之, 其其苦难忍, 欲求暂停而不可得。 正法念处经卷六载, 造沙身, 偷盗, 邪淫等三不善业者堕于此狱, 并依其所造之业分上中下, 上尉堕根本和大地狱, 中下则生十六别处, 受极大苦。 大楼探经卷二尼礼品, 启示经卷三, 历世阿皮谈论卷八, 大皮婆沙论卷一七二, 参阅, 八热地狱, 三百一十一, 披四千七百五十。 重法, 三种结膜法之一, 又作僧柄, 重僧法, 为僧众所柄之法, 及四人以上之笔秋香合作结膜, 发的戒体, 以成就灭二身善之事工。 众僧法又分单白法, 白二法, 白四法三种。 单白, 即一度告知众僧, 白二, 为一度告知, 一度问其可否, 白四, 为一度告知, 三度问可否。 又宇宙万象, 诸法, 亦称众法。 维摩经文书师利问极品, 参阅, 结膜, 六千一百三十七, 批四千七百五十。 众香国, 即充满妙香之佛国。 据维摩经卷下香鸡佛品载, 上方界分过四十二恒河沙佛土, 有国民众香, 佛号香鸡, 其楼阁院又皆香, 香气周流十方无量世界。 此香鸡如来之净土, 乃称众香国土。 此外, 建陀罗国, 范根达阿, 亦亦亦为众香国。 批四千七百五十。 众佑, 佛陀之尊称, 未如来十号之一。 乃范与巴格法及巴力与BHAGovant, 因意为婆家婆, 婆家范, 之旧意义。 西境以后, 心意为世尊。 即众德著成, 众福著成, 具足众德, 而为普世所共同尊重恭敬者之意。 增益阿含经卷十四高壮品, 大二, 六一五上, 若有为不一毛数者, 而时当念我身, 此事如来, 至真, 等正觉, 明行成为, 善事, 世间解, 无上事, 道法欲, 天人师, 好佛, 众佑出现于世, 设有恐怖一毛数者, 便自消灭。 大制度论卷二, 悬应应一卷一, 卷二十一, 批四千七百五十。 众许摩赫第经, 范名Lafsamata RGA, 凡十三卷, 宋代法弦义, 又称众许摩赫第四经, 收于大阵藏第三册, 为佛陀之传记, 叙述是种之由来, 是尊之一生, 以至乌玻璃归佛之世纪。 经题, 众许, 为杰出王三摩达多, 范三摩达, 之义义, 摩赫第, 范玛RGA, 大王之义。 此经与唐代义尽所义之有不疲奈耶破森士卷一致卷九同本。 众许摩赫第四经, 请参阅众许摩赫第经本经之特色, 为汉义佛传中唯一属于西藏系者, 然地名, 人民之故有名词皆泛语之音译, 另外本经系由释迦佛俗家之家系说起, 不举过去七佛乃至千佛之法系, 不举释迦佛之本身谈等, 意味特色之一。 至原法宝刊痛总录卷七, 月葬之经卷二十九, P四千七百五十一。 众经目录, 类别汉译经论之目次, 略称经录。 最早经录为三国时代诸世行所祭之, 汉录。 道安之, 宗礼重经目录, 完成以后, 稍具行事, 亦为重经目录之使称。 良代宝畅, 北魏理阔, 北齐法上所作之重经目录皆以散役, 现存为有随代二种及唐代一种。 又于唐武则天使所传及之经论目录, 特称, 大洲刊定重经目录。 亦凡四卷, 良代宝畅传, 又称良是重经目录, 宝畅录, 现已诗意。 据历代三宝记卷十亿其良及周地带录之总续载, 天间十七年, 五百一十八, 赤沙门宝畅传金目四卷, 凡十七颗, 颇为详尽。 童书卷十五举其要目, 大别四卷, 凡收录一四三三部, 三七四亿卷。 吉禄后汉安氏高智良代会令所译出之经典, 译义经, 禅经, 戒经, 述论, 著书等。 旭高森传卷一宝畅传, 大唐内典路卷四, 开元氏教路卷十, 后汉宋旗至义经总路, 长盘大定, 二拳一卷。 北齐法上传, 右座旗是重经目录, 法上路, 达摩玉多罗路。 经已诗意。 历代三宝纪卷十五举其要目, 共收经律论真为七八七部, 二三三四卷。 据历代三宝纪所引, 此经路至少收路三国为安法贤至南齐法尼等各时代所译之经律论, 杂藏, 超经, 宜为经等。 大唐内典路卷五, 开元氏教路卷十, 后汉上宋旗至义经总路, 长盘大定, 三拳一卷。 北魏理阔传, 又称魏是重经目录, 理阔路, 经已不存。 本经路系受以后汉, 庞安是高智后卫普遗留之各时代所译之经律论, 有义无本经, 紫柱, 以伟经, 卫义经论等。 传书年代有二说, 或永平年间, 508, 511, 凤赤, 或永西年间, 532, 534, 凤赤传。 历代三宝记卷九, 卷十五, 大唐内典路卷四, 自凡七卷。 随代法经等传, 又称随众经目录, 法经录, 收于大阵藏第五十额。 收录后汉至随代所翻译之经论等。 繁历九录, 分类录出一经之目。 前六卷位别录, 第七卷位总录, 初复上表, 其次列出本录之总目次。 一第七卷总录九录位, 一, 大臣修多罗藏录七八四步, 一七一八卷。 二, 小臣修多罗藏录八四二步, 一三零四卷。 三, 大臣皮尼藏录五十步, 八十二卷。 四, 小臣皮尼藏录六十三步, 三八一卷。 五, 大臣阿皮坛藏录六十三步, 十八步, 二八一卷。 六, 小臣阿皮坛藏录一一六步, 四八二卷。 七, 佛灭度后超级录一四四步, 六二七卷。 八, 佛灭度后传记录六十八步, 一八五卷。 九, 佛灭度后注述录一一九步, 一三四卷。 九路合计二二五七步, 五三一零卷。 九路中, 前六路各有一一分, 一一分, 诗一分, 别申分, 疑惑分, 违望分等六分, 后三路各有西域圣贤分, 此方诸德分等二分, 凡四十二分。 本书之记载颇为正确, 有以疑惑及违望之鉴别, 特为现代学者所重视。 开源誓教路卷十, 历代三宝记卷三, 大唐内典路卷十, 五帆五卷。 随代翻经沙门及学士等数人合传。 书成于随文帝仁寿二年, 六百零二, 主传者为大兴善四支燕丛。 又称随众金目录, 随仁寿年内典路, 仁寿路, 燕丛路。 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五册。 书中分类录出后汉至随代之翻译经典。 大别位单本, 重翻, 贤圣即传, 别生, 以为等五分。 单本又别位大成经单本, 大成律单本, 大成论单本, 小成经单本, 小成律单本, 小成论单本六颗, 重翻细分大成经重翻, 大成律重翻, 大成论重翻, 小成经重翻四颗, 别生系别位大成别生, 大成别生超, 小成出别生, 小成别生超, 别集超五颗。 单本凡三七零步, 一七八六卷, 重翻凡二七七步, 五八三卷, 贤圣即传四十一步, 一六四卷, 别生八一零步, 一二八八卷, 以为二零九步, 四九零卷, 雀本四零二步, 七四七卷, 合计二一零九步。 五零五八卷, 此外并列记卷数及一者名, 记载颇为详识。 本书之分类四取犯法经录, 然列举法经录所谓分类之有本, 却本, 且删略诗一经, 不列入我国传书之书记等, 皆迥语于法经录。 又本书经为存于宋元明三本之中, 高丽藏缺之。 大唐内典录卷十, 开元世教录卷七, 六五卷。 唐代靖太传, 又称大唐东经大靖爱四一切经论目, 靖太录。 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五册, 乃增补随带燕丛等所传之重经目录而成。 本书虽大部分同于燕丛录, 然却本中心访的二十步, 二十一卷, 并增加玄葬前后新翻之七十五步, 一三三五卷。 合计二二一九步, 六九九四卷, 十为二四四四步, 六五八零卷。 计数之一同, 孔未误写, 或与他录错简所致。 又本书为高丽藏中存之, 宋元明三本则缺之。 缩刷大藏经中, 将本录与燕丛录和柔之。 真元心定是教目录卷十八, 大藏目录卷中, 批四千七百五十一。 重罪如双路, 为罪障皆由妄想而生, 及思维, 忏悔之功德, 一切罪障皆消灭, 如双路欲昭日而消失, 罪业受智慧光明之照射而无。 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大九, 三九三中, 一切业障海, 皆从妄想身, 若欲忏悔者, 端坐念时相, 重罪如双路, 慧日能消除, 此中所说忏悔, 属于二忏中之理忏, 及三忏中之无身忏。 即相对于身, 口, 一行忏悔之事忏, 只观察时相之忏悔。 参阅, 忏悔, 六千七百七十二, 批四千七百五十三。 众圣典记, 佛弟子幽婆离于佛陀入灭后结集绿藏, 是年七月十五日森自自禁, 以香花供养绿藏, 即记下一点至绿藏前, 而后, 众圣年年依其法下一点, 表示经过之年数。 至南朝起永明八年, 四百九十, 传德九七五点, 此为研究佛陀入灭年代之重要资料。 若依此向上推算, 则佛陀入灭年代当位纪元前四八六年。 为幽婆离之公养绿藏, 是否却起于佛陀入灭当年, 则仍不详。 历代三宝祭卷十一, 开元世教路卷六, 佛祖历代通载卷八, 参阅, 佛灭年代, 两千七百三十四, 批四千七百五十三。 众疗, 及禅沙于僧堂外所设众僧医指之疗舍。 众疗内设内外板, 外板又做前板, 大板, 大众问训, 做禅做餐, 归堂, 点茶汤十集之, 内板又做小板, 挂搭归疗, 行茶汤斩, 小座汤十集之。 疗中有疗园, 疗主, 妇疗, 妄疗, 众疗行者诸植物, 又巡回僧堂之植物, 称为, 巡堂, 巡视众疗, 称为, 巡暗。 据永平清规卷下众疗十二版图样繁利仔, 糖重饭后看毒, 平日摘后吃茶, 晚间要食, 或零食行茶汤等皆于众疗行之。 众疗之大小是僧堂, 糖之大小而定。 森堂若位十二版, 重疗义必位十二版, 森堂若位十六版, 则重疗义位十六版。 其中央多安置观音像, 四臂皆设明窗, 以取光线。 每床各当设板头, 床纵六尺。 明窗下各设金柜。 柜高一尺二寸。 柜上表面位金案, 已被看毒之用, 里面即为金柜, 众僧各自所知, 容葬看毒之用具。 赤修百丈轻规卷下大众张大挂搭归糖条, 从灵效定轻规卷上, 禅灵象器间殿堂门, P4753。 众学, 即有关修行僧一, 十, 住, 行之细则戒法。 全称众多学法, 犯S-A-B-H-O-A-I-K-A-D-R-M。 又作众学戒法, 众学法。 比丘, 比丘尼应受持聚足戒之一部分。 僧戒八段中之第七, 犯之属清罪。 规定有关服装, 时事, 威仪等细则, 其数众多, 应长及学, 故称重学, 又此戒难持, 应加细心注意, 故特以学为名。 又称之为四叉加罗尼, 范德克, 卡拉尔, 施沙加罗尼, 施叉纪赖尼, 施叉杰兰尼, 施叉吉利。 意义应当学, 应学作, 首戒。 重学之数目及内容, 应是多而细小, 故诸律所载相亦之处不少, 其中四分律总为百戒, 故一般称百重学法。 又比丘所持及比丘尼所持之百重学法不相同。 一四分律卷十九至卷二十一载比丘所持之百重学法, 列出如下, 一, 当其诺者涅着涅槃森内衣。 二, 当其诺者三衣。 三, 不得反超一行入白衣舍, 即不得一辅左右反超, 这于肩上而进入室内, 以四国王, 打成骨。 四, 不得反超一入白衣舍座。 五, 不得一禅井入白衣舍。 六, 不得一禅井入白衣舍座。 七, 不得腹头入白衣舍。 八, 不得腹头入白衣舍座。 九, 不得跳行入白衣舍。 十, 不得跳行入白衣舍座。 十一, 不得白衣舍内敦座。 十二, 不得插腰行入白衣舍。 十三, 不得插腰入白衣舍座。 十四, 不得摇身行入白衣舍。 十五, 不得摇身行入白衣舍座。 十六, 不得掉臂行入白衣舍。 十七, 不得掉臂行入白衣舍座。 十八, 好腹身入白衣舍。 即锁着衣服须敷衍好, 不得处处显露身体。 十九, 好腹身入白衣舍座。 二十, 不得左右故事行入白衣舍。 念一, 不得左右故事行入白衣舍座。 念二, 静默入白衣舍。 念三, 静默入白衣舍座。 念四, 不得细笑行入白衣舍。 念五, 不得细笑行入白衣舍座。 念六, 用意寿食, 即专心寿食, 不捐气根反。 念七, 平寿食, 即不易寿食。 念八, 平寿根。 念九, 根范等食, 即根范一同食用。 三食, 以刺食, 即取食依次第, 不得于中处处食。 撒一, 不得挑中而食。 撒二, 若比丘不病不得为己所根范, 即于供养食, 若非生病不得为自己所根范等。 撒三, 不得以范复根更旺北。 撒四, 不得是笔作中, 即不得顾是灵作之, 以比较分量。 撒五, 当细想食, 即时时不顾是左右, 为细念于。 撒六, 不得大团饭食, 即不取无法放进口中之大团饭食。 撒七, 不得大张口呆食。 撒八, 不得含饭语。 撒九, 不得团饭咬指口中。 四食, 不得移落饭食。 四一, 不得夹食食, 即不仗夹食。 四二, 不得嚼饭作生食。 四三, 不得大饭食, 即不稀食食。 四四, 不得蛇饰食。 四五, 不得振手食, 即食物粘着, 不得振动手以食。 四六, 不得手把散饭食, 即不得以手散气饭食。 四七, 不得污手捉饮气。 四八, 不得洗水气白衣蛇内。 四九, 不得生草叶上大小便剔剔。 五十, 不得水中大小便剔剔。 五一, 不得利大小便。 五二, 不得与反超一不恭敬人说法。 五三, 不得为衣产颈者说法。 五四, 不得为妇头者说法。 五五, 不得为果头者说法。 五六, 不得为插腰者说法。 五七, 不得为者格洗者说法。 五八, 不得为者目击者说法。 五九, 不得为其成者说法。 以上由四九至五九之规定, 并者除外。 六十, 不得在佛塔中指数, 除位守护故。 六一, 不得藏财物至佛塔中, 除位兼劳故。 六二, 不得这格洗入佛塔中。 六三, 不得手桌格洗入佛塔中。 六四, 不得这格洗绕佛塔行。 六五, 不得这妇罗、 削, 入佛塔中。 六六, 不得手桌妇罗入佛塔中。 六七, 不得佛塔下坐石, 留草及石屋底。 六八, 不得单死尸从佛塔下经过。 六九, 不得在佛塔下埋死尸。 七十, 不得在佛塔下烧死尸。 七一, 不得向佛塔烧死尸。 七二, 不得佛塔四边烧死尸使臭气来入。 七三, 不得持死人一击床从佛塔下过。 七四, 不得佛塔下大小便。 七五, 不得向佛塔大小便。 七六, 不得让佛塔四边大小便使臭气来入。 七七, 不得持佛像至大小便处。 七八, 不得在佛塔下搅扬之。 七九, 不得向佛塔搅扬之。 八十, 不得佛塔四边搅扬之。 八一, 不得在佛塔下剔拓。 八二, 不得向佛塔剔拓。 八三, 不得佛塔四边剔拓。 八四, 不得向佛塔书脚坐。 八五, 不得安佛像在下方, 挤在上方住。 八六, 人坐几粒不得未说法。 八七, 人卧挤坐不得未说法。 八八, 人在坐, 挤在飞坐不得未说法。 八九, 人在高坐, 挤坐下坐不得未说法。 九十, 人在前行, 挤在后不得未说法。 九一, 人在高金行处, 挤在下金行处不得未说法。 九二, 人在道, 挤在飞到不得未说法。 道指道路之中央或右边。 上树由, 八六, 至, 九二, 之甲, 并 人者除外。 九三, 不得携手再横。 九四, 不得上树过人头, 除十因缘, 至此界细因曾有益比丘于大树上受下安居, 由树上大脚变, 树神田路而是比丘。 九五, 不得落囊圣冠杖头的肩上而行。 九六, 人持杖不恭敬不应为说法。 九七, 人持剑不应为说法。 九八, 人持谋不应为说法。 九九, 人持刀不应为说法。 一零零, 人持盖不应为说法。 由, 九六, 至, 一零零, 之界法, 并者除外。 善见绿皮婆沙卷十六, 四分绿比丘寒注界本卷下, 四分绿比丘寒注界本书卷四下, 道宣, 四分绿山凡捕却行事超卷中一, 卷中三, 参阅, 百中学, 两千四百九十六, 批四千七百五十三。 众宝观音, 三十三观音之一。 坐于沿岸, 右足身沿上, 右手岸的, 立左西, 左手岸于左西, 成安稳之相。 法华经卷七谱门品, 批四千七百五十五。 言神章, 请参阅大臣法相言神章。 祥月, 王者每年之祭月, 相当于祭日之月。 右坐真月, 真月。 儒家依礼记之记载, 自古有小祥与大祥之礼法, 亲王十三月, 一周祭, 知祭四称为小祥, 二十五月, 三周祭, 知祭四称为大祥。 佛教采取此说, 即称一周祭为小祥祭, 边枯祭, 称三周祭为大祥祭, 修安祭。 右祥月之, 祥, 字, 含有吉, 福之义, 义吉自此日开始舍去胸福, 祭福, 而穿着吉福, 真月之, 真, 字, 本亦为, 行, 亦为死, 舍世而去, 真月, 乃, 正祭月, 之略称, 亦至每年遇值正祭之月份。 参月, 祭日, 两千八百八十五, 批四千七百五十五。 降福法宝录, 请参月大中降福法宝录。 降福录, 请参月大中降福法宝录。 祥云, 一千九百二十一, 辽宁人, 俗姓李, 法明会员, 长春市班若佛学讲习所, 国防部政治干部训练班及正工业务训练班结业。 早年从荣, 民国五十年, 一千九百六十一, 四月里台北内胡元爵寺玄妙法师PT, 同年八月于基隆海会四寿聚足解。 历任龙泉佛学讲习班教务主任及中国佛教会副秘书长, 监事等职。 现任板桥祥光经社助持, 中国佛教会常务监事。 诗长于诗文, 这有颤怨是文集, 佛门诗迹去谈, 佛学表解, 颤怨是佛学达问, 颤怨是书简, 平诗草等。 P四千七百五十六。 祥迈, 元代禅僧。 生族年不祥。 山西代郡人, 俗姓忽言。 字如意, 是称如意禅师。 九岁出家, 曾驻祭州北盘山甘泉普祭寺。 经言内外典籍, 禅宗武家执药, 即孔, 老之学。 其后, 驻大都, 北平, 道者山云丰寺。 师正逢宋末元初如是道三教具列论证之时。 南宋李宗保佑三年, 一千两百五十五, 道士秋处姬, 李志长等更毁坏孔庙, 佛像, 占领梵沙四八二座。 至元二十八年, 师奉赤传辩尾路, 右座辩尾路, 五卷, 收于大阵藏第五十二册, 以佛教禅宗之立场, 批斥道教之立天尊, 立节运年号, 游化九天, 和气卫道, 偷佛神话等皆为为望。 佛祖历代通载卷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世事基古略续集卷一批四千七百五十六。 纪文, 为斋公民众, 调纪王者所读诵之文章, 又作斋文, 亦有于甘旱时为其语, 或为驱逐邪魅, 祈求幸福等而作之纪文。 我国六朝以来, 即有作纪文调亡灵之志, 如昭明文选即有纪文类。 于禅林, 继文由丧司书记转作。 禅林象器兼文书门, P四千七百五十六。 祭司, 只专职掌管寄神活动者。 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 乃原始宗教发展至教完备阶段宗教活动之主持者。 各族祭司之名称与具体制度不尽相同, 一般皆被认为具有在神、 人之间的媒介职能。 神灵观念出现后, 祭司神灵遂成为主要活动之一, 随仪式之日趋复杂化, 而产生主持仪式之专职人员, 此类人员之选定, 培养及职司, 均有确定之仪式与规则, 一面代表人向神献祭, 一面代神向人传遇。 中世纪以前, 祭司常为国君之重臣, 现代部分宗教中人保有祭司制度。 于印度, 婆罗门教主持祭祀者, 称为祭官。 P4756 祭官, 为婆罗门教主持祭祀者。 始于废陀时代, 至梵书时代则乐区复杂, 规定不同之祭祀应请不同之祭官。 以苏摩祭为例, 有四名祭官, 各配备三名助手, 一, 劝请者, 祭祀开始时高唱, 离聚废陀, 赞歌, 请诸神降临, 其助手有宣祠者, 又称传令者, 为请者, 受劝请者之命, 告诉其他祭官引苏摩酒, 压实赞者, 赞颂诈酒之时。 二, 勇歌者, 唱, 缩摩沸陀, 歌, 礼赞诸神, 赞叹苏摩酒, 助手有出勇者, 即发生者, 为除者, 负责除去榨酒之时, 赞酒者, 对苏摩酒神祈求保护。 三, 行祭者, 低声颂, 夜柔沸陀, 祭祀, 主持仪式进行, 其助手有助力者, 司祭式之周旋, 导者, 引导施主夫人至祭场, 陈酒者, 将苏摩酒胜于契物内。 四, 祈祷者, 为全体之监督, 指导祭祀, 其助手亦为四祈祷者, 专赞因陀罗, 二位点火者, 司祭火之点燃, 三位附会者, 清敬苏摩酒。 P4757 祭祭, 经由一定仪式, 以食品, 和价国品等物献给神灵或祖先亡灵。 一般均由祭司或僧侣行之, 亦有由本人行之者, 大多数之教派均有此仪式。 古代奴隶制社会及为开化民族甚至有杀人以祭献神灵者。 P4757 移山经, 全义卷, 西境主法护义, 全称力是移山经, 收于大阵藏第二侧, 细叙述佛陀晚年于居宜那节显示神力, 将五百莫罗人无法移动之大石头向梵天。 其次又是现神足力, 智慧力, 异行。 如来之实力远比诸力殊胜, 然佛陀虽具足实力, 终亦因无常力而入涅槃。 本经相当于增益阿含第四十二品第三经, 然内容相译处不少。 P4757 以转身剑, 范语萨特克, 迪阿, 因亦萨加耶剑, 即执着因缘和和声卫常驻, 时有志望剑。 于大臣为石家卫, 以转, 乃有无不定, 非有四有, 身, 乃因缘和和, 以其唯一他起之法, 非有非无, 故称以转身。 于此身故执我, 我所, 称为剑职。 参阅, 萨加耶剑, 六千六百, P4757 一刊, 遵述千画, 一孩入刊三日后, 即移至法堂, 称为一刊。 适时, 读经普通三拜等, 称为一刊佛事。 禅灵象器兼丧见门, 遵述一刊云, 入刊三日眼刊, 铺设法堂上肩, 乃至中间法座上挂针, 乃至下肩至刊用麻布帷幕, 前列几岸如平素花, 相逐不绝, 二时上茶汤粥饭, 供养凤金, 仍被挑灯挠薄花番, 明森堂中, 即重请一看佛事。 赤修百丈清规卷三千画条, P4757 立, 指形角森覆盖于头顶之斗立, 绿点中分竹盖, 叶盖二种。 赤修百丈清规卷三入院条, 大四八, 一一二五中, 古人腰包鼎立道山门手下立, 入门住香, 有法语, 旧僧堂前解包, 又, 立重无天雪, 一语, 即赞叹背赴佛佛道修行重担之行角森风范P4757。 立至山, 位于日本京都府相乐俱目金川之南岸。 山上有弥勒寺, 为大有皇子, 天武天皇皇子, 所创建, 真庆再度兴建, 作为后提湖天皇之行宫, 后被烧毁。 山中有建九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六, 所制之童中一口, 此外上有藤原旗之摩牙石佛, 弥勒言。 P4758。 第一我身, 密教经典用以欲指密教之教祖疲卢哲那佛, 即大日如来。 我, 大自在之义。 疲卢哲那位第一无比之大自在身, 故有此称。 大日经卷一句原品, 大日经书卷四, P4758。 第一寂灭, 亦指石香妙礼, 涅槃寂静。 石像之妙礼本位诸法中之第一亿, 故称第一, 远离一切言辞之香, 故称寂灭。 法华经卷一方便品, 大九、九中, 之第一寂灭, 以方便利故, 虽是种种道, 其实未佛成。 二于密教中, 指, 阿, 自本不生, 六大体大。 此字乃诸法能生之本源, 故称第一, 泯灭差别之香, 亦即远离一切香, 然亦无离相之香, 故称寂灭。 又, 阿自本不生, 细未万法由众元而生, 若辗转推究众因缘之本源其始, 则诸法之根本, 于最初之计, 乃属, 无字性, 之心生创造, 亦即, 本不生, 之矣。 密教即即范语五十字之第一字, 阿, 自来诠释诸法之体性, 万法能生之根源, 并未若能体的阿自本不生之理, 即能了之自心本源, 而得如来之一切智。 又, 六大体大, 细未地, 水, 火, 风, 空, 十等六法能周辩法界中之诸法万有, 并未诸法体性之本源, 此乃密教解释宇宙本体之基本学说。 大日经书卷一, 大三九, 五八零下, 然此地一寂灭之香, 以如来加持神力, 令印度者随诸法门表象。 若可见闻处之, 即以此为门而入法界, P4758。 第一范教会, 范名Debromassamjai, 印度教近代革新之分派, 为特彭特拉泰戈尔, 特彭特拉于1842年加入泛教会, 继承兰姆汉罗伊, RM. Moan Roy, 范教会创始者, 之理念, 主张保守性之民族复规主义, 以恢复纯粹印度教及重建民族宗教为目标。 直至1857年, 克夏伯强特拉圣, Keshav Chandrasen加入泛教会, 带进浓厚之基督教色彩, 主张废除种姓制度, Cast, 倡导宽容之世界宗教。 特彭特拉不满其反印度教之极尽改革, 遂于1866年与之分裂而创立第一范教会。 此组之除其子, 有, 师圣, 之称的泰戈尔, 特勾尔, Rabindranas, 教出色外, 其他有力之领导者及少壮学者大都支持克夏伯强特拉圣, 故无显著发展。 然于保守性之护教运动仍有很大贡献, 于印度民族主义发展史上亦有特殊之意义。 此派信条大略如此, 一, 神具有崇高智德之权能人格。 二, 神并非以权化而出现。 三, 神能感应人类之规理祈祷。 四, 神仅接受以精神所行之礼拜, 其他苦行隐盾, 寺院, 礼拜行事等规则皆属无用。 五, 悔改与断绝罪过方式得到神宽恕与解救之唯一道路。 六, 对神之认识需经由自然与直观, 其余任何教典皆无法权证。 Civil Necessary History of the Promosum March, 二, False, 1911, 1912, 参阅, 范教会, 4637, P4758。 第一, 最圣三昧耶印, 为密教所说阿弥陀如来定印之一。 略称最圣三昧耶印, 又称法界定印, 除散乱心印。 据守护国界主经卷二载, 此印之印相, 细以左手掌上仰, 置于其上, 右手掌翼上仰, 重叠在左掌上, 大拇指与食指相主, 皆此印能袭灭狂乱及一切妄念, 而令心止于一境。 P4759。 第一, 第一一合合, 即涅槃经所说之菩萨僧, 为, 是合合, 之对称。 合合, 指合合僧, 僧团, 教团。 是合合则止身闻僧。 涅槃经主张, 佛性常住, 而为第一一僧未常, 犹如佛性之常, 是僧则无常。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二十八, 大一二, 五三三中, 僧名合合, 合合有二, 一者是合合, 二者第一一合合。 是合合者名僧文僧, 亦合合者名菩萨僧, 批四千七百五十九。 第一一法圣经, 全一卷, 原位般若留之义, 收于大正藏第十七册, 本经系世尊以佛教之观点, 为光明聚先人解众身, 自合畜生, 有恩节烧之火焰, 众身前日与经世关系, 众身之意义等四项问题。 开源氏教路卷六, 批四千七百五十九。 第一一空, 泛语Parenutah, Nit, 十八空之一。 指大臣至极之涅槃, 诸法识相位空。 右座圣一空, 真实空。 涅槃, 诸法识相位第一一无上法, 非常非灭, 不受不着, 其性自耳, 本无今有, 今有还无, 故为空, 称为第一一空。 小臣之涅槃虽意味之空, 然小臣之涅槃乃, 偏真但空, 之涅槃, 大臣之涅槃则为中道十相之空, 故为第一一之空, 亦为真言阿字本不生之实义。 此第一一空之妙礼, 则称第一空法。 杂阿含经卷十三, 大二, 九二下, 我经当位如等说法, 初中后善, 善意善位, 纯意满尽, 范形清白, 所谓第一一空经, 大制度论卷三十一, 大二五, 二八八中, 涅槃中意无涅槃乡, 涅槃空是第一一空。 忠略, 能使诸法十相空, 是名为第一一空。 此外, 相对于是地义, 诸法未有, 知情形, 亦说第一一地即是空。 大品班若经卷五,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六, 中论卷四观四地品, 陈时论卷十二涅法新品, 十八空论, 大乘一张卷二, 参阅, 十八空, 三百五十三, 批四千七百五十九。 第一一门, 指第一一地, 向上门。 于禅集中, 常用以表示超越言语思维之究极境地。 反之, 如离脱第一一门之根本宗旨, 则未向下门, 称第二一门, 第三一门, 或称第二, 第三。 P四千七百六十。 第一一西坛, 大制度论卷一所说四西坛之第四。 又坐入里西坛。 佛以善巧, 依第一一来全明一时中道之理, 令众生断获正理, 称为第一一西坛。 即诸佛化导众生之法, 既有四种范畴, 各成就其意, 互不违背。 其中第一一西坛, 即一切论意语言兮可破散, 诸佛即辟之佛, 阿罗汉等所行之法则真实而不可破散, 超过语言之道, 心形触灭。 第一一西坛又分位可说, 不可说二种, 一, 以诸佛等所得之法为不可说。 二, 以, 一切实, 一切非实, 一切实亦非实, 一切非实非不实, 等四句谄说诸法实相, 是为可说。 若配天台宗化法四交之四地, 第一一西坛可配于原教之无作四地。 法华精玄一卷一下, 参阅, 四西坛, 1758, P4760。 第一一制, 只纠集绝对之智慧。 集于, 金刚预定, 断尽一切烦恼之究竟佛制。 金刚预定, 细致犹如金刚一般坚固不动, 而能断破一切烦恼之禅定, 乃等觉菩萨所证之禅定。 圣满经, 大一二, 二二以上, 金刚预者, 第一一制。 中略, 弱坏一切烦恼藏究竟至, 是明第一一制, P4760。 第一一乐, 直涅盘之妙月。 第一一, 即究竟, 穷极, 最高之真理, 最高之禁地。 灭盘为一切烦恼灾患永静之禁地, 超脱生死之苦难而助于寂静之大乐, 此种妙月为究竟而无可比拟者, 故称第一一乐。 大臣其信论, 大三二, 五八二下, 以无量方便, 就把一切苦恼众生, 令得涅槃第一一乐, P4760。 第一一地, 梵与Paramatha, Satya, 巴利与Paramatha, Satka。 二地之一, 即最殊胜之第一真理, 为世俗地之对称, 略称第一一, 又称圣一地, 真地, 圣地, 涅槃, 真如, 实相, 中道, 法界, 总阔其名, 即只身妙无上之真理, 为诸法中之第一, 故称第一一地。 佛教各宗派对第一一地所下之定义不尽相同, 如小臣说一切有不降单一而不可分解之对象是为真实存在之认识, 称为圣一地, 中观学派则认为诸圣贤了解缘起性空之理, 洞彻世俗认识之颠倒, 以此道理为真实, 称为真地, 小臣经部及于嘉行派等则将佛教智慧及依此智慧为对象之理解, 称为圣一地。 就大臣而言, 则主要集真地与俗第二者调和世间与初世间之对立, 将此二地联系起来观察现象, 称为中观、中道、 为大臣最基本的原则之一。 此外, 禅灵多用第一意, 相对于第二意之相待差别, 特以第一意来权显绝对不可思议之境界。 第一意赋称向上门, 正位等, 第二意则称向下门, 偏位等。 据舍论卷二十二, 中论卷四观四地平, 显阳圣教论卷二, 卷六, 参阅, 二地, 两百四十四, 批四千七百六十。 第七仙, 为释迦如来的别号之一。 释迦为过去七佛之地七, 又以具长生不老之德, 故称第七仙。 八十华严经卷十二, 大一陵, 五八下, 如来于此四天下中, 或名一切一臣, 或名圆满月, 或名狮子吼, 或名释迦牧尼, 或名第七仙。 增益阿含经卷一批四千七百六十一。 第二七日说, 为佛陀讲说华严经之时。 华严宗一时的经论卷一所句, 大二六, 一二三中, 如是我闻, 一时, 婆家婆臣道未酒, 第二七日, 在他画自在天中自在天王宫摩尼宝藏殿, 与大菩萨众句, 之经文, 定华严经乃佛陀成道后第二个七日所说。 燃天台宗依法华经方便品所在, 大九, 九下, 我始作道场, 观树一经行, 于三七日中, 思维如世事, 之经文, 判定卫陈道后之第三个七日所说。 参阅, 华严时, 5250, 批4761。 第二月, 范指寺有非有之事物。 犹如演义之人, 望真月时, 幻见二月, 即以为天上有二个月。 雨, 空中花, 等位同类用语。 于佛教教理中, 诸法皆无实体, 而弥直之众生每每望任地, 水等四大位, 自身香, 复仪香续香, 直取香等六粗之香味, 自心香, 如是则犹如演义之人物任有空中花, 第二月等。 冷言经卷二, 大一九, 一一以上, 此剑虽非妙经明星, 如第二月, 非是月影。 圆绝经, 新艺人王经卷中, 批4761。 第二一门, 即由向上之平等处, 回入向下差别门之教理法门。 于宗门中, 第一一门, 向上门, 多指真实绝对物尽的佛道究极之指, 或不止于世缘的上求菩提之修行道法, 相对于此, 方便全巧, 假借名言而设立之教义法门, 或随顺事情以教化众生之菩萨行, 则属第二一门, 向下门。 亦即以种种方法截断众生之祸障, 以破除迷惘, 导引去向成佛的悟之道。 其所用之教义, 机法往往相对于第一一门之入理深谈, 而与, 第二机, 第二头, 同意, 皆只舍离向上大机, 第一一门, 而回入方便道之法门。 同类用语上有门停施舍, 落草, 老婆心切等。 必言录第五则, 大四八, 一四四下, 理事不二, 全时并行, 放过一者, 建立第二一门, 直下阶段隔腾, 后学出击难为奏博, P4761。 第二谈, 纸密教修法之护魔谈, 正觉谈等。 大谈, 之对称。 一般而言, 两部大曼陀罗之公养谈称为大谈, 相对于此, 灌顶时之正觉谈, 小谈, 等称为第二谈。 又修其他大法之本尊谈称为大谈, 相对于此, 护魔谈, 圣天谈等称为第二谈。 大日经书卷八, 大三九, 六六五中, 阿舌离坐第二曼陀罗, 当与中曼陀罗相对, 去大曼陀罗二走。 第二是次小之意, 即是相代言之也。 参阅, 大谈, 八百八十五, P4762。 第二谈, 范语, Dheena, 巴黎语, Dheena, Dheena, 心意坐第二净律, 为四谈之第二。 具有内等静, 喜, 乐, 心移静性等四支。 于此谈定, 远离出谈的循, 四心理活动, 于内心性相明静, 顾称, 内等静, 由于禅定之故, 助于喜于乐之情态, 顾称, 定生喜乐。 又于此禅定之中, 可对至出禅之贪, 寻思, 苦, 调举, 定下列性等五种修道之障碍。 又于出禅定之时, 人会起语行, 寻, 寻, 而自此禅定以上, 则不再有语行。 此外, 修习第二禅定, 可得生于第二禅天之国报, 此天有少光, 无量光, 即光静三天, 即, 一, 少光天, 此天天重于二禅天诸天中, 光明最少, 故称少光。 二, 无量光天, 此天天重之光明见次转增, 难以测量, 故称无量光。 三, 即光静天, 此天天重之光明胜于上纪二天, 便照自帝。 又以光位于阴之故, 亦称为光阴天。 此外, 有关第二禅诸天之一处, 申量及寿量等国报, 于长阿含卷二十世纪经, 大皮婆申卷一, 一三六, 巨舍论卷十一, 丽莎皮坦, 谈论卷三, 卷七等皆详佳记载。 又如上纪所述, 此天天重已安住于禅定而生起喜, 乐之感受, 故此天又称, 定生喜乐的。 于节目之时, 三灾大水灾进坏第二禅天以亚之际世间。 长阿含卷八重极经, 巨舍论卷二十八, 显阳圣教论卷二, 卷十九, 参月, 四禅, 一千八百四十三, 四禅天, 一千八四十六, 批四千七百六十二。 第八外海, 指九山八海中之地八海。 于佛教宇宙论中, 一世界由九山八海所成, 地形为团圆, 四铜竹盘, 以须弥山为中心。 若依一山一海相间隔之顺序排列, 其中之第七海第七山, 称为七内海七宝山, 第七宝山之外及第八外海。 据据舍论卷十一载, 前七内海皆具八宫得水, 第八外海之水量为三一二万二千游巡, 咸水盈满, 岩浮体等四周在此中。 铁围山则围绕此地八外海之外。 参月, 九山八海, 一百二十七, 批四千七百六十二。 第八有, 及七反有, 之对称。 又坐第八身, 即欲流果之圣者, 受身至欲界, 最多为七次, 而不受第八身。 然就此七身而言, 小陈珠不忠, 弥煞塞不主张受身于人去, 与受身于天去共和为七身说, 说一切有不则主张人去与天去各利七身说。 据中阿涵卷四十七多界精载, 见到圆满之圣者, 不受第八有。 故若如说一切有不所主张, 人去与天去各受身七次, 则共有十四身, 而应不仅第八有, 关于此点, 有不未会通知, 则未经之义乃就人去而言。 参阅,四相四果, 1683, 批4762。 第十八愿, 即阿弥陀佛所发四十八愿中之第十八愿, 为四十八愿中之最重要者, 故又称王本愿。 其内容以念佛往生为主, 众生修习念佛以求往生净土, 即依此愿, 故又称念佛往生愿。 无量寿经卷上, 大一二, 二六八上, 舍我得佛, 十方众生致心性乐, 欲生我国, 乃至十年,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唯处五逆, 诽谤正法。 参阅, 本愿, 一千九百七十六, 念佛往生愿, 三千两百一十二, 批四千七百六十三。 第十六王子, 为世尊过去世前身之一。 于过去三千成典节之时, 演说法华经之大通至圣佛为出家前为国王, 有十六王子, 父王成道后, 诸子皆随从出家学道, 文法华经欢喜信寿, 亦各自身法座演说辞经, 后进成佛, 于十方国土说法度生。 其第十六王子即于娑婆世界成正等正觉之世尊。 世尊成佛后一常教化过去大通至圣佛之诸王子所化之众生。 法华经卷三化成余品, 批四千七百六十三。 第三分, 亦为四分之一。 即为时宗所说之心, 心所法四种认识作用中之自正分。 心, 心所法之认识作用分为相分, 见分, 自正分, 正自正分四种, 自正分为时之自体, 具有正之见分及正自正分之作用。 参阅, 四分, 一千六百六十三, 二位佛陀所舍弃之岁寿。 据大吉月藏经卷十法灭净品载, 佛陀出世于人寿百岁之时, 以佛陀之果报胜于世人而言, 寿命原本可至百二十岁, 但为悲悯众生, 使能分其福分, 乃舍受第三分之四十岁, 而于八十岁时入灭。 P4763, 第三禅, 范语Ttodhena, 巴黎语Ttaya, 如JJHNA, 心意作第三禁律, 为四禅之第三。 具有行舍, 正念, 正会, 又作正知, 受乐, 心意尽性等五知。 于此禅定中, 以离托二禅之喜乐, 助于正念正知, 进一步新求更高境界的圣法而精进修习, 因以远离二禅定之喜乐, 然有存有自的之妙月, 故称, 离喜妙月。 又于此禅定中, 可对至第二禅定之贪, 喜, 踊跃, 定下列性等四种修道之障难。 修习此禅定, 可得生于第三禅天之国报, 此天属色戒四禅天之第三。 于色戒十八天中, 包括少禅, 无量禅, 便禅三天, 即, 一, 少禅天, 此天天众以感受益的之乐, 故未知, 禅, 然其乐受于第三禅天中最少, 故未知, 少。 二, 无量禅天, 此天天众之乐受见次转增, 难以测量, 故称无量禅。 三, 便禅天, 此天天众之乐受罪为殊胜, 且浦州便满, 故称便禅。 此外, 有关第三禅诸天之一处, 申量及寿量等之国报, 详载于长阿含卷二十世纪经, 大皮婆沙论卷一三六, 巨舍论卷十一, 历世阿皮潭论卷三, 卷七等中, 又如上纪所述, 此天天众已远离二禅之喜寿而住于三禅之乐寿, 故此天又称为离喜妙月的。 又于坏结时, 第三禅天以下遭受风灾之摧毁。 长阿含卷八重极经, 巨舍论卷二十八, 显阳圣教论卷二, 卷十九, 参阅, 四禅, 一千八百四十三, 四禅天, 一千八百四十六, 批四千七百六十三。 第五大, 比喻有名无使者, 显教各宗认为地, 水, 火, 风等四大能生一切色法, 而无有第五大, 故以第五大欲归毛兔脚之虚无。 同类比喻用语上有第六音, 第七情, 第十三入, 第十九戒等。 唯摩经观众生平, 大一四, 五四七中, 如第五大, 如第六音, 如第七情, 如十三入, 如十九戒, 菩萨观众生未若此, 然于密教, 则虽亦以地, 水, 火, 风等四大能造一切色法, 唯密教强调四大不离, 心大, 心色不异, 其性为一, 故有五大, 加上空大, 六大, 再加上十大, 之说, 如是则已, 第五大, 比喻有名无实之假法者, 并不适用于密教。 大佛顶首轮严经卷三, 尊圣佛顶修于家法诡仪卷上, 参阅五大, 一千零五十六, 四大, 一千六百四十九, 批四千七百六十四。 第六天宝, 指欲戒中最殊胜之宝物。 第六天即他化自在天, 乃欲戒诸天中最上之天, 故其宝意味最殊胜之物。 诸经中, 常用于显示佛土宝物殊胜, 或用作比较, 辟欲之语。 无量寿经卷上, 大一二, 二七零上, 其佛国土, 自然七宝, 中略, 清静庄严, 超于十方一切世界, 中宝中经, 其宝犹如第六天宝, P四千七百六十四。 第四禅, 梵语, 梵语, K-Turt-Ha, D-H-E-N-A, 巴黎语, K-Turt-Ha, J-H-N-A, 新义座第四禁律, 为四禅之第四。 据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卷九载, 此禅定具有舍清静, 念清静, 不苦不乐受, 心仪尽性等四支。 于此禅定, 梵托第三禅定之妙月, 故称, 舍清静, 谨义念修养功德, 故称, 念清静, 由此之故, 助于不苦不乐之感受中。 又于此禅定中, 可对至初入习, 第三禅定之滩, 乐, 乐作义, 定下列性等五种修道之障难。 修习此禅定, 可得身于第四禅天之果报, 此天属色界四禅天之最高处。 其中有无云, 浮身, 广果, 无烦, 善陷, 善见, 色旧静等八天, 即, 一, 无云天, 此天位于云层密合处之上, 故自此天开始, 云的轻薄, 犹如星散。 二, 浮身天, 具有一身凡夫之圣福, 方得往生此天。 三, 广果天, 于色界诸天中, 此天乃一身凡夫所往生最为殊胜之处。 四, 无凡天, 于此天中, 无有凡杂纷乱之事物或现象。 又以此天天重不求去入无色界之故, 此天又称为无求天。 五, 无热天, 此天之人已能浮出上中品之杖, 亦乐调柔, 离诸热脑, 故称无热。 六, 善献天, 此天之人已得杂修善品之定, 以果得张献之故, 称为善献。 七, 善见天, 此天之人已离修定之杖, 至为戏之余品中, 凡有所见, 皆及清澈, 故称善见。 八, 色旧敬天, 此天已到重苦所依身之最后扁, 亦及有色天中之最后, 过此天则未无色解。 此外, 有关第四禅诸天之一处, 申量及寿量等之果报, 详载于长阿含经卷二十, 大皮婆沙论卷一三六, 巨舍论卷十一, 历世阿皮坛论卷三, 卷七等中。 又如上纪所述, 第四禅天天众已脱离第三禅天之妙月而谨意念修养, 功德, 故此天又称为舍念清净的。 又此第四禅天于节末之时, 不受火、水、风之三灾。 巨舍论卷八, 阿皮达摩顺正理论卷二十一, 大制度论卷七, 参阅,四禅, 一千八百四十三, 四禅天, 一千八百四十六, 批四千七百六十四。 申, 泛语孙厚AKA, 英译所加沙加, 管乐器之一种, 又称申笛, 起源不祥, 乃行于古代东方诸国之乐器。 巨通典卷一四四载, 我国之身, 古代以护, 袍, 类位之, 皇管插列于护中, 于管底庄上有想同至尘之黄片, 吹之发身。 有十三, 十七, 十九黄片所成之身。 佛典中, 佛本行及经卷十四常世纳非品, 卷三十成无上道品,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十一线并品, 大哀经卷六十八部共法品, 正气大臣经卷上等君载有此物之名称。 竟是敦煌出土之净土变相中, 即有天女吹奏身之图像。 范宇千字文, 随书音乐至第十, 玄印音卷七, 批四千七百六十五。 则荣 一百九十五, 东汉末年丹阳, 安徽, 人, 自为名, 以好诗名文相礼。 黄金乱起, 遂聚众头徐州赐史陶迁, 陶迁众其名, 使监督广陵, 夏批, 彭承三郡良运, 并任夏批相。 则荣笃信佛教, 聚三国至无至卷四流咒传载, 则荣善断三郡前良, 大起佛四, 以同至佛像, 黄金屠身, 一以锦采, 垂同盘九重, 夏卫众楼阁道, 可荣三千余人, 刻读佛经, 免除信佛者遥益, 每次遇佛, 所设九犯达数十里, 耗资类万, 汉代民间见佛祠, 行佛侍者, 使见于此。 又由于则荣之巨众读佛经, 可却知当时已有汉义佛教经典之流布, 其奉佛之行, 如祝佛像, 建寺院, 御佛, 师师等, 与楚王因, 环帝时不甚相同, 且于以礼方面更大见发展, 可由此的建后汉陵帝末年, 现帝时代, 一百九十前后, 徐州佛教之一般。 后因为徐人所恶, 遂率众难走, 袭杀广陵太守赵玉, 玉章太守诸浩, 入聚其义, 后为扬州赐使流咒攻破, 为山明所杀。 佛祖统计卷三十五, 后汉书卷一零三, 批四千七百六十五。 粗人, 又做粗人, 粗人, 即智晓成行者, 法之, 大成行者称为戏人。 大智度论卷三十九, 大二五, 三四五下, 申闻法中, 时不善道是为罪业, 磨合眼中, 见有身, 口, 亦所作是罪。 所以者何? 有作, 有见, 作者, 见者, 皆是虚狂顾。 粗人则粗罪, 戏人则戏罪。 天台宗之教判依此而有粗人, 戏人之说, 及四教之中, 藏, 中, 别三教者为粗人, 原教者为戏人。 法华玄义士千卷一大三三, 八二零上, 系人, 粗人, 二句犯过, 从过边说, 句名粗人, P4766。 粗言, 即粗恶之言语, 或止粗浅之教说。 又作粗言, 粗语, 粗语, 粗语。 历来之叛教有大小乘二教之说, 而以小乘之教法称为粗言。 又于叛教之中, 有劝, 劝善, 戒, 戒恶, 二门之别, 其戒门之教法, 亦称粗言。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二十范行品, 大一二, 四八五上, 粗语及软语, 皆归第一亿, 是故我经者, 归一于世尊。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十八范行品, 参阅, 头子一切佛生, 2950, P4766。 粗恶愿, 泛名Pirashayaka。 右座粗色园, 粗色园, 粗色园, 粗恶愿, 粗恶愿。 第四天寺愿, 重车愿, 粗恶愿, 杂陵愿, 喜陵愿, 之一。 据长阿含经卷二十刀立天公平, 正法念处经卷二十五, 据舍论卷十一等载, 欲界六天之第二天为刀立天, 又称三十三天, 位于须弥山之顶, 游帝是天统领之。 于须弥山顶有善建堂, 堂之四方各有元灵, 乃诸天由关西系之处, 粗恶愿即是善建堂东方之灵愿, 诸天人欲斗战时, 则入此愿, 将随其所需而献甲咒, 刀杖等兵器。 阿毕达摩顺正理论卷三十一, 大二九, 五一九上, 粗恶愿, 天欲战时, 随其所需, 甲杖等线。 大制度论卷八, 参阅, 四愿, 一千七百三十六, 批四千七百六十六。 粗一宝系嚼南机, 禅灵用语。 幼座粗食一宝系嚼南机, 粗食一宝系嚼南机。 极大口吞食虽容易饱腹, 但不易吸收, 细细嚼咽则不易饥饿, 且能体会其中滋味和养生。 禅灵中, 转指若能持续绵密之修行, 将有所体悟, 终必得到。 无门关第四十八则都律三关条, 大四八, 二九八下, 若能下得此三转域, 便可以随处作主, 御元集中, 其或未然, 粗一宝, 细嚼南机, 批四千七百六十六。 粗普寺, 位于西藏堆龙得庆, 又易作足普寺, 戳普寺。 南宋纯熙十四年, 一千一百八十七, 由喇玛教加尔居派, 白教, 又易作嘎举派, 加尔玛系创始人求松肯巴主持新建, 为加尔居派之主寺。 寺主加尔玛巴, 名始作, 哈利玛, 又易作嘎玛巴, 活佛曾受明朝, 如来大宝法王, 知封号, 为当时白教领袖。 十七世纪中叶, 黄教得适后, 白教实力受挫, 寺内有黄教僧官一人常驻监督。 寺中保存明代以来之文物甚多。 批四千七百六十七。 粗事体议论, 请参阅大乘武运论。 干青, 即青而寒赤之色。 又作干琉璃, 琉璃为青色。 为佛陀毛法即佛国土之色相。 佛陀顶上之毛法为干青之色, 故称干顶, 干法。 如大班若波罗蜜多金卷三八一, 大六, 九六八中, 世尊守法修长, 干青愁蜜不白, 又以佛之节毛为干琉璃色, 故称干节。 如同金卷三八零, 大六, 九六八上, 世尊眼节由若牛王, 干青起枕, 不相杂乱。 观佛三昧海金卷以广宏明集卷, 卷十三, 玄映阴卷三, P4767。 干纸精泥, 只用精泥书写经文或会佛菩萨等项于干纸上。 其材料或以银泥代替精泥。 干纸为青而含赤色之纸。 除干纸外, 上有紫、黄、赤、白等色之纸。 此类以金泥书写经文, 会置佛像之作法, 起源不详, 然依佛祖统计卷三十七, 梁朝中大通三年, 五百三十一, 五年及中大同元年, 五百四十六, 等条, 皆有经字经, 故可知以金泥写经之时代颇早, 而当时所用之纸虽不详, 然或依金字之对照而选配颜色。 此法乃为表现庄严华丽, 故非应用于一般之血经, 而多用于为其愿而血经、愿经之类。 据日僧元人之入唐求法巡礼行迹所在, 元人来华时, 于五台山经阁四间故菩提院之经藏阁, 见有大力年间, 七百六十六, 七百七十九, 之愿经, 干壁指经营字之大藏经共六千余卷。 又日本比瑞山净图院相传有志于唐慧昌二年, 八百四十二, 九月之干纸经营字经光明经。 宋哲宗元又二年, 一千零八十七, 高丽森一天诵经自书写之华言代经三本一八零卷至杭州会因四。 又是所传之高丽大藏经, 其金泥色彩于一般之金泥稍逸, 而净于银色。 此外, 一般以金泥血金时, 多付以银泥之蓝戒, 反之以银泥血金时则付上金泥之蓝戒。 P4767 干缘, 四支一鸣 又做干房, 干殿, 干语。 由于佛之毛法如干琉璃之色, 青色, 佛国土之色相位干青色, 故僧四亿称为干缘。 据祖廷世院卷四载, 万婿一一三, 六一上, 干缘, 范宇森加兰摩, 此云众缘。 西域有给孤独缘, 纸缘, 金缘, 姬缘之名。 缘以群生种植福慧为义, 皆佛辞之通称。 干缘, 即干语也。 世民曰干, 寒也, 为青儿寒赤色也, 内教多称干木, 干法, 取辞义也, P4767。 干瀑, 一范语, Kansas Boja, 又做剑瀑, 干瀑浙。 未产于西域之名。 色斥而行缘, 其上有三道横文, 佛景臣此乡, 称为干瀑陈旧。 慧怨因一卷下, 二范名Kemboja。 佛是十印度十六大国之一。 干瀑远为名, 以此国之人, 面形多如此, 故为国民。 新华严经卷四十五称干瀑浙国。 约在京阿富汉一带, 古代已多美女称名于世。 长阿涵卷五蛇尼沙经, 中阿涵卷五十五池斋经, 华严经书卷四十六, 参阅, 干瀑浙国, 两千零五十一, 批四千七百六十八。 邵源, 宋代华严宗学森。 身足年语及冠, 俗性均不详。 现存其所传之法界关门至登书一书, 系华严宗第一祖堂代杜顺和尚所作, 法界关门, 一卷之著誓书。 批四千七百六十八。 少龙, 一位臣记正法并使之光大龙圣。 如, 少龙三宝, 及记臣佛, 法, 僧三宝并使心龙之义。 唯摩经佛国品, 二, 一千零七十七。 一千一百三十六, 宋代灵记宗僧。 河州, 安徽, 寒山人。 九岁入佛会院, 金炎绿藏。 曾参业长庐之静照重信, 立访宝峰之战堂文准, 黄龙山之死心悟心。 后富家山, 湖南, 随世灵记宗阳其派高僧还悟克勤, 凡二十年, 并四其法。 建炎四年, 一千一百三十, 居平江之虎丘山云延禅寺, 大正环雾之禅峰, 世称虎丘少龙, 九之岁臣一派, 及虎丘派。 环雾世纪后, 宇若平共边环雾之语录。 绍兴六年世纪, 世寿六十, 义说六十五。 门人寺端边转虎丘龙和尚与陆一卷, 徐灵传塔明。 于日本, 其法系一颇龙胜。 世事基古略卷四。 大明高僧传卷五, 续传登陆卷二十七, 加泰普登陆卷十四, 批四千七百六十八。 细生灭, 二种生灭之一。 指六染心中之后三种, 不相应染, 所显现之为细生灭相。 于大臣其信论所立六染心中, 后三种染心即现色不相应染, 能见心不相应染, 根本也不相应染, 此三染心乃为细之或, 故与心所相应, 又此三心乃与如来藏心户不相及之为细之或, 故称不相应染。 此三不相应染显现为细之生灭相, 故称细生灭。 大臣其信论意记得下本, 参阅, 六染心, 一千两百七十八, 批四千七百六十八。 细色, 一男女绒色之为细, 柔滑, 美好, 一般多用于女色。 无量寿精卷下, 大一二, 二七六中, 免赖细色, 邪态外溢。 二, 粗色, 之称。 色法之精妙者, 称为细色。 依据舍论卷一载, 于各种色法中, 五根, 五净是有对法, 未粗色, 五表色是无对法, 未细色。 又有见有对之法未粗色, 无见有对之法未细色, 另有以无见有对之法未粗色, 而以无见无对之法未细色。 若比较欲, 色二戒之法, 欲戒未粗色, 色戒未细色。 又大众不等认为无色戒虽明, 无色, 然人有极细之色。 P4769。 细意式, 范语Kemot, Mano, Vetheni。 又作细心, 即止为细之心时。 从无始以来, 此心时即保持统一状态, 相续而无间断, 此即不派佛教上作不知主张。 尽量不称之为一味运。 一般认为此心时乃无人轮回之主体, 细为时宗所说阿赖耶时思想之先驱。 又根本大众不所说之, 根本时, 化的不所说之, 穷生死运, 正量不所说之, 果报时, 上作不所说之, 有分时, 皆止细意识。 副次, 辟育者, 分别论师所主张无心定有相续不灭之细心, 亦类似此词说。 大批婆沙论卷一五二, 成为时论卷三, 成为时论数计卷四本, 义部宗伦论书数计, 批4769。 细叶香面, 指独立叶相, 即, 生香, 中根本无名所发之为细叶用。 此香非无名之体, 与有位法身, 住, 义, 灭四香中, 于灵望, 住香, 时之身香味为细之念, 故称细叶相念。 是摩河言论卷三, 大三二, 六一八中, 佛果中正成远离二种念故, 云和为二。 义者大无名念, 二者细叶相念, 批4769。 细滑, 只为细柔滑之处静。 多用于指男女美好之色相, 与, 细色, 同意。 又与十二因缘中第六之, 处, 同意, 皆指引其官能上为细柔滑快感之处绝。 修行道地经卷六, 大一五, 二二零下, 之诸五乐皆归无常, 不能进除。 所以者何? 用剑色身香味细华之念。 又贪者身体之软细华则, 称细华玉, 为六玉之一。 玉家罗悦问菩萨行经, 一族经卷下, 批4769。 中南山, 位于陕西长安县西约29公里。 东起蓝田, 西至梅县, 绵更八百余里, 为秦岭山脉之一部分。 又称中南山, 太乙山, 帝废山, 略称南山。 山明最早建于诗经。 帝近西安, 旅游者每登山参访古迹明圣, 明森朔得住寺于山中者甚多。 五、六世纪之交, 高森云集, 如北周建德二年, 五百七十三, 法藏入此山之一封紫盖山建造禅房, 静矮一律途于山中营造二十七寺, 建德三年五帝废佛, 经一名僧三十余人避难此山中。 随时, 有至藏造立封德寺, 道叛淫建龙池寺, 渊草创至相寺, 静业营造物真寺, 僧照铸造神田寺。 唐代有华严宗第一祖渡顺, 法顺, 因隐居中南山, 是称, 中南法顺, 法陵于此山建龙田寺, 至眼驻至相寺, 弘阳华严宗, 是称至相大师。 净土宗之善导注于物真寺念佛修行, 是称中南大师。 律宗之道宣注于丰德寺, 弘阳寺分律宗, 其系统集称南山律宗。 藏于此山之高森一多, 以三阶教之信行为史, 上有惠祭, 致范, 道宗, 惠英, 致正等。 中南山著名四塔有新教四玄藏木塔, 西名四慈恩塔及原侧塔, 相机四大小二砖塔, 百塔四珠塔等。 四塔之外, 所藏碑名亦多。 旭高森传卷十一, 卷十六, 卷十九, 卷二十七, 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 开元寺教路卷八, 佛祖统计卷二十九, 卷三十九, 卷四十二, 长安至卷九, 卷十二, 古经图书集成山穿典地六十五, 金石翠编卷五十七, 卷六十二, 卷六十六, 卷七十一, 卷七十五, 批四千七百六十九。 中南山天龙会集资门士谱, 请参阅资门士谱。 宗教, 为华严宗所叛事, 五教, 知第三。 此教含舍人家, 圣满等经级大臣启信, 宝信等论所说之以理。 全称大臣宗教。 此教之教义, 旨在谈, 定性二圣, 无性产提, 悉当成佛, 故与主张, 无性各别, 而不认为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之大臣使教相较, 此教方尽大臣至极之理, 故称为宗教。 又以此教阐明真如随缘的不空之义, 主张一切法为此真如如来藏之时的, 故远超使教的真如宁然之说, 以其与实理相称, 故称为实教。 如是, 中教与实教二明并举, 称为中实之教。 成观之华言玄谈卷五常就信相, 举出一成三圣, 一性五性, 为心真望, 真如随缘宁然, 三性空有吉利, 身佛不增不减, 二地空有吉利, 四相一时前后, 能锁断正吉利, 佛身无畏有畏等十种别意, 论列始终二教之前身胜裂。 又始终二教皆依一定的修行皆为见次修成, 故总称见教。 华言五教张卷宜, 参阅,五教时宗, 1146, P4770。 中顿前后, 指华言宗三祖法藏与五祖成观对五教叛中之宗教与顿教前后次第之不同看法。 此论乃因二师对于五教、 十宗相互属之关系有不同之主张而起。 法藏称宗教为真德不空宗至于十宗之第八称顿教为相想拒绝宗至于十宗之第九。 然成观以十宗之第八称为真空绝想宗、 摄、空始教、 即、顿教、称、 宗教、 为、空有无碍宗至于十宗之第九。 法藏以荣慧信箱为主, 成观以绝叛信箱为主, 故旧宗教、顿教之前后所说不同。 又据日本宁然之五教章通路纪卷十六所在, 法藏之十宗系依准五教之顺序, 成观之十宗则依准四法界之次第, 故造成二师论典之其矣。 参阅、五教十宗, 1146, P4770。 挂丝, 原指漏幕, 透明书通之屏风, 亦指为不鸟雀所驾之网, 后转指遮掩椅子背后之板屏, 或帷幕。 背后附有板屏之椅子, 称挂丝椅子, 禅林中常用于说法, 普说之场合。 又作福丝, 赤修百丈轻规卷二告香条, 大四八, 一一二零上, 至日, 逝者令客头于请堂或法堂铺设挂丝椅子, 同书卷七支四节丙符条, 大四八, 一一五三下, 堂丝行者排办法座, 左手夫挂丝, 设助持位, P4771。 羚羊挂脚, 禅林用语, 又作羚羊挂脚, 比喻大悟之人敏绝迷直之踪迹, 犹如羚羊免时, 脚挂树枝, 脚不触的, 完全不留痕迹, 比喻眉踪迹, 无挂爱之情形, 景德传登陆卷十六, 大五一, 三二八中, 我若东道西道, 辱则寻言逐句, 我若羚羊挂脚, 辱像什么处门摸, P4771。 习因习果, 指, 同类因, 与, 等留果, 于佛教之因果论中, 六因, 与, 五果, 皆为其中之主要理论, 六因, 细解释诸法生起之原因, 其第三项为同类因, 犯撒白之耶, 习出, 就义为习因, 细解释能生起同类法之原因, 又, 五果, 乃说明由各种因缘所生起之结果, 其中之第二项为等留果, 犯恩爱言的, 法拉, 就义为习果, 细解释语原因之流泪相等之结果, 就义之, 习, 字, 乃在强调因果关系的习序之意, 即习序前念之善心, 而其后念之善心未善业果, 乃至习序前念之无忌性, 而其后念之无忌性, 前念称为习因, 即同类因, 后念称为习果, 即等留果, 据摩合纸观卷八载, 习因是自分因, 习果是一果, 习因习果通于一切色法, 心法, 即善, 恶, 无忌等三性, 参阅, 五果, 1112, 六因, 1256, 同类因, 2250, 等留果, 5172, 批4771, 习定论, 请参阅六门教授习定论, 习气, 泛与飞塞, 八粒与同, 又作烦恼习, 于习, 残气, 略称习, 由于无人之思想及行为, 由以烦恼, 经常生起, 其熏习于无人心中之习惯, 气氛, 习性, 于习, 残气等, 称为习气, 如油纳香之妾中取出香, 妾内由存香气, 用以比喻虽灭除烦恼之阵体, 称为阵史, 尚存习惯气氛, 佛典中所记载, 如南陀之银席, 舍利福及摩赫加叶之田席, 悲灵加婆拔之曼席, 摩头婆斯扎之跳细席, 焦饭提之牛叶席等, 均为习气之力, 唯有佛乃能永断正史及其习气。 为时宗以习气为种子之一名, 乃现行熏习之气氛, 具有产生思想, 行为及其他一切有为法之能力, 含葬于阿赖耶时中, 又将习气氛为三种, 称为三种习气, 三种熏习, 即,依,明言习气, 指依明言, 言语之表象, 而熏乘之种子, 即明言种子, 系使一切有为法各自产生之直接原因。 亦即由明相概念熏于阿赖耶时形成之种子, 此类种子反转过来即成为现实各种事物之原因。 若就隐身等流果, 与因同种类之果, 之观点而言, 明言习气又称为等流习气。 其中又可分依表意明言, 以因生表意, 与显境明言, 原律对境之心, 心所, 而产生之二种习气。 二, 我之习气, 乃依我之而熏乘之习气。 亦即由无人之, 我见, 熏习阿赖耶时而成之种子, 此类种子即是无人于现实生活中分别你, 我及其他种种差别之原因。 三, 有之习气, 有有之, 犯巴夫之诶, 及三有, 于三界之生存, 之因, 之即因之义, 所熏成之善恶业种子。 亦即无人自身所作善恶诸业熏于阿赖耶时而成之种子, 此类种子即是后世获得各种不同果报之原因。 若就其召感一手果果报, 之观点而言, 有之习气又称为一属习气。 此外, 诸善根基习之气氛, 亦称习气。 如华阴卷四, 自食离世间品所在, 第十的知菩萨有菩提心习气, 又称本气, 善根习气, 成行气, 教化生习气, 下化, 见佛习气, 神见, 于清净土受生习气, 受生, 菩萨行习气, 大行, 大愿习气, 十愿, 波罗逸习气, 十度, 出生品等法习气, 理智, 种分别净习气, 量知, 等, 凡十种, 皆由艳符烦恼之故, 于诸行积累熏习气氛, 方能就静断符烦恼, 称为习气。 除上纪之外, 另有等流习气与一熟习气, 或明眼种子与叶种子等之分别。 大制度论卷二十七, 瑜伽诗的论卷五十二, 成为十论卷八, 十的经论卷十一, 据舍论光记卷一大乘一张卷五本, 华言经书卷五十三, 参阅, 种子, 五千八百六十三, 批四千七百七十一。 习灭, 修习善法而灭除恶法之乙。 无量寿经卷下, 大一二, 二七四上, 善知习灭因身方便, 如阿弥陀佛极乐国土之菩萨, 能善巧之解如来之正法, 修持善法, 催灭恶法, 去除烦恼构障, 的大智慧, 具足无碍辩才, 并乐求无上菩提之道。 无量寿经义书卷下, 批四千七百七十二。 习种姓, 一范语CMNTA, GOTRA。 二种姓之一, 六种姓之一。 全称习所成种姓。 只经由后天之修行, 熏习而得之种姓。 一级听闻法界等流教化, 而修习众善, 日久熏成之种姓。 相对于此, 无始以来法而自存, 辗转相续的无漏因之种姓, 称为性种姓, 一级所谓的天秉之姓。 参阅, 种姓, 五千八百六十七, 二位大臣菩萨修行阶位中之实柱。 此阶位之菩萨, 习空观之教, 破除剑丝之祸。 菩萨应落本夜经卷上, 参阅, 六种姓, 一千三百零二, 批四千七百七十二。 西早尺, 东静明氏。 襄阳人, 自厌威。 乃习欲之后。 博学多文, 以文章, 史才著名, 为荆州赐史环温所器重, 赵魏从事之职, 类观至别价。 以环温有谋反之机, 乃坐汉静春秋五十四卷以归见之。 长杰交当代高森道安法师, 自号, 四海西早尺, 道安乃义, 弥天是道安, 达之, 为十人所称美之名号仇达。 东静孝武帝太元四年, 三百七十九, 秦王福坚攻下襄阳后, 将袭早尺及道安鲁至长安, 乃对臣下道, 大武陵, 三五二下, 正以十万之师取襄阳, 为得一人伴, 即指道安一人, 袭早尺伴仁, 其推重称谕之义, 亦于言表。 魏九, 相更反正, 朝廷欲以国使之士争之, 以促, 身足年不详。 其子习辟将亦为当代民事, 亦喜与资门朔得交由, 而以俊辩之机风享欲资素之间。 禁书卷八十二, 批四千七百七十三。 传子和尚, 唐代禅僧, 籍贯, 身足年军不详, 名得臣, 随世耀山为衍三十年, 为其法寺, 常治浙江华庭, 范小舟随缘接话往来之人, 是称传子和尚。 传法与家山善会禅师后, 自负周而逝。 有官师传法家山善会之因缘, 禅灵中称为, 传子的灵。 灵, 只有金色灵之鱼, 比喻众中之大利者。 师虽得药山之法, 然以信好山水, 而至日九人无四法之弟子以报师恩, 后应道无儿得家山善会, 善会并从师之问答教士而得开悟, 后蒙应可, 成为四法弟子。 祖唐吉卷五, 景德传登陆卷十四, 世世姬古略卷三, 批四千七百七十三。 传师, 佛陀之义称。 佛陀教化众生, 令渡生死之海, 而至涅槃彼岸, 犹如传师, 能运在众生渡海, 由此岸至彼岸, 故欲称为传师。 又佛陀度化众生之教法, 则欲称为传法。 无量寿经, 静益华言经卷二十, 批四千七百七十三。 刹车国, 西域古王国, 又称徐沙国。 即京新疆省刹车县, 位于塔里木河上流, 首都魏耶尔。 南通印度, 西通阿富汗, 乃边防交通重镇, 通商一盛。 于北魏时, 称为徐沙国。 于唐玄藏时, 南半部称卓俱家国。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 大五一, 九四三上, 此国中大臣经典部数犹多, 佛法智处莫斯未圣也, 十万宋未部者, 凡有时数, 又聚梁高森传卷二载, 揪摩罗时与其母曾途经沙勒国, 跟随沙车王子沿袭大臣教。 汉书西域传, 卫书西域传, P4773。 沙昆达罗, 泛名Akuntal, 全名Akuntalan。 印度古代之戏曲, 梵琪木。 西元五世纪请印度大文豪加里陀沙, 范Khaledese之代表作, 亦为古典范文学最杰出之作品。 1789年, 金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 介绍至欧洲, 引起欧洲之士分子之震撼与赞叹, 加里陀沙岁被关以, 印度之沙士比亚之美誉。 此戏曲之梗盖如下, 一日, 国王杜使羊多于森林狩猎, 邂逅影视甘华之羊女沙昆达罗。 未酒, 国王为沙昆达罗之美貌与爱情所动, 遂以戒指护士婚姻。 然因命运乖喘, 于烟展开曲折之悲剧。 其后, 国王再度见到戒指, 史如梦初醒, 警务金氏佐飞, 两人婴儿团圆, 并以喜剧收场。 此故事可于印度史诗摩赫婆罗多, 范玛比亚特, 又作大战师, 及古代文献帕朵马富兰娜, 范帕玛普亚, 中见其雏形。 可想而知者, 此戏曲戏以上述两古籍之故事为底本, 再令以新文体, 新构想, 重新创作, 成为一大文学作品。 迄今为止, 本书各种语言之一本极多。 与我国, 先后有曼书大师所义之, 沙昆多罗, 卢钱之, 沙公达罗, 及弥文开之, 沙昆达罗。 P4774 沙昆, 以缩草劫迹, 原为古代印度奴仆之风习。 于密教中, 不动明王位如来之逝者, 助于奴仆之三昧, 故头法作七劫之沙昆, 七, 表七菩提芬, 沙昆, 别表如来逝者之身份, 末劫为一变法, 左锤, 表悲念下恶极苦恼之众生。 底里三昧经卷上, 大日经书卷五, P4774 莫振熙, 1899 1986 广东中山人 民国二十五年, 1936 皈依慈行法师, 法明静悉 世经通国学, 信仰虔诚, 常撰写佛教论述文章。 这有经其集, 见信成佛, 经其杂集, 冷言浅易等。 民国七十五年十二月去世, 享年八十八。 其女莫配贤信佛一睹, 这有妙哉观世音, 编译友, 是佛, 等书。 P4774 莫妄想, 禅灵用语, 鹤令他人物其妄想之意, 乃严厉制止执着于分别意识者所用之语, 不其妄想, 则可值得菩提之果, 此用语盛行于唐代禅灵间, 景德传灵陆卷时长沙景曾章, 大五一, 二七五下, 有僧问, 蚯蚓段位两段, 两景巨洞, 为审佛信在阿那景, 诗云, 妄想作魔, 连灵会要卷六亿有同一记载, 而于最后位, 莫妄想。 梵阳吴德禅师与陆卷中, 武祖法眼禅师与陆卷中, 景德传灯陆卷十八, 批四千七百七十四。 莫弹云, 一千九百一十六, 原籍湖南长沙, 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 曾任中学校长, 教员, 中国国民党随远省党部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 随远省妇女会理事长, 随远妇女月刊社社长, 随远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妇女干部训练班主任, 立法院教育委员会召集委员等职。 笃信佛教, 为人忠厚成职, 但博名利, 抗战时期, 领导随远妇女从事未劳, 救济, 服务, 宣传等工作, 不遗余力。 自37年, 1948, 当选立委以来, 无论对政府之建言或法案之审议, 无不持公平, 公正之立场与态度, 深或好评。 57年代表国家参加在马来西亚举行之世界佛教徒友仪会第九届代表大会, 并当选为世界佛教青年会副主席。 58年代表国家出席在西亚举行之两个世界性佛教会议会后赴新加坡、泰国、香港、印度等地考察。 P4775, P4775, 墨赫眼器为大墨的泛汉并举之称, 即戈壁大沙漠就称沙河, 又称墨赫眼器。 据高森法显传及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载, 此沙漠长八百余里, 上无飞鸟, 下无走兽, 腹无水草。 为习时佛教东传, 陆路, 必经之地。 参阅, 戈壁, 1411, P4775, 末归乡纪, 为唐代马祖道一, 709, 788, 所作之计。 马祖的南越怀让之法后, 于江西一带红阳禅旨, 主张, 平常新世道, 及新世佛, 与当时在湖南红法的石头西迁, 被并称为禅林之双臂。 一日, 马祖返归乡里四川省, 乡人甚大欢迎, 然时马祖又小时之婆子却为, 万婿一三五, 四五四下, 有何其特? 原是马波及家小子。 马祖闻之, 碳于乡里南行佛法, 遂作一记以为戒, 劝君莫还乡, 还乡道不成, 西边老婆子, 换我救十名, 即返回江西。 另一说为此记乃马祖归乡制途中, 又返回南岳处烧香礼拜时, 南岳所赠予马祖之记, 燃记文略有出入。 五家镇宗赞卷一马祖道一张, 镇法眼葬行池偏卷下, 批四千七百七十五。 庄户, 指唐代于寺院所属农地上跟作支点农, 又做庄殿, 庄客, 庄户, 地客。 于唐代, 寺的虽亦有僧尼根作, 然大部分为庄户所跟。 唐五宗集后周是宗废佛墓地之一, 即在没收寺院领地。 赤修百丈轻规卷四两续张列执杂物条, 批四千七百七十五。 庄主, 禅陵中掌管有关禅沙领地事项之职称, 又称兜庄, 庄主。 执掌事物包括监视田介, 修器庄舍, 安抚庄殿, 又称庄客, 地客, 庄内所有小事, 当随时处理之, 是观重大者, 则需申诉四中主事裁定。 古清规本无此职, 乃后事所立。 自立此职后, 必端摆出, 或购院住持, 至上下布幕, 或至真起送, 耗费钱粮, 甚而导致济刚不振。 顾于旗下设副庄, 二庄主, 兼收, 甲干, 装甲, 等职称, 旗下更设庄殿。 以庄殿耕种, 甲干提督, 兼收收租, 各掌其事, 纵有疏纳, 休须, 标良等事, 仅需临时分为, 限期始办, 事必及归, 如此既能省资费, 付可防患于未盟。 赤修百丈轻规卷四列直杂物条。 禅灵象器兼职位门, 佛教经济思想研究, P4775。 庄宗的宝, 禅宗公安明。 为五代后唐庄宗与其施灵济宗新化存奖禅师之机缘语句。 一日, 庄宗向存奖为, 大五一, 二九五中, 正收大梁, 的一颗无价明珠, 为有人筹架, 存奖请看此宝, 庄宗遂以手书开头脚, 四方垂下之头巾, 此外吉摩所言说, 存奖乃道, 君王之宝, 谁敢筹架, 盖存奖所说之, 君王之宝, 一及庄宗自言之, 无价明珠, 乃指至上之本来面目, 此本来面目原本超越大小, 有无, 好物, 胜裂等之对立, 而涵盖万事万物, 故无法出价或买之。 仅得传登陆卷十二, 禅院蒙求卷上, 从荣陆第九十七则, P4776, 庄严, 梵与非YHA, 巴黎与BHA, 非YHA, 或梵与阿拉KRA, 巴黎与同, 严是不列之意, 即不列诸种种宝, 杂花, 宝盖, 状, 帆, 阴落等, 以装饰严禁道场或国土等。 据旧华盐经卷一大品班若经卷一载, 佛说华盐, 班若经时, 其场地以种种妙色交世庄严, 细未迎接他方菩萨, 令众生生欢喜心, 而以神力变现者。 又据世清之无量寿经幽婆提舍愿生记载, 弥陀净土有国土、 佛、 菩萨等三庄严, 其中, 国土庄严有十七种, 佛庄严有八种, 菩萨庄严有四种, 合计二十九种庄严功德成九。 大臣一张卷十九阐释净土时, 将国土庄严分为人、法、 是三种, 一、 仁庄严, 己圣善, 众生居其中, 故谓知境。 二、 法庄严, 应居诸佛法, 故谓知境。 三、 是庄严, 及宇宙宝, 光明等事相有关之庄严境。 诸经中不少就佛菩萨等神就诸种功德法门以言是其社格而说庄严, 如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二十七载有智慧与福德二种庄严, 大法具陀罗尼经卷四相好品举出菩萨有发心、修行、 资才等三种庄严, 大方等大吉经卷一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品列举界阴落、 三昧阴落、智慧阴落、陀罗尼阴落等四种庄严, 旧华严经卷十名法品,卷三十八离世间品, 卷四十一离世间品均列举菩萨之十种庄严, 大方等大吉经卷十七虚空葬菩萨品载菩萨二十大事庄严。 此等皆是菩萨于因为发大誓愿, 为利益众生不惜生命所累积功德以言是其身格, 称之为庄严。 佛殿寺院等堂内则已翻盖、花满等装饰、 铸臂、蓝笋亦克惠天人等种种乡, 凡此皆在表示对佛之崇敬, 使敬拜者升起前进之心。 如印度阿詹多哭愿, 正面安置佛像、塔形、天井寺碧会上佛传, 本身故事,并以花纹装饰之, 佛之后光以莲花为忠心, 客会莲珠、莲神、莲湖、莲伴、 忍冬、唐草等之浮雕, 并有宝观、樱落、环串等, 颇见锋利。 海逸菩萨所问敬应法门经卷八, 大臣百福庄严香经, 陀罗尼吉经卷十二, 大制度论卷十, 批4776。 庄严王陀罗尼咒经, 唐代义经, 六百三十五, 七百一十三, 义, 右座庄严经, 庄严王经, 庄严王陀罗尼经, 杂密经, 拥护饶义法, 收于大阵藏第二十一册, 本经叙述佛在布达洛迦山, 相关自在菩萨, 庙吉祥菩萨宣说, 一切如来所互观察众生是现佛刹庄严王陀罗尼, 刺说诵持, 书写本经之功德, 并宣说神咒, 其后说成就功德之修法, 并未如法修持者, 命中必生极乐世界。 此法系佛陀于初发心时, 在, 花光显现如来, 知处所闻的者, 闻后即蒙花光显现如来受继位来做佛。 P4777 庄严王陀罗尼经, 请参阅庄严王陀罗尼咒经。 庄严王经, 请参阅庄严王陀罗尼咒经。 庄严寺, 一位于南京。 东晋永和四年, 三百四十八, 谢上捐舍自宅改建卫寺, 称庄严寺, 或称塔寺。 刘宋时, 文帝曾临本寺设斋, 后改为, 谢正熙寺, 佑豪, 谢寺。 先后有惠寺, 僧宝, 僧至, 至宗等入住。 陈太监元年, 五百六十九, 焚毁, 五年重建, 改称, 新延寺。 至名永乐二十一年, 一千四百二十三, 珍藏重新, 恢复旧名。 二南京宣扬门外, 亦有同名之寺, 系刘宋大明三年, 四百五十九, 陆太后所建, 有七重塔等。 畏区别良代所建之小庄严寺, 而称本寺为大庄严寺。 先后有僧密, 谭兵, 谭祭, 谭宗, 慧亮, 僧谦, 僧明等高僧居之, 盛极一时。 流宋明帝, 南齐高帝, 昭明太子等, 均曾至此听讲, 滋论佛法。 陈代时, 五帝屡舍深入寺, 宣讲金光明经之大纲, 并设吴哲大会。 随以后建衰, 唐十牛头山会终于此建法堂, 重修唐舍, 其后严格不详。 三位于南京之定英里, 是称小庄严寺。 原为靖陵陵王之庙的, 梁天坚六年, 五百零七, 邹、少、文力创建。 文力长沙怀孕母鹿, 故换眼疾, 心声忏悔, 求道于杜禅师, 为杜禅师舍家资而建本寺。 梁高森传卷七, 卷八, 卷十一, 南始本季第五东踹侯, P47777。 庄严杰, 范语VYHA COPA 三杰之一。 过去, 现在, 未来等三世之三大杰中, 过去之大杰, 称庄严杰。 又做过去庄严杰。 相对于, 现在贤杰, 未来新秀杰。 在现在贤杰之前, 由一大杰所成。 一大杰中总有成, 柱, 坏, 空之八十增俭小杰, 于其, 柱杰, 中, 以华光佛为首, 至皮舍佛佛, 共有千佛出世, 庄严齐杰, 故称庄严杰。 过去庄严杰千佛明经一卷, 即载此千佛明。 大臣本身心地观经卷一观要王要上二菩萨经, P4778。 庄严杰千佛明经, 请参阅过去庄严杰千佛明经。 庄严门, 只仅具形式之教化门, 犹如庄严佛法之外在门面, 非真实之佛法。 如一般以六度万行位佛法, 其实仍未彻入真实佛法, 故称为庄严门。 灵记录世众, P4778。 庄严清静藏三昧, 为大日如来所入之三昧。 此三昧以, A、A、 自门菩提心为体, 乃大日如来内政之三世无碍智力与如来化他之神便加持不思义力之所依藏。 此三昧为如来重得之藏, 无尽庄严魔所缺, 故称为庄严清静。 又三世无碍智之大智, 又三世无碍力为自正之大智, 如来加持力为化他之大悲, 日森搞宝以入佛三昧耶, 法界深, 转法轮等三种应言依次相当于庄严清静藏三昧。 三世无碍力, 加持不思义力。 大日经卷三, 大日经书卷十一, P4778。 庄严书, 唐代文诡者。 原称英明入阵理论书。 依据玄奘之讲授传成此书, 在若干问题上与窥姬之英明大书解说不同。 原以一诗, 至清末在日本发现第一卷残本, 民国二十三年, 一千九百三十四, 山西照陈县广盛寺发现之金板大藏经中, 又发现第三卷残本, 之那内学院依此二残本, 并记录日本善诸之英明论书名登钞, 明权之大书李书, 藏郡之英明大书抄等书所印庄严书文具, 刊印庄严书三卷。 P4778。 庄严菩提心经, 全一卷。 遥情纠摩罗十一, 又作菩提心经, 收于大阵藏第十册, 为最圣王精进的陀罗尼品之别义, 与原位及家业所义之大放广菩萨时的经之义去相同。 内容细解说菩提心经, 名是十波罗蜜, 十的, 及各地所属之三摩地, 地乡所得之陀罗尼等, 卷墨并一一阐明十波罗蜜之意义。 P4778。 庄严精, 请参阅庄严王陀罗尼咒经或大臣无量寿庄严精。 庄严精论, 请参阅大臣庄严精论。 庄严论, 请参阅大臣庄严精论或大庄严精论。 庄严宝王金, 请参阅大臣庄严宝王金。 何吉森, Hodgson, Brian Holden, 1800, 1894, 英国之东方学学者, 外交官。 18岁及至印度, 任东印度公司职员, 外交官, 任职于波斯, 尼泊尔时, 1833, 1848, 对印度殖民的知经营, 献策良多。 1848年退职后, 起影于喜马拉雅山山路, 专心研究动物学, 地理学, 人类学, 语言学。 搜集一万种以上之鸟类, 并介绍尼泊尔, 西藏之风俗, 文物。 智力于381部梵语大臣教典之邪本类之搜集, 翻译, 堪行, 并将梵语佛教典介绍至欧洲, 引起甚大之反应。 其中, 《金刚争论》, 梵语佛典之最早因一本, 1828。 其著作有, 《Illustrations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of the Buddhists》, 1841, 《Essays on the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of Nepal and Tibet》, 1874, 《Aborigines of India》, 《Sketch of Buddhism》, 《Derived from Buddha's Scriptures of the Nepal, Miscellaneous Essays Relating to Indian Subjects》, 《Earthfalls》, 1800等。 被视为真正研究佛教之拓荒者。 P4778。 和叶座, 指和叶索夫之作。 和, 吉莲。 密教金刚界之诸天, 胎藏界释迦苑之诸大声文, 皆以和叶为作。 据《大日经书》也密超卷九之解释, 为此等诸尊位有菩提之种, 故仅以和叶为作, 而不以花苔为作。 《大日经卷五》, P4779。 和叶团团, 禅陵用语。 团团, 即圆形。 圆如和叶之意。 为荷花之叶如月圆, 于禅陵中, 隐身未彻底满之影。 五灯会圆卷五家山善会章, 万序一三八九四上, 和叶团团团团四定, 了间, 间间四追, P4779。 和丹,和, 至物于, 丹,至物于间。 与,和父,和法, 同意,皆为互持佛教大法, 担负佛法相续之责。 禅院清规卷二小参, 第4779。 和则大师显踪迹, 请参阅显踪迹。 和则四, 位于河南洛阳。 唐大天宝寺年, 七百四十五, 神会, 禅宗六祖会能知法寺, 受赵助于本寺。 神会极力主张, 顿悟说, 知南宗禅为禅宗之正系, 故本寺乃成为抨吉北宗, 见悟说, 知所。 历代法宝纪六祖会能章, 何则显踪迹, 批4779。 何则宗, 即以禅宗六祖会能知弟子何则神会为宗祖之禅宗派系。 神会于唐玄宗时, 驻洛阳何则四, 故后世以何则称之, 其宗派亦被称为何则宗。 神会极力主张, 南宗顿悟为禅宗之正系, 北宗建悟未放戏, 一身致力于张显南宗禅, 至十六祖后之禅风形成北建南顿之对立情室。 神会之弟子有驻太行山之词周法如, 洛阳同德四之无名, 经周国昌四之行, 慧, 诀, 宜周宝真苑光瑶, 宝, 敬平, 何阳空, 弗陵, 云坦, 道颖等。 又法孙有无名之法四清良成观, 云坦之法四全正, 道颖之法四辩真等。 据规封宗秘之, 禅门师资成习图, 记载, 何则宗法系, 四地位何则神会, 法如, 为中, 道颜, 宗秘。 然静年之史时研究证证实未尽众四神会, 南应, 道颜, 宗秘。 何则宗真正开展乃于石头西迁, 六百七十七, 七百四十四, 即南岳怀让, 七百, 七百九十, 知法系, 至宗秘, 七百八十, 八百四十一, 之后则见衰落。 知之一字, 重要之源, 为何则宗之宗耀? 知, 即灵之, 为达摩所传空迹之心。 迷于此之, 故起我相, 自我之心, 妄计有, 我, 我所, 是客观之外敬畏自己所有, 常不能脱离自他, 善恶等相对待之世界。 弱了悟空迹之之, 爱悟之心自然淡薄, 悲至自然增鸣, 罪恶自然断除, 公行自然精进。 幼宗密将代表当代, 唐代, 禅之和则宗总和传统之华言教学, 而主张, 教禅一致。 此外, 宗密对于马祖道一, 七百零九, 七百八十八, 以后之洪周禅所主张, 平常心事道, 即, 行住坐卧一切言与动作皆为佛性显现, 知看法, 平之为无知作用下之, 恶平等, 见解。 历代法宝纪六组绘能章, 洛金合则神会禅师广语, 景德传登陆卷二十八, 中国禅宗史第七章, 应顺,禅宗史研究, 与景伯寿, 批四千七百七十九。 荷雕阿纳韩经, 全译卷。 东径竹谈吴兰译, 又称荷雕阿纳韩经, 荷雕阿纳韩经, 收于大正葬第十四册。 内容叙述荷雕阿纳韩经, 佛陀所说之四事, 即, 一, 不诗, 二, 善说, 三, 瞻世同学给足有无, 四, 同学者才共不计等。 佛陀又赞其所行八事, 即不求, 自信, 自修, 自残, 精进, 自观, 得禅, 辞会等, 皆不遇人之, 以免扰人。 历代三宝记卷七, 开元世教路卷三, 批四千七百八十。 迪元云来, 一千八百六十九, 一千九百三十七, 日本净土宗僧, 佛教梵语学者。 旧信土桥, 又明竹智郎, 好独有。 和歌山是北田边挺人。 十岁时, 因从迪元云台的渡, 故而改名为云来, 四季诗信。 明治十六年, 一千八百八十三, 从福田行界授界, 月二年, 入东京净土宗学分校, 后转回本校, 明治二十八年毕业, 两年后成为该校教授。 明治三十二年, 赴德国留学, 于斯特拉斯堡大学师 是列乌曼一。 李奥曼, 修范语学, 明治三十八年三月, 获得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十月归国, 任东京宗教大学教授, 而后兼任各校校长或讲师等职。 大正九年, 一千九百二十, 住持东京浅草士院寺, 二年后获文学博士之学位。 大正十五年, 任大正大学文学部圣语学研究室主任, 一年补证森镇, 后出奖励镇大学。 师通达信乡及梵语学, 特意博通佛教梵语而得海内外之令语。 其著作有实习梵语学, 印度的佛教, 翻译著作颇多, 如梵和对义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法句经等, 以稿及有的缘云来文集, 及汉译对照梵和大词典。 P4780。 狄虚纯道, 1907, 日本佛教学者。 1934年, 于龙谷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毕业, 1944-1945年间, 赴中国留学, 研究中国宗教史。 历任灵济学院教授, 花园大学教授。 这有日宋文化交流与日本之禅宗, 宋代禅宗之影响与日本文化等。 P4781。 图, 西坦字, 西坦五十字门之一。 又做茶, 茶, 拿, 那, 闹, 扎, 佗, 则, 坦, 谭, 卓, 细华言, 班若所说西坦五十字门之一, 四十二字门中最后之犯字, 体文五类生之蛇生第三。 图字门, 自相潜略是做指持义, 自义生密是则做指持不可得之义。 大日经书卷七位置持细犯于HA Kansas, 汤家, 之转世。 又光赞班若经卷七, 放光班若经卷四等座究竟, 边境之义, 故此字为一切字母之究竟, 过此字则更无字可言。 天台宗以四十二字配于菩萨成之四十二位, 以阿字表出著, 以图字表妙诀。 大日经卷二, 文书师利问经卷上字母品第十四, 大制度论卷四十八, 批四千七百八十一。 图吉尼, 范明K, 亦亦空行母。 又坐拿吉尼, 拿吉尼, 拿纸, 图吉尼, 图纸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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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渣纸尼。 列于密教献图胎藏界漫图罗外金刚不怨之南方, 炎摩天之左侧, 既有三天鬼及一眼卧鬼。 其形象位, 三天鬼之中央者, 周身赤肉色, 右手持人足, 开口食之, 左手持人臂, 其右方之鬼, 左手持刀, 右手竖肘, 食指向右, 于四指弯曲直, 其左方之鬼, 左手屈臂, 握拳当胸, 右手竖肘持, 眼卧鬼则眼卧于三天鬼之前, 闭目, 怒法而耸立, 二手置于身侧。 种子位, HA, 三昧耶行位 杰波罗, 范卡拉, 即。 据大日经书卷十载, 图吉尼系大黑神之卷属, 夜叉鬼之一, 有自在之神通力, 能于六个月前得之人之死其, 遂欲先取使其心, 而待之以他悟, 直至此人何当命终时, 始告败坏, 盖修此法者可得神通, 大成就, 毗卢这那佛未处此众, 故以降伏三世之法门, 化作大黑神而收射之, 令彼皆归命于佛。 图吉尼后来成为印度左道密教, 瑜伽形派, 所崇信之神指, 该派形五摩字, 范卡拉, 瑜伽形, 此五摩字位, 肉, 范MSA, 鱼, 范Motia, 酒, 范Media, 范Modra, 焦和, 范Metuna, 即食肉, 食鱼, 饮酒, 结印, 杂交乙的致乐。 其后, 该教派传入西藏, 信徒奉其神位至图吉尼, 藏耶, E-S, K-Y-I-M-K-G-R-O, Mod, 之外, 上有佛陀图吉尼, 范Buddha, King, 金刚图吉尼, 范Phajara, King, 等。 图吉尼法原为印度外道所盛行, 密教位射寿比外道, 乃为佛义说此法, 我国所传逸之金鬼中无之, 而日本则仍盛行此法, 且出种种金鬼, 由以胡金为其本体。 其金鬼有阿罗婆沙囊扎纸尼金, 香欢陀罗尼金, 刀字女金, 神燕咒王金, 陈湖本因缘金, 扎指尼詹陀利王金等, 皆位列于大藏中。 大碑空至金刚大教王以鬼金, 最上根本大勒金刚不空三昧大教王金卷三外金刚不以鬼分, 大日金卷二, 大日金亦士卷七, P4781。 涂皮,巴利与J.H.Pita, 右座蛇为,蛇皮,耶为,耶巡。 亦亦为烧燃,烧身,焚烧,烧。 即火葬之意, 行涂皮之火葬场即称为涂皮所。 火葬法于佛陀以前即行于印度, 原为僧人死后,处理尸体之方法。 佛教东建后,中国,日本亦多用之。 流行于中国丛林之俗语, 则称为,送往生。 长阿含卷三游行经, 有不疲奈耶要试卷九, 试试要懒卷下, 玄印英译卷五,参阅,藏, 5593,P4782。 十二。 处,泛与Yatana,八粒与同。 因亦阿耶达那。 处,旧亦未入。 为心,心所生长门之矣。 心王,心所以处未所依, 原处而生长,若离处,则不得生长。 一切诸法分为五蕴,十二处,十八戒等三科, 其中六根,六境和为十二处。 一己指以六根为所依,六境为所愿, 根与境为能生长心,心所作用之处所, 故称十二处或十二入。 法界次第卷上载,就亦入者,为,摄入,之意, 根,成,即净,相对则产生,时, 故时系一根,成而为,能入,根,成即是时之,所入。 大皮婆沙论卷七十三处列申门之意, 更举深入,藏,苍,金,沙畜,田,池,流,海,白,静等十一意。 据舍论卷一阿皮达摩杂吉论卷二, 大臣法院一零章卷五本,参阅,三科,五百八十九, 批四千七百八十二。 处中,为处于非空非有之中道。 世尊出世,即随顺众生之根基,为其说处中妙理之道。 又,非律非不律仪,亦称处中,即即非如一般受五戒,八戒,十戒,巨族戒等戒之律仪, 亦非如律仪,亦非如律仪,亦非如历世杀生而得恶戒等之不律仪, 又称恶律仪,其体不出善或不善,故称处中。 批四千七百八十二。 处祭,六百四十八,七百三十四,唐代敬仲宗僧。 绵州,四川,福成仁,俗姓唐。 又称唐和尚,唐禅师。 然宋高僧传载其俗姓魏州。 家系世代魏明如。 十岁丧父。 出家后,施氏至身,或为施氏保修禅师。 据传曾北上修苦行,受则天武后征兆入内,赐予加沙。 后归四川驻资周德纯四,教化众生。 弟子有敬众四无相。 开元二十二年世纪,世寿八十七。 又其身族年上有他说。 批四千七百八十三。 处处经,全一卷。 东汉安市高益于建和二年至建宁三年间,一百四十八、一百七十。 收于大阵藏第十七册。 本经系以慧及佛教各方面之知识为主,属汉译经典中之出其异作。 内容分为五十余项天有子。 介绍佛、菩萨、阿罗汉、辟知佛等之特性。 又全经教着重修行道德史。 建之技术,故有关戒律之记载易随之增加。 初三藏记及卷四、重经目录、法经、卷四、重经目录、静态、卷四。 批四千七百八十三。 初间,一一千零一十一、一千零七十五。 北宋永家、浙江永家、仁、俗姓潘。 自中浅。 九岁出家,从弃能学教官。 后诗是神诏、深究缘、遁教之旨。 不久卓为第一作。 弃入记,诗以其席。 其后立注慈云、道果、赤臣等杀,讲道一圣。 又应节度使礼端之请,转注白莲寺,四号,神悟大师。 王安时及诸敬深敬作诗歌以赞其得。 立注时所到场,四十年间,奖金不屑,跟门者多达三千,然禀法者仅三十人。 西宁八年四月,集中宋普贤刑法,阿弥陀经,宋忠,乃魏,大四九,二一八上,无得无生日用九亿。 今已无生而生净土。 岁济然入灭,世寿六十五。 这有法华玄迹十部二门显妙一卷。 世门正统卷六,佛祖统计卷十三,而 一千三百三十,日本灵迹宗僧。 五藏国,其遇献,人。 自前夕。 初世缘觉寺之无学,后入东福寺,师世缘耳,病寺其法。 嘉历元年,一千三百二十六,住持南禅寺。 师曾受后提胡天皇之兆儿说法。 法宫中,蒙赐念珠,经纸御善等,后佑赐号,浦元国师。 于波摩,兵库县,建宝光寺,为该地禅灵建立之时。 原德二年世纪,世寿不详。 这有浦元国师与陆一卷。 阎宝传登陆卷十,本朝高森传卷二十四,批四千七百八十三。 蛇入竹筒,亦元未弯曲之蛇进入竹筒自然变直。 比喻进入禅定之境,其心自然端直。 与人家师资济济之,蛇入筒改驱,亦与同意。 大智度论卷二十三,大二五,二三四上,是心从无始世界来,长驱不端,的振心行处,心则端直,譬如蛇行长驱,入竹筒中则直。 二禅灵用语。 于禅灵中,多指昧于灵活无碍之缘荣基法,以至限于进退为谷,至爱不畅之境地。 须唐和尚语陆卷二,大四七,九九七中,僧问,养山未相言云,如来禅许师兄会,祖师禅为梦见在,此意如何,师云,蛇入竹筒,批四千七百八十三。 蛇行法,只行时不善,如杀身,偷盗,恶口,田慧等,凡身,口,亦所作之时种不善行为。 出于杂阿含经卷三十七,佛告诸比丘有蛇行法一语。 其文载,大二,二七三下,何等为蛇行法? 为杀身恶行,守长血心,乃至时不善业机,如前纯陀修多罗广说,比当尔时,生蛇行,口蛇行,异蛇行。 比如是生口一蛇行乙,于其二去向一一去,若地狱,若畜生。 蛇行众生,为蛇,鼠,猫,离等负行众生,是名蛇行法。 参阅,十善十恶,四百六十八,批四千七百八十四。 蛇神麻,即以蛇,神,麻三种,比喻便记所执性,依他起性,原成实性等三性之矣。 欲知卓有时我实法之便记所执,是为见神为蛇之妄觉,观依他起性而除去我法之执,犹如知神而浅舌之妄觉,见原成实性而勿依他之假有,犹如知神由麻所执,更除神之错觉。 良意设大臣论是卷七,大臣法院亦林章卷一末,参阅,三信,五百六十三,批四千七百八十四。 加沙,泛与Kansasya,巴黎与Kassya或Kassfea。 意义做坏色,不正色,赤色,染色。 只蝉附于森众身上之法衣,以其色不正而称名。 又做夹沙也,夹罗沙也,夹沙,夹沙。 一,颜色,夹沙之颜色在朱律中各有一说,然大底赞同三种坏色之说,即以,泥。 草,黑,茜,木蓝色,三种为夹沙之如法色,或为若青,若黑,若木蓝色。 四分绿山凡补雀形式超卷下一副举青,黄,赤,白,黑五方正四与非,红紫,绿,黄等五方色位不如法色。 然大比丘三千微以卷下,设立符问经等更说五不一色书意,而以青,化的不,黄,大众不,赤,法藏不,黑,说一切有不,木蓝,影光不,五种为如法。 法藏犯网经菩萨本书卷三,结是加沙位混合青等五色而染成一部正色之意,然亦既于同书卷三位,小乘五部各用一色,而大乘菩萨与五摩所偏执通福不正之五色。 六集荡经当班班书卷二,悬应应一卷十五,南海纪归内法传卷二等皆以加沙之着赤色为佛本质,所谓青,黄,木蓝三色之别为在一上点应一,虽未有力之传说,但四欠妥。 比母精卷称,朱比丘衣色退脱,佛听许染用十种色,此即法衣不仅一种赤血色衣之名证。 佛教传入中国后,汉,为时穿赤色衣,背赤衣,后来又有黑衣,滋衣,青衣,褐色衣。 唐宋以后,朝廷常赐高森子衣,非衣。 明朝佛教分禅,禅宗,蒋,天台,华言,法乡宗,教,又称绿,从事丧仪,法事仪式,三种类别,规定禅僧僧穿茶褐色衣和七玉色加沙,蒋僧穿玉色衣和绿浅红色加沙,教僧穿造衣和黑浅红色加沙,然后来应接着黑衣。 2. 衣体,加沙之材质,称为衣体或癌。 有关医体之种类,善见绿皮婆沙卷14举驱魔,骨背,聚奢耶,青罗,缩纳,婆心加等6种,石柱皮婆沙卷16举驱是1,分扫衣2种,摩赫森纸绿卷28列7种,四分绿卷39举驱10种。 4. 此等皆已作医重卫法,人若采细薄石,亦允作数众,称为重法。 4. 大凡森重之一,已必在家并外道人所用者位置,即在意于俗。 4. 故四分绿卷40所列首衣,草衣,树皮衣等,为外道之法,森重着用,摩赫森纸绿卷28位上色衣不易俗人,所谓秋屈染,加弥遮染,清染,滑色等,如是等皆不着一切上色。 5. 但一体的用抽卷与否,古有议论,道宣律之以之为非法,亦尽三藏版以为如法。 3. 制法,夹杀之制法,先割结成片,而后逢罪,以标示甜香味法,称为割结一,有之以成为夹杀之一称。 4. 割结细卫既精才作家使者,不能再供其他贩卖贸易用。 5. 依知,弟子等能对依物舍弃欲兴,并去除道人夺取之年。 5. 三依虽皆以割结为法,若财少难办时,亦允许以外叶叠于不割结,无田向之曼依上,称为叶。 6. 又安陀慧之一种,特云举叠作业,称为叶。 6. 逢法可分为马尺凤,鸟族逢二种。 7. 夹杀四周射园,以防破损。 7. 园内边之四鱼射叠,称四叠,俗称四天王,有助贴至轻举之功用,又于裸肩内面处射叠,称间叠, 8. 以此处翼脏够逆,长袭塑外,故射之。 9. 穿铁制,胸前圆边坐某,以防依脱落,关于,扭之位置,亦有不同之说法,就材料亦有益说,后侍以向牙坐圆旋,称旋,或折纳环,代替,钩,而置于胸前。 4. 披着法。 4. 有通挂左右肩之通肩,与漏右肩披左肩之偏袒右肩两种。 4. 于对佛及师僧修供养时偏袒右肩,若外出游行或入俗舍时,披通肩法。 5. 右大比丘三千微以卷上举着用法一之五式,是一出行之法。 4. 四分绿卷十九,皮奈耶卷十等,为僧众须整齐批三一。 5. 五分绿卷二十位,一时宜,加杀听许反番批者。 5. 富有不批加杀议不得罪者,此有四事,如大比丘三千微以卷上载,一五塔四,二五比丘森,三有盗贼,四国君不乐道。 5. 功德极易称,大凡加杀为贤圣之志,自古为佛教教团所尊重。 6. 大臣本身心地观经卷五举加杀十例,悲华经卷八,大臣悲分驼力经卷六载,佛之加杀能成就五胜功德。 7. 加杀富有种种意称,如福田一,即表法一之田红四利益,增三善心,养法生会命之矣。 7. 以三种坏色为衣,令贪心不起,称离臣服,入道者身被此负,则烦恼折落,称消受衣,借欲体静无垢类服渠,称莲华服,三色相间共成衣衣,故称肩色衣。 7. 以上四者系出自金刚般若书卷二。 7. 又加杀被挂于身,其模样有如庄严之法状,称肾状衣,不为外道所破坏,而称降邪衣,不为众邪所轻,故又称状相衣,解脱状相衣。 8. 此外父有功德衣,无构衣,无相衣,解脱服,道服,出世服,慈悲衣,忍汝衣,忍凯衣,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衣等之称。 6. 演变,依佛本质,加杀包括安陀慧,及五条一,玉多罗森,及七条一,森加离,及九条大一,三种,称为三一,其治法一定。 7. 有关颜色,虽有诸说,大底不拘颜色,而以植素未要。 8. 然后适流于华美,致用黄,赤等正色或金蓝衣等,代施本质。 8. 又搭加杀,由于印度属热带地方,多直接用加杀称着其身,故印度僧团为拥有三一。 8. 而在中国,日本等地,则将加杀背着在扁衫或森符上,加杀羽衣,合称加杀衣。 8. 尤其在日本安陀会出现种种变形,衍生五条加杀,小五条,三序五条加杀,种子加杀,或轮加杀,叠五条,或者五条,落子,微仪系,临旋之别。 8. 此外,另有平夹杀,甲夹杀,纳夹杀,远杀杀等,冗别。 8. 相传金蓝衣系佛以母摩莫赫波蛇波提师佛。 9. 中阿含金卷十三,咸鱼金卷十二等纪其是缘,然不见于诸律。 9. 惠林英译卷五十九,皮尼桃要卷上墨,道轩律师赶路。 9. 志士要揽上,翻译名译集卷十八,参阅,三一,五百五十一,一体,两千五百七十一,批四千七百八十四。 9. 加沙十二名,指一加沙对诸家之不同,意义有之十二种意称。 9. 据佛至比丘六物图宰,此十二名集,一,加沙,泛语Kansas之音义,意味坏色,不正色。 9. 细义于俗之福,不着正色,能令贪心不起之一。 2. 道福,修道者之一。 3. 出世福,出离世俗者之一。 4. 法医,如法之一。 5. 离成福,远离六成者之一。 6. 销授福,以此福有损消烦恼之功德,故称之。 7. 莲花福,离染者而得清净,犹如莲花。 8. 尖色福,用不正之尖色以并五正色。 9. 慈悲福,行慈悲者之福。 10. 福田一,即加沙之条相如世间田愁,世间田可常加何以养色生,法一之田则红四利,增三善心,养法生会命。 11. 卧具,与被褥相似。 12. 夫具,行慈夫物。 12. 又一世世药篮卷上则称,一,夹沙,二,离染福,三,出世福,四,无垢一,五,忍入楷,六,莲花一,七,壮香,八,甜香一,九,销售一,十,离成福,十一,去会一,十二,正月。 12. 此外上有无上一,解脱福,无相一,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一,功德一等名称。 13. 金刚班若书卷二,P4787。 13. 加沙实力,为加沙有十种功德,出自大臣本身心地观金卷五。 13. 又坐时胜利。 13. 一,以知附身,离羞耻而惧惭。 13. 离寒热,蚊虫,恶寿。 13. 是献沙门之香,见者欢喜,离邪心。 14. 是人天宝壮香,可身犯天之福。 15. 穿着之石,身宝塔像,灭除猪嘴。 16. 染味坏色,断离五欲想,不生贪爱。 17. 加沙是佛静一,永断烦恼而作良田。 18. 消罪而生食善。 19. 如良田,能增长菩提之道。 19. 如甲咒,烦恼之毒箭不能害。 19. 加沙有此实力,故三世诸佛共福之。 19. 正法眼葬加沙功德,P4787。 19. 加沙五德,指加沙所具有之五种功德。 19. 世诸要揽卷上载,释迦如来席为大悲菩萨时, 曾于宝藏佛前,誓愿于己成佛时, 加沙能成就五种功德。 19. 佛弟子虽犯种种邪见,然若能尽心尊重加沙, 19. 必可达身文、原觉、菩萨等三圣之果位,得不退转。 19. 天、龙、神、鬼、人及非人,若能攻进加沙, 则可于三圣解脱道上,得不退转。 19. 若有鬼神、诸人、未饥渴、贫穷等所迫, 的加沙小快乃至四分,即可饮食充足。 19. 若众生共襄冲突, 岂愿贼之想,如念及加沙之神力,便生慈悲之心。 19. 若持有加沙小快,恭敬尊重,则一旦在兵镇, 常得胜于他人。 19. 悲华经卷八,大臣悲分驼力经卷六, 四分绿山繁补却形式超卷下衣,P4787。 19. 加沙味,加沙,泛语Kansas,原有浊,染之乙。 19. 又称加沙。 19. 草木中有收敛性之味,难以为食者,多兼之以为液态收敛剂,即为之加沙味。 19. 雨酸、甜、苦、色、咸等并称六种杂味。 19. 另据大日经书卷六载,加沙味者,即是染作加沙色。 19. 四分绿卷十六,四分绿形式超资持迹卷下一之一,P4787。 19. 加沙曼陀罗,即于加沙上会至诸佛尊相而建立之曼陀罗。 19. 经轨之中并无此曼陀罗之记载,依和人传承意不详。 19. 批4788。 19. 加沙袋,泛语C Pharah, Be Sick。 19. 右坐衣袋,打包,圣衣,衣囊,三衣袋。 19. 纸缠森形角石,装纳三衣级常用之经本,戒叠,隐庆,念珠,剃刀等资具,而悬于颈,挂于胸前之袋囊。 19. 此加沙袋系由绿制之衣囊转化而来,究竟起于何时已不详。 19. 五分绿卷21,P4788。 19. 加沙变白,魏森门之加沙,便魏与在家之白衣相同,此乃末式法灭尽之相。 19. 印度之在家者穿着白衣,佛所制正法中,出家者印着染有青、黑、木兰等不正色之加沙,故加沙变白,系正法毁灭之象征。 19. 摩耶经卷下,大一二,一零一三下,一千三百岁以,加沙变白,不受染色,佛陀教法之流传,便千可分三期,一般以佛陀入灭后一千年或二千年未末法时期,即正法绝灭之时期。 19. 摩耶经所在一千三百岁,约为末法时期。 19. 披四千七百八十八。 19. 滚丹,一千一百四十八,一千两百一十七,为西藏佛教加尔居派之之派辍普加尔居派创始人之一。 19. 又称滚丹热八,劫擦之地。 19. 参阅,劫擦,三千三百二十,批四千七百八十八。 19. 滚区绝宝,一千零三十四,一千一百零二,西藏明肯,Nkogurgio,PO,宝王之义。 西藏旧教萨迦派之开祖。 19. 或因出生昆族,藏康,又名昆贡却家补,藏康康康,Nkogurgio,PO。 19. 相传昆族乃光明天,藏欧迪,Jsoulha,之后裔,素季莲华生系统之旧达特罗。 19. 师又学宁马派教法,后改从大义师释迦至,藏,Kiyaya,ES,受学,奸习险,密珠典,以受文书菩萨启示而奸习新旧达特罗。 19. 其教义称身教,藏康,Amo,Buddha,内观则称为果道,藏康康,POGAR。 1071年左右,于日喀则西四十余里处建立萨迦寺,据图讲学,是为萨迦派,其学说大药,乃荣会显,密二教,以清遍一系之力量中观,作为密成本义之解释,又以显教之菩萨道五次第及密成四步,做,修,瑜伽,无上瑜伽,对何而修,瑜伽行为中。 宣,宣,鼎,忍三昧耶断所取获,是第一法三昧耶断能取获,同时以菩萨之智慧光明照耀而入大乐定,则达显,密融合之境地。 其子孔家宁宝,藏康,DGASING,PO,为其法寺,曾受元太祖策封为王而受以西藏统治权,在家父子迪应四臣,为本派特色之一。 魏藏通治卷六,蒙藏佛教使卷上,蒙古喇玛教使,参阅,萨迦派,六千五百九十九,批四千七百八十八。 诸红,一千五百三十二,一千六百一十二,明代僧。 杭州人,俗姓沈。 自佛会,好莲池。 又习如学,十七岁举诸身,以学行称者。 受灵人影响,寄星净土,书,生死世大,四字于暗头,以字警策。 中年归依佛教,投西山之无门性天替法,就昭庆之无尘寿巨族解。 寻参四方,以游方为物。 龙庆五年,一千五百七十一,入杭州云七山,居山中废寺。 诗长经修念佛三昧,教化远近,纳子云集,遂成丛林。 万历十二年,一千五百八十四,者往生集三卷,三十年,转伦严经摸象记一卷。 当时戒谈久境步行,施令求戒者聚足三一,而于佛前受戒,以为证明, 又制定水路遗文及余家宴口法,以记幽名之苦,于尘之内外开放生池, 转,借杀放生文,以借害物。 施主张净土,痛斥狂禅,立产禅尽兼修,道风一盛, 一时是大夫如宋映昌,陆光祖,冯孟真等皆未所化。 晚年,急发,一情敬业,做三十二条不祥以锦自他, 又书三可习,时可叹以都图众。 万历四十年,义说四十三年,世纪,世寿八十一。 世称云七和尚,莲池大师,宇子伯,憨山,偶艺并称为明代四大高僧。 所者除上纪之外,有禅观侧镜,梵网戒书发影, 阿弥陀经书抄,华严经感应略记等三十余种。 后游王宇春集齐驻座位云七法会三十四卷。 世剑机古略旭卷三,净土圣贤路卷五, 不旭高森传卷五,旭登存卷十二, 五登岩筒卷十六,批四千七百八十九。 归安组园 1261-1313 日本灵济宗森 姓农 长野县 人 初十 师氏连苍元爵寺吴雪组园 京都东福寺之吴关浦园 后入南禅寺 师氏新帝决心 且成为该寺第二寺祖师 确立此寺发展之基础 正合二年世纪 世寿五十三 P4790 归眼禄 请参阅南院国师语录 许止境 1879-1938 江西彭泽人 明夜护 明国二年 1913 音乐印光大师文超儿归依佛教 专心净土 于二十五年求其亲授菩萨界 自此逢佛必礼 见僧必拜 恪守在家弟子身份 不存丝毫教慢心 日有常课 精进修持 印光大师因其文笔超然 遂请其边观世音菩萨本感应诵四卷 书中极录大臣经典有关菩萨网结本之事 极力带名人笔记所在观世音菩萨感世纪 二十七年避难庐山黄龙寺 九月三日于病中梦见佛来 便身英落 相好光明 乃安详世纪 P17190 许可 任许应可知已 密教中 只听许修约一分法 或传法灌顶以 而即与世卫之许可应 如真言宗之许可作法 或净土宗于宗脉相成之后 受与原遁戒 即与许可状等 又如于世相讲传之计 许可灌顶弹 又称许可弹 以行许可灌顶 岩碧罗超卷十二 阿梭富超卷十四 批4790 许得山 1893 1941 祖籍广东接阳 出生于台湾台南马公庙 又因日据时期 寄集福建龙溪 故美辈勿为龙溪人 本名赞 又名书丑 字的山 笔名落花生 毕业于燕京大学 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宗教史 比较宗教学 或文学硕士学位 以人类学 民俗学 享誉学界 民国十四年 1925 转入英国牛津大学 专攻泛文 为名了佛学思想之起源 曾前往印度考察佛教 历任燕京 北京 清华 南开等大学教授及香港大学系主任等职 其文学作品美容入佛教意境 风格独特 由以散文 小说之浪漫写实笔法 与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为五四运动中心人物之一 常在燕大讲授 佛教文学 晚年更潜心于佛教与道教之研究 有成那以前中官派与瑜伽派之英明 印度文学 佛藏子墓影德 中国道教史 道藏子墓影简 道教史上边 佛基迷信底研究 空山林与散文集等著作传释 P4790 许威文 1908 江西九江人 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化学系特许工程师 西德明星工业大学自然科学博士 返国后 任职于各大工业研究所 曾获进十种专利 对我国高分子化学研究 有风气即人才之培养颇有建树 是崇信佛教 工于之辖 常言佛法 认为佛法完全符合科学 而科学则仍呆佛法之指导 使能无害于人类 撰有 原子和无我 等 另有 论大臣的兴起 等一作 P4790 摄多图卢 泛名 阿特达 位于北印度浙加国东南 又称 摄达图卢 大唐西玉记卷四位 王城之内外有加兰十所 亭与荒凉 僧屠甚少 已有高二百余尺之阿玉王塔一座 据推定就成只位于金庞浙普省鲁德西纳市 Ludionag之东南 其名称或依北印度五合之一 萨特日和 萨特拉克之古名 P4791 摄策功德 摄策功德 即摄至策索 与人便利而有功德 据分别夜暴略精仔 造策除重慧 令身心肠清净 原此离诸垢 究竟获大安 福田精仔 佛陀 佛陀英往袭安设清测之功德 德以釋釋清净 惠然不污 时自消化 无便利患 释释要揽卷下的载 虚空藏食べ 若顺 taxpayers нем自一 日能灭罪够 增议阿寒经卷食 批4791 摄兜卢 范语 厄语愿家 给予我结怨 于一切善法作冤害者 又作摄赌卢 摄多卢 舍赌卢 朔赌卢 缩那卢 苏赌患 无量寿金卷下载 愿家债主 焚飘解夺 一教精仔 诸烦恼贼 常似杀人 胜于愿家 西陵阴一卷六 批4791 冠修 八百三十二 九百一十二 唐末五代僧 以诗 化著称于是 物周兰西 浙江金华 人 俗姓江 自得隐 疑自得远 七岁出家于京华县和安寺元甄坐下 日诵法华经一千字 皆不忘 受巨族借后 集入这东武谢山 修禅十年 曾参业无相禅师 后网红周开元寺听讲法华经级大臣其信论 皆能通达奥义 诗善慧佛像 游宫水墨罗汉 所画罗汉像帽古也 繁农眉大幕 龙鼻突移 二长额阔 景象枯稿等胡茂饭香 皆为其作品特征 为君托位梦中所见 幼善传丽草书 独具风格 时称僵体 世人欲为唐之怀素 其诗亦颇为世灵所称欲 年少时 与同时替染而居于灵院之处 莫常隔离论诗 互相唱贺 十五 六岁时诗明已闻于远近 唐甘宁初 长参业无月望前流 并献诗章 颇见礼众 昭宗天父 九百零一 九百零四 年间入属 前属属主王剑 其子王衍军幽育之 英赐子一 属号 禅阅大师 常有巨云 一平一垂垂老 万水千山的得来 顾佑称 的得来和尚 甘化二年世纪 世寿八十一 这有西岳籍 弟子谈玉更其名为禅岳籍 宋高僧传卷三十 世事基古略卷三 批四千七百九十一 灌首 日本佛教用语 又作灌主 管主 灌 即灌之意 守 乃出之意 灌首本指护及布上第一位列明者 其后引申为一宗一派之领袖 日本天台宗座主最早使用词称 经则广指对各宗大本山及诸大寺 主持之尊称 孝经 孔安国 序 类具名物考卷 一二四 批四千七百九十二 滩 梵语 拉帕 RGA 巴黎语童 或梵语 阿比特 巴黎语 聚舍七十五法之一 为十百法之一 欲求五欲 名声 财物等 而无燕足之精神作用 给予己所好之物 生起染污之爱者心 隐身五取韵而产生诸苦 又作贪欲 贪爱 贪者 略称欲 爱 据舍论卷二十广引诸经 为缘五欲之敬而起贪欲 缠负其心 故称欲恶 书中又举出欲贪 欲欲 欲卿 欲爱 欲乐 欲闷 欲丹 欲试 欲喜 欲藏 欲随 欲者等十二项官有 欲 自知一称 据于家师的论卷五十五载 贪系有取韵 诸见 未得境界 以得境界 以受用之过去境界 恶行 男女 亲友 姿聚 后友及无友等时事而生 经由以上时事所生起之贪 依序称为是贪 贱贪 贪贪 千贪 盖贪 恶行贪 子习贪 轻友贪 资聚贪 友无友贪 据舍论卷二十二将贪分为四种 显色贪 形色贪 妙处贪 供奉贪 可修各种不静观以对制之 贪通于三界 其中 欲界之贪 称为欲贪 其性不善 为十恶 五盖 三不善根之一 色界 无色界之贪 称为有贪 其性有负无忌 能丈负甚道之染污性 然因其过甚轻 作用极弱 故不会招感果报 与欲贪共为六根本烦恼 十随眠 九节之一 又其性非猛利 故为五顿使之一 说一切有不以贪慰 不定的法之一 又非圆无漏法而生者 仅于喜 乐二种感受相应 故与随烦恼及八禅中之无残 千 调矩 六垢中之狂 交二者未等流 然为十佳则以贪慰 烦恼法之一 与喜 乐二种感受外 若于逆境中亦会与忧 苦两种感受相应 并与 见 皆同缘无漏法而生 又依据舍论卷二十二之说 经不以中阿含经卷七分别圣地品为根据 为四地中仅有吉地以 爱 为体 爱乃滩之同体一名 据舍论卷十六 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卷一 品类足论卷三 显阳圣教论卷一 参阅 爱 五千四百五十七 批四千七百九十二 贪心 为大日经卷一注心品所说望心六十心之一 又称有贪心 即随顺染法 染者前进而污染尽心之心 若观察贪心时香 得以对至此心 大日经书卷二 大三九 五九六中 云和贪心 未随顺染法者 未染者前进 即是染污尽心 参阅 六十心 一千两百四十二 批四千七百九十二 贪水 贪爱之情能吸引诸物 又能滋长恶法 故以水未遇 首轮炎经卷八 大一九 一四三下 世故十方如来 色目多求 同名滩水 菩萨见滩 如必障海 批四千七百九十三 贪毒 三毒之一 又称贪欲 即贪欲之心 可令有情之身心受生死轮回之大苦 能毒害达于清净物尽之善心 故有 贪毒 之称 三毒止贪 甜 吃三种烦恼 乃通设三界之一切烦恼 称为毒 系以其能毒害众生 犹如毒蛇 毒龙 又以神毒为义 即脑坏之圣 故称臣毒 以其能毒坏出世之善心 故称为毒 大臣一章卷五本 法界次帝出门卷上之善 参阅 三火 五百三十六 批四千七百九十三 贪染 即丹染取着于五玉 六臣之境 五玉 味色 生 香 味 醋 货 货 色 饮食 明 水棉 六臣 味色 生 香 味 醋 法 此外 大皮婆圣卷 十八载 以无丹善各对质贪染 称为离染 参阅 离染 六千七百一十六 批四千七百九十三 贪狼 比喻贪欲之身有如狼之特性 以狼多贪 故欲多贪者为狼 称为贪狼 如同狐之本性多疑 故有 狐疑 知语 无量寿经卷下 批四千七百九十三 贪病 病之一 贪爱之心 能病恼有情 害出世之善心 修不尽观可对治之 北本涅槃经卷三十九 参阅 三病 六百 批四千七百九十三 贪欲 即众生于吃 不知罪福之因果 故贪爱令习财物 而无失与他人之心 贯顶经卷十二 大二一 五三三上 适人于吃 但知贪习 宁自割生肉而淡食之 不肯持钱财不失 求后世之福 无量寿经卷下 批四千七百九十三 贪欲 犯语 懒ầu h r g a rak etc 又称贪毒 略称贪 三毒之一 十不善之一 十大烦恼之一 与 可爱 饭 t 同意 即对于自身所好之对境深喜乐之念 而其贪者之心及取得之欲望 与无名共畏其三界轮回苦之根本烦恼 法华经辟欲凭 大九 一五上 诸苦所应 贪欲未本 参阅 贪 4792 P4793 贪欲三重发香 据是禅波罗密四帝法门卷四举出 修行人于修禅定时 有下列三种贪欲发香 即 一 外贪欲香 即修行人于修禅定时 取男或女之容貌 生起贪欲之心 念念不歇而障诸禅定 是为外贪迎结始发香 二 内外贪欲香 即修行人于修禅定时 欲心忽生 或缘他生香 或缘己身行茂 念念染者 生起贪爱 而障诸禅定 是为内外贪欲烦恼发香 三 一切处贪欲香 即修行人于修禅定时 除贪者上述内外之境 赋予一切五成境界 滋生之物等 皆生起贪爱之心 而障诸禅定 是为于一切处贪欲发香 P4793 贪欲史 指贪欲烦恼 又称贪史 为时史之一 时根本烦恼之一 时随眠之一 五顿史之一 史 未屈史之一 即贪欲之烦恼 能驱使众生之身心 另流转于三界 参阅 烦恼 5515 P4794 贪欲即是道 即贪欲之事 虽恶然具法性之实理 故习于贪欲者 可就贪欲而观法性 类同于 淫欲即是道 此系基于天台宗所立之性恶法门 即以恶为众生本具之性德 摩赫指观卷时下 大四六 一三六中 行恶者 直大乘中贪欲即是道 三读中具一切佛法 如此时语 本灭烦恼 而辟取者还生结业 杂阿含金卷二十一 参阅 性善性恶 三千两百三十七 P4794 贪欲盖 泛语RGA FARA 五盖之一 即贪欲之烦恼能障碍 盖负众生之心实 使不生善法 大皮婆沙论卷四十八 结是盖之意 以其有障碍 甚道及甚道之家 行善根之作用 能令有情欲戒之心术 破坏堕落 不能生长七绝之花 四沙门果 童书卷四十八 幼崽 贪欲与田惠二盖 均能障三运中之戒运 为贪欲盖 因以尽妙相畏时 故修不尽观可谓对质 参阅 五盖 一千一百九十四 P四千七百九十四 贪欲 及贪欲之习性 首轮严金卷八 大一九 一四三下 贪欲交际 发于湘西 西揽不止 P四千七百九十四 贪欲 五盖之一 至贪欲烦恼 结 梵与Benterna 即结父众生 令不能出离生死之烦恼 为贪欲之烦恼 能使人系赋予三界之生死 不得解脱 不得解脱 故称为贪欲 参阅 五节 一千一百六十三 结 五千一百七十九 P四千七百九十四 贪爱 即贪者爱越五欲之境 而不能出离生死轮回 贪与爱为一名同体 贪 梵与RGA 据舍七十五法之一 为十百法之一 止欲求染污之爱或财物等而无燕足之精神作用 爱 梵与T或Eunoya S.Eugenia 十二因缘或九节之一 止染着余境之贪烦恼 巨圣天王般若经卷一载 众生长夜流转六道轮回不息 皆由贪爱 大皮婆沙论卷五十载 爱结为三界之贪 三界之贪于九节中总立位爱结 七随眠中立二随眠 即一 欲界之贪 称为欲贪随眠 二 色 无色界之贪 称为有贪随眠 于其他经典中立有三爱 即欲爱 色爱 无色爱 参阅 贪 4792 爱 5457 P4794 贪烦恼 六大烦恼之一 为根本烦恼之贪欲心 烦恼 泛语 Clear 即令众生感到脑 乱 烦 烦 或 污等精神作用 为贪欲之心 能脑乱众生之身心 常令沉沦于苦 乐之禁欲 使之感受束缚 不得清静自在 即称贪烦恼 参阅 烦恼 5515 随眠 6351 P4794 794 贪者 多求无焰足为贪 贪心固执而不离位者 止于诸欲染中贪爱执着 贪者细起于邪念 由贪者碎身种种烦恼 一教经 大一二 一一一二上 若有智慧 则无贪者 法华经续品 一族经卷上 P4795 贪甜吃 并称三火 三毒 三垢 三不善根 又做贪慧吃 淫怒吃 及贪欲 甜慧 鱼吃等三种烦恼 巨大制度论卷三十亿载 有利益我者身贪欲 违逆我者身甜慧 此结实不从至身 从狂或身 故称为吃 此三者为一切烦恼之根本 徒独众生 身心甚聚 能坏出世之善心 故称为三毒 三毒有正 邪之分 如诸佛净土 仅有正三毒 无邪三毒 幼大藏法术卷十五区 分二圣及菩萨各有三毒 二圣者心求涅槃为贪欲 焰离生死为甜慧 迷于中道为于吃 菩萨广求佛法为贪欲 喝二圣为甜慧 为了佛性为于吃 参阳三火 五百三十六 三毒 五百七十 批四千七百九十五 贪浊 指贪欲之烦恼 即贪欲能污浊 脑乱众生之身心 故称贪浊 据随愿往生精彩 娑婆世界人多贪浊 性向者少 批四千七百九十五 贪腹 泛语 RGA Bentana 指贪欲烦恼 三负之一 负慰细负之意 即贪欲之不善根 能细负众生令不自在 不得出离生死 乐 苦 舍三寿终 娱乐受贪负随增 参阅 三负 六百八十三 批四千七百九十五 贫女宝藏 比喻一切众生 稀具佛性 犹如贫女之有宝藏 北本涅槃经卷七 大一二 四零七中 一切众生 所有佛性 为诸烦恼之所复辟 如比平人有真经葬不能的剑 北本涅槃经卷三十四 批四千七百九十五 平者一灯 指平者 以虔诚之心供养一灯 其功德大于长者之供养万灯 又作平女一灯 此戏出于阿蛇士王寿绝经及 贤于经卷三品女男陀品中所说之典故 据阿蛇士王寿绝经载 阿蛇士王请佛犯罢 佛陀回到指环 指婆建议 王燃尤登 王岁赤以百壶麻油膏 由宫门送抵止环金舍 彼时有一贫穷老婆 常怀至心欲供养佛 却苦无资财 见王做如此功德 更加感动 岁以其得之二钱 至麻油商家买膏 得二合之膏 然高主知其诚意 故特加三合而给予五合之膏 老婆及邪网佛前然之 心想此高必不够维持半戏 乃自是若其后世的道如佛 高当通宵不灭 当王所点之灯或灭或尽时 虽有人在旁天有已寄之 总无法周全 为老婆所然之灯光明特朗 甚于诸灯 非但通宵不灭 其高亦不尽 直至天明 佛告穆连 天已亮 可灭诸灯 穆连灭尽诸灯 为圣老婆所然之灯 三灭而不惜 更举加杀善之 然灯反更赤圣 并上照犯天 傍照三千世界 佛又告穆连 此为当来佛之光明功德 非辱之神力所能灭 此老婆三十劫后 当得作佛 称虚弥灯光如来 故此凭者一灯之典故 即说明阿蛇世王所供养 虽多 以心不专注 故不如老婆倾注全心之供养 亦即不论供养物之多少 若以虔诚心供养者 弥足珍贵 贤于经评女男陀品所在内容 大致相同 然以评女名为男陀 P4795 平身 一犯于 沙门那 沙门 之古意 为僧吕自迁之词 又作平道 法道 与 卓僧 同意 僧吕以断邪道 勤修八正道 而求解脱 常自为道平 得罚 故有此千称 大宋僧始略卷下载 汉 为 两静沙门对王者 或称明 或称我 或称平道 故法 旷上书于静俭文帝 知顿上书 起归善 道 安建福间 皆自称平道 后岁言用之 事事要揽卷上 翻译明义即卷一 禅灵象气间称呼门 二指无福 贫苦之僧吕 P4796 贫穷海 比喻贫穷之苦难声广 犹如大海 大制度论卷二十二 大二五 二二七上 施位兼劳传 能渡贫穷海 P4796 贫穷福田 即以一切穷苦困恶人为田 施与之能生福 幽婆赛 幽婆赛 借金卷三公养三宝品所说三福田之一 所谓福田 只如田园能生长万物 若失与之 乃生福 贫穷人 贫穷人来启使之 虽图报 亦自然获福 即称为贫穷福田 参阅福田 五千八百五十二 P4796 这个禅灵用语 这词译的 为两词 又做这个 一级静代所谓之指示代名词 灵记录上唐 大四七四九六中 诗云 这个诗森 却开始论 二强调后满所皆之语 未语具体 以性之语言 至其本身 非为其他之事物 灵记录是众 大四七四九七中 是而目前立立底 误一个行段估名 是这个解说法听法 三 自信 之代名词 那个 一 本来面目 无畏真人 自己 家贼等 亦皆为用 以称呼 自信者 四位特殊用语之代名词 禅愿蒙求卷下 万序一四八 一三三下 尼问 如何是秘密义 周以守涛之 尼曰 和尚有有这个在 周曰 却是你有这个在 公案之中 尼师请教 秘密义 即最根本之理 照周以守涛之 盖世以 根本之理 即在自身之中 而非言语所可表达着 尼师不解 照周之意 经道 和尚有有这个在 其 这个 义词乃 习气 或 色心 等一之代名词 照周所答 却是你有这个在 知 这个 则为 分别心 分别情识 等一之代名词 五灯会员卷四 P4796 通力 即神通或夜通等 不可思议之利用 佛菩萨及外道 先人所得称神通 有五通 六通之别 鬼神 狐狸等所得为夜通 由夜力所使然 华言大书卷三载 通力有三种 一 报的通力 三界诸天皆有五种神通 鬼神亦有小通 死神通 依果报而自然感得 二 修的通力 三圣圣人修三学而感得六通 外道先人修禅时亦感得五通 三 变化通力 三圣圣人能变现种种之神通力者 大皮婆沙论卷九十八 大二七 五零九上 我等皆是梵王画作 从彼而生 是我等父 故由通力 彼其是年 参阅 五通 一千一百五十三 神通 四千两百五十一 夜通 五千五百 批四千七百九十七 通玄百问 拳一卷 又座通玄问答集 青州仪变法寺宋代森通玄源通问 万松行秀达 李宗纯又四年 一千两百四十四 堪行 收于万续藏第一依九册 系江西广信府通玄安之源通 设百问以激励学人 并宣扬祖道 灵权从伦于其师万松依依作达之后 四地附诵 深深道仁徐灵堪行之 世人常以之与青州 以便知青州百问 合称通玄青州二百问 而并行流通 批四千七百九十七 通申别申 对全体作以叙述 称为通申 对特殊仪式见申诉者 则称别申 将通于诸经教义及显之论 称为通申论 特别对义经教义作显论 则称为别申论 例如 中论及设大臣论 乃通于大臣经一般之说 故属通申论 大致度论则 仅对班若经家已解释 故属别申论 即藏在三论悬议中位 论有通论与别论 通破大臣 小臣之谜 而生眼大臣 小臣之教 称为通论 若仅别破大臣 小臣之谜 而生眼大臣 小臣之教 则称为别论 至已于四教一卷六一列 有通申大臣经论 如设大臣论 成为时论 中论 通申小臣经论 如阿皮坛 成时 别申大臣经论 如大制度论 别申小臣经论 如阿皮坛 皮婆沙论 之别 又于净土教 是清之净土论 究属三经通申 对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等净土 三部经之教 作叙述 或是无量寿经 别申 仅需无量寿经 之教 自古及议论 不一 P4797 通佛教 不偏于一宗一派 而通达佛教 全盘之教理 P4797 通别 只讨论某一问题时 有通 别之区分 一乡上之一般共通 称为通 各个别义 称为别 又作通局 局 局限于某一部分之义 通别义语 相为诸种义门所用 留宋会 关于其五十教中 立三圣别教 三圣通教之名目 即藏之三论悬议 为破大小二迷 分通论 别论 至已在为摩经文书卷 二十一位 空 甲 中 三观 分通向 别乡 家财之境 土论卷上 区分 往生之 因为通 因 别因 亦记之 泛网菩萨 借本书 卷上载 受戒之法 有通 别二受 此外上 有通 序 别序 通 解 别解 等 立正 立正 立正不胜 美举 十八空论 佛性论卷二字体相品 大乘一张卷二 胜满宝窟卷上本 P4797 通论 一千六百零四 一千六百四十八 明代灵纪宗森 长州 江苏 毗邻人 俗姓陈 浩朝宗 是称朝宗通论禅师 二十二岁 头于江苏 静江县 长生 掩读之禅师 替度出家 德文 吴申 之说 岁网金宿 四餐夜密云原物 为其侍从 崇祯四年 一千六百三十一 随原物赴阿玉王山 原物粘四碑 所刻大千禅师 垂语向师 为万绪一三九 五一四下 山中蒙虎以肉为命 何故不识其子 师通生汗如雨下 坐卧不安 今二日 偶自外入寮 莫然有所悟 乃对原物为 为人自肯方乃清 赴臣继 并蒙应可 其后立柱金陵指陀陵 海严陵右寺 福州陵十院 莆田曹山上申寺 广东曹西南华寺 江西公公山宝华寺等株明察 清顺至五年世纪 世寿四十五 这有朝宗禅师与陆十卷行事 续至月陆卷十九 黄山至卷二 批四千七百九十八 通生是手眼 禅灵用语 原意指全身都是手 全身都是眼 禅宗欲禅是望却主客之对立 而真亦如境界之用语 碧言录第八十九则 大四八 二一三下 云言问道无 大悲菩萨用许多手眼做什么 无云 如人夜半被手摸枕子 言云 我会也 无云 如坐身会 言云 便身是手眼 无云 道极太沙道 直到的八成 言云 师兄坐身 无云 通身是手眼 碧言录第十八则 从容录第五十四则 批四千七百九十八 通寿别寿 寿介时 总阔寿之 称为通寿 依依各别寿之 则称别寿 又坐通寿别寿 总寿别寿 寿三规时 初规一佛 四规一法 后规一僧 寻如是次帝 依依受之 是未别寿 若聚规一佛 规一法 规一僧 通阔受之 即为通寿 又如受十戒时 初受不杀身 其次不偷盗 乃至最后 不得着持身相 依此次帝 依依受戒 是未别寿 若畅一不杀身 二不偷盗 乃至时不得着持身相 亦时具受十戒 则是通寿 受菩萨三规境戒时 亦有通寿别寿之分 总括涉律一戒 涉善法戒 涉众身戒而受之 是未通寿 别旧涉律一戒 受七众各别之五戒 八戒 十戒 聚足戒等 则是别寿 亦及涉善法戒 涉众身戒为通寿 涉律一戒 则通与通别二寿 善见律皮婆沙卷十六 梵罔经菩萨戒本书卷上 义纪律宗刚要卷上 险戒论卷中 参阅 三聚禁戒 六百六十五 受戒 三千一百零一 批四千七百九十八 通夜 原止由日眉至日出彻夜未眠 与 彻夜 中夜 同意 可分为二种情况 一 于寺院通宵达旦祈愿 说法 二 于死者入葬之前夕 亲友中夜守护死者之灵 以为安慰 长阿寒经卷二 禅灵象气间结石门 批四千七百九十九 通祈 一千五百九十五 一千六百五十二 明代灵纪宗森 河州 四川河川 人 俗姓菜 自灵野 是称灵野通其禅师 师生而沉浸 不喜肉食 扫及一经中四叔父道然为同行 十七岁参礼 前舟 四川 知连峰出家 年十九初属南游 亦遇穷颜教典 席居于湖北当湖 其眼官翻阅时教 突幻立即兵死 乃知经论之学非究竟法 藕闻天同参禅记 万绪一三九 五一七上 一念未生前 是看底模样 若有所悟 一日师族堕楼 或然而悟 遂网页天同原物于无门 得其心印 崇祯十六年 一千六百四十三 出驻于天台通玄寺 立千家和东塔 七珍 天同等株名茶 清顺至九年世纪 世寿五十八 一有灵野上雨 雨露八卷 五灯会员序略卷八 五灯岩筒卷二十四 五灯全书卷六十七 批四千七百九十九 通念佛 别念佛 之对称 被通过三世诸佛名号而称念之 细相对于锦 称念一佛名号之别念佛 参阅 念佛 三千两百零八 批四千七百九十九 通明会 六通 三明 三为 六通者 又作六神通 依佛菩萨之定会 立而视现之六种 无碍自在妙用 即神族通正 天耳通正 知他心通正 宿命通正 天眼通正 陋镜通正 三明 未至无学位 除尽余暗 于三世通达无碍之志明 即宿命至正明 生死至正明 陋镜至正明 三会 指文思修三会 未检则是理之三种精神作用 即文所成会 四所成会 修所成会 参阅 三明 五百六十九 三会 六百七十 六通 一千两百九十二 批四千七百九十九 通明禅 禅定之一种 阿罗汉等圣者于修四禅定 四无色定 灭净定等九次地定时 关习 色 新三世之禅法 又作通明观禅 通明观 修此禅定时 必通关习 色 新三世而彻见无碍 故称通明 又能得六通 三明 故称通明 大方 大方等大集精卷二十二以下论及此禅法 仍未有通明禅 然为有通明禅之名 于我国 自天台至以之前的北的禅师修的正之 史称通明禅 使称通明禅 魔喝止官卷九上 大四六 一二一上 四通明禅 发香者 上特圣修时官会 由总建三十六物 正相一种 通明修时 戏庙正十分明 华言亦有此名 大集便宝巨陀罗尼 正是此禅也 请官应亦是此意 修时三世通修 能发三明 六通 此禅修正之香 出禅时 断离五盖 贪欲 填慧 睡眠 调毁 疑 拒绝 观 喜 安 定五之 世习 色 新三世如泡沫之香 二禅时 断离五盖 俱喜 安 定三之 世三世如浮云之香 三禅时 断离五盖 俱念 舍 慧 安 定五之 世三世如影香 四禅时 断离五盖 俱念 舍 不苦不乐 定四之 世三世如镜相 五空触定 灭境三世 见阶空 六时触定 断灭其空 元时 七无所有触定 断灭其时 元无所有 八非想 非非想定 断灭其无所有 元非想 非非想 九灭 静定 断灭 非想 非非想 等三种受想 深圳灭受想之法 法界次第卷上 P4799 通奸 全称通两奸 右座通批 搭加沙时 右奸漏外 称为偏袒右奸 两奸君为加沙所付之批法 则通称奸 前者系对佛及师森修供养十批之 以方便行事 而通奸则用以表示福田之香 于起时 坐禅 诵经 经行等十批之 右起时 行道 时 通父两奸 若于图中见和上等三师 则偏袒右奸 佛像中座通奸行者不少 设立福问经 大比丘三千微仪卷上 四分绿山繁补却 行事超卷下一 参阅 偏袒右奸 4374 P4800 通门 1599 1671 明代灵纪宗森 江苏常熟人 俗姓张 浩木云 是称木云通门禅师 礼业于山心服四栋文为师 依其出家 出餐业无意原来 后至金素四餐业密云原物 得其心印 掌管济世多年 从学者数以千计 万历八年 1580 出驻浙江家新古南禅院 立柱七真 梅西 心服 吉乐 贺灵 天同景德 朱明差 后辞归隐顿十余载 居无定所 清康熙十年 世纪于十湖近世 世寿七十三 师伯通外学 能师文 擅长书会 颇有味尽古风 这有牧云和尚与鹿二十卷 牧云和尚七会与鹿六卷 五灯会员序略卷八 五灯盐筒卷二十四 五灯全书卷六十七 批四千八百 通度四 韩国佛教三十一本山之一 号称灵鹫山 位于韩国庆上南到梁山郡下北面之山里 慈藏开山创建 慈藏于新罗善德女王人平五年 征官十年 六百三十六 来堂 登五台山之北台祈求文书 赶的四巨迹 佛加沙 佛顶骨 佛摄立 备叶经等 一年 入中南山云祭四席律法 征官十七年 六百四十三 回国 仁平十五年 善德女王与慈藏痛来慈藏 慈藏于九龙渊说法后 急于此柱金刚界弹劾加兰 安奉游堂的求回之佛设立 佛牙 佛顶骨 备叶经等 通渡四之命名 或说此山之气象通西域 应渡 或说因此藏社戒谈通寿渡蝶 或说为通方渡人 据 通达万法 嫉妒一切众生 之悲愿 故称通渡四 后高丽光宗十六年 九百六十五 王清至此寺 礼拜佛加沙 营造黄华阁 金堂 甘露堂 明月坊等 新王三年 一千三百七十七 四月 五月 海寇二次来犯 四僧持月 松户奉佛设立 逃奔至京城 太后命赞 安奉于松陵寺 朝鲜宣祖二十五年 一千五百九十一 日军来犯 唐舍烧毁 三十六年 松云为镇之门人 进城 泰然 道淳等重修 设立塔 还致设立 宿宗三十年 一千七百零四 幸能重建 设立塔及塔碑 其后景宗 英宗 正宗 县宗 折宗 李太旺等时代 陆续增建各唐舍 四门繁荣 经有佛设立塔 大雄殿 印针殿 吉乐宝殿 灵山殿 药师殿 观音殿 龙华殿 海藏宝阁 大光明殿 明府殿 独圣阁 山灵阁 一柱门 天王门 布二门 普光殿 迦兰殿 范中阁 万岁楼 华岩殿 县维宗务所 住池室 圆通所 甘露堂 黄华阁 尹子殿 世尊碑阁 一炉香阁 沐浴室 圆宗第一禅院 镇师坛 蒋师室 钟池殿 钟心寮 金印街室 宁香阁 金堂房 明月寮 九和校舍等 山中上有安养 翠云 修道 四明 瑞云 白莲 玉莲 慈藏 旧妻 吉乐 皮卢 白云等 十二安 四进周广寺里 分四六十五座 并设有专门奖院 学院 高等禅院 养老院等 主要之四宝有 金字法华金 三藏西行路 陈记 金刚柱 青铜香炉 甘露瓶 旧印刷木板十一步 智等 通渡四与海印寺 松广四齐名 并称韩国佛寺之三宝 通渡四应供奉佛设立 被称为佛宝寺 海印寺因藏八万块大藏金木刻板 被称为法宝寺 松广四应森重最多 为禅宗之修行道场 被称为森宝寺 旭高僧传卷二十四 朝险四沙史料卷上 朝险佛教通史 朝险佛教四历史 批四千八百零一 通臣 一千五百九十三 一千六百三十八 明代灵济宗僧 浙江金华人 俗姓朱 自石车 是称石车通臣禅师 年二十六 一天真海藏出家 受巨族借于云门 便参之事 后至经历四叶密云原物 得其新印 直视七载 崇祯四年 一千六百三十一 出驻杭州 同光山之龙庆寺 后继席京宿 开发红化 广度群迷 崇祭十一年世纪 世寿四十六 五灯会员 蓄略卷八 五灯岩筒卷二十四 批四千八百零二 通融 一千五百九十三 一千六百六十一 明末清出灵纪宗森 福建福州人 俗姓何 浩费尹 又吉英亦绝伦 十四岁出家 博通经论 立参无名慧经 湛然远程诸诗 天启二年 一千六百二十二 参业密云原物 遂顿世之见 并似其法 其后立柱黄博山万福禅寺 莲丰院 浙江天宁寺 江苏超果寺 福岩禅寺 万寿禅寺 维摩寺 遥丰山新福苑等诸沙 据能复兴古沙 传扬原物之法道 法寺有引元龙旗等六十四人 这有五灯岩筒二十五卷 五灯岩筒解或编一卷 祖庭前堆路二卷等 清顺至十八年世纪 释寿六十九 靖山沸隐河上纪年路 祖庭至南卷下 高森摘要卷一批四千八百零二 通问 一千六百零四 一千六百五十五 明末清初灵纪宗森 江苏无江人 俗姓于 浩若眼 是称若眼通问禅师 其父晚幽无子 遂于旧风四舍无遮大会百日 师应导而生 幼籍诗室 年十六十份制读书 博览群集 一日偶过山四月 冷严经 若有所悟 遂往庆山夜天隐元修 久而未弃 二十四岁未婚室所逼 乃新夜头难见 李安四法与佛石落法 赋诗室经宿四密云原物 不得所弃 炫归庆山 一日闻大风 邦崖而有所醒悟 后驻李安四 赋一家山 往来于江东诸的 以心付费四 安吉道屡味药物 清顺至十二年 是寄于江苏南巡印天寺 是寿五十二 这有五会与陆十二卷 续登存二十卷 庆室后陆一卷等形式 正元略集卷二 五登全书卷六十八 续止月陆卷十九 批四千八百零三 通教 天台四教之一 及五十八教中画法四教之第二 以方等一般若 若二十所宣说之因缘即空 生四地位交止 至已于四教一卷一 滑旋一卷三下 四面处卷二等书中 对通教之通 有不同之诠释 据四教一卷一载 通教之通 有八义及一教通 此教为三圣通秉 二 以通 三圣通见偏真之理 三 智通 三圣通的巧度之一切智 四 断通 三圣通断界内见思之祸 五 行通 三圣通修见思无漏之行 六 畏通 三圣通经历甘惠乃至辟之佛等畏次 七 阴通 三圣通已久无碍畏阴 八 果通 三圣通得久解脱二种涅槃 又此教称为通教 而不称共教 乃其教义不仅进贡二圣 亦远通别教 远教 法华经玄义卷三下载 通 教之 通 有二义 即 一 三圣共学之义 即藏教之三圣于四地 十二因缘 六度所学各义 通 教三圣共学地 圆 度 接见 当体即空 之理 故称通 二 单就菩萨有通前通后之义 通教之菩萨有力 顿二种 顿根之菩萨与前之藏教同正但空之涅槃 称为通前藏教 顿同二圣 立根菩萨文当体即空之说而知不但空之义 通于其后之别 原二教所权中到十项之理 称为通后别缘 如此为救菩萨有通前通后之义 故称通教 据四念处卷二载 通有三义 称为三通 即 一 因果皆通 只共学行因 得果皆通之三圣 二 因通果不通 指出三圣共学 其后分别接入别教 原教之力根菩萨 三 通别通源 指即通开导之人 虽本位别 原之根基 以通教之当体即空位方便 而开导别 原中道之智解 于化法四教中 藏通二教不同 藏教以三圣为个别之教 观修不同 以身闻观四地 原觉观十二因缘 菩萨修六度行等 其行为亦各有益 且正教二圣 放化菩萨 而通教则以三圣同修般若 共观因缘及空之理 所断之祸 所正之至与行为亦皆同 正化菩萨 放化二圣 故藏通二教不同 然天台以藏通二教皆为界内之教 皆断除剑思之祸 剑偏真之空里 仅出离三界之分段生死 其中 藏教之机位顿根 即西色剑空 故称为界内之卓度 相对于藏教之顿根 通教之机位立根 即观当体极空 故称为界内之巧度 又通教 其中自含中道之理 故立根菩萨见之 得以接入其后之别教 圆教 称之为别皆通 圆皆通 此即通教被视为大臣出门之原因 又若配上菩萨之修行皆为 则甘慧等时的乃三圣所供之时的 身闻及顿根之菩萨于第七的 圆绝于第八的各徽生灭至 立根菩萨之中 其上根者于第四的 中根者于第五或第六的 下根者于第七或第八的 被接于通教之后的别 圆二教 故第九菩萨的及第十佛的 无有实在之佛菩萨 称为有教无人 果头无人 三论玄义 法华玄论卷三 参阅 十的 四百一十九 画法四教 一千三百二十五 P四千八百零三 通教四门 为通教之学人所学 虽同位诸法如幻 因缘即空之理 然观法有四门之别 一 有门 又称十门 诸法如幻即空 故有即空 空即有 然而 有门 以即空之有而入道 亦即虽以善恶业果之法 乃至涅槃皆如幻化 如尽中相无实性 然上有幻象之认知 二 空门 又称不实门 为以己有之空而入道 亦即以幻化本自无实 亦无实故空 如求尽中相 终不可得 三 亦有一空门 又称亦时亦不实门 为双照空有而入道 亦即以诸法计如幻 故称为有 幻不可得 故称为空 如尽中相 虽渐然时无可见 虽时无可见而有见 四 非有非空门 又称非时非不实门 为患有不可得 患空不可得 双遮空有而入道 即二边皆舍 据四教义卷三载 通交四门者 即大制度论卷义所说一切时 一切不实 一切亦时亦不实 一切非时非不实 大制度论卷二 法华经悬义卷八下 P4804 通理 一千七百零一 一千七百八十二 清代森 河北新河人 俗姓赵 自达天 幼时出家 随从显如真学习经论 二十岁一谈这山秀云四 得张寿巨族界 经严律部 后隐七河北庙丰山 著世法华等诸经 读方便品识如是之文 了解全十二至双探之义 由世通达诸经 更一秀云四 洞翁绿主探严四分律 寿南山之传 入京产名华言五教十宗之旨 为清代华言宗中心之祖 长阅成官之华言大书 讲报恩经与五台山万元安 赶的文书来线 乾隆十八年 一千七百五十三 奉命于圆明园佛楼管理森 路斯之应物 四子一 乾隆四十四年 高宗七十岁万寿之祭 与入京之地六世 颁禅喇嘛论佛法大义 喇嘛赠与香伯 曼达等 后赤丰 禅教禅师 乾隆四十七年世纪 世寿八十二 这有 这有 冷言经纸掌书十卷 冷言经玄士一卷 法华经纸掌书七卷 及法华经科文 法华经玄士 法华经事义 浦门品别行书等各一卷 兴旭高僧传卷十 中国佛教史第四章 黄产华 P4805 通图 及一般 共通之义 别图 之对称 一般佛教 共通之义 理教说 称为通图教义 若现于特定宗派 则称为别图教义 别图教义 乃一宗独特之教说 故教着重义于他宗之庙谈 如凡夫往生报图 及净土教别图之说 P4805 通或 别或 之对称 天台宗所立三或中 见私或未生文 原觉 菩萨等三圣之人 所共通断除者 故称通或 至于成沙 无名二或 系别教菩萨所当断 故称别或 参阅 三或 六百二十四 P4805 通云 一千五百九十四 一千六百六十三 明代灵济宗僧 江苏人 俗姓徐 自时期 世称时期通云禅师 自幼多吉 乃至南广寺出家 学贯内外 偶兰江苏家定护国寺 必上中风明本 所书之计有感 遂参险盛 寺之战 然原成 赋业密云原物 旅程所见 然皆为原物所斥 一日入世上位起口 原物举棒便打 诗碎大彻大悟 顿托一致 崇祯十四年 一千六百四十一 出驻于浙江灵鹫禅寺 大洪法画 立驻天台景星 严禁居禅寺 浙江雪斗山滋盛寺 浦润禅院 香山禅寺 浙江永家投驼山之秘印禅寺等 清顺至十七年 一千六百六十 复归南广 康熙二年 玉冬归雪斗山 为己己作而化 适寿七十 这有雪斗时 其禅师与鹿十五卷 高森摘药卷三 五灯盐筒卷二十四 五灯全书卷六十六 批四千八百零五 通为一千五百九十四 一千六百五十七 明代灵纪宗森 浙江家新人 俗姓张 自万如 是称万如通为禅师 年十九 于新善四出家 受剧足解 初夜闻古大师 富丽参珠民宿 一日偶月冷言经 大一九 一一一中 珠可孩者 自然非乳 不乳孩者 非乳而谁 四有所得 遂往金宿四参密云原物 酒而胃气 一日入城 见路旁人家 欧赤小司 万绪一四一 二零二上 看你藏在那里去 师不觉通身 勇跃而得悟 后四元悟之法 崇祯十三年 一千六百四十 开法如如愿 后移住浦州之曹山 赴千网龙池山 禅化十余年 清顺至十四年世纪 释寿六十四 这有万如为禅师 与路十卷 经收于明续藏 第七十册 五登会员 续略卷八 五登全书卷六十六 续止月路卷十九 批四千八百零六 通解十如是 又做总是十如是 法华经卷一方便品 举出十项 如是 之语称为十如是 然经中并无尽一步之解说 历代诸诗遂就此 十如是 广作产式 较著名者有 刘颂之法谣 萧綦之旋唱 梁代之法云等 天台大师 宗和诸诸诗之说 与所者摩赫指观卷五祥数 十如是之一般解说 称为通解 至以又创立新说 令从十法界 佛界 离合 为次等四方面 分别解释 分别解释实如是 称为别解四类 通解之实如是 即 一 相如是 又做如是相 指外在可见之形相 如显现之善恶行为 二 性如是 又做如是相 指内在不可见之本性 诸法本性各不相同 无可改变 如目有火性 欲缘即发 此性亦指理性 佛性 三 体如是 又做如是体 指众生之直体 如五蕴 十二处皆以色 心未其体 四 力如是 又做如是力 指诸法所具有之功能 如 你可谓气强之材料 五 做如是 又做如是做 指身 口 一三叶之作为 六 应如是 又做如是因 指召至果报之叶因 玄奘之后 心意做等流因 即前时所息染者 成为后时之善恶业种 七 缘如是 又做如是缘 缘 只住因 如以无骨之种为因 与陆水土为其缘 所谓因缘和合 种子及及与陆等助力而成长 心意做一首因 八 果如是 又做如是果 只从过去所息染之因 得其相应之果 心意做等流果 此习因 习果相隔之时现有三 一 二者相隔过去 现在二是 二 二者相隔现在 未来二是 三 于现在是中因果皆有 九 报如是 报如是 又做如是报 只由善恶业因所昭感之未来苦乐果报 心意做一首果 此报应 报果间 必相隔一世以上 十 本末究竟等如是 又做如是 本末究竟等 即以上数各项 如是 中之 相 为本 报 为末 本末皆由因缘和合所产生 故本末皆空 此空即为诸法平等之极致 又前九种如是皆属于 是 本末究竟等如是 则为 礼 若以天台宗之空甲中三地产世之 则自空地观之 本末皆为真空 自甲地观之 本末皆为妙甲 自中地观之 本末皆为中道法界 事之 此本末究竟平等之三地 即为 十相 而前九种如是 则为 诸法 两者合之 即天台宗以 时如是 阐释诸法 十相 信空真如 知药理 法华玄义卷二上 卷三上 法华文句卷三下 法华义书卷四 寿觉即卷下 时如是 一丝记 参阅 时如是 四百二十七 别解 自类时如是 两千八百零三 一四千八百零六 通道观 北周五帝建得三年 五百七十四 五月 被佛道教 为培养保存二教 根本义之人士 遂至通道观 因二教已遭肺毁 乃由环俗僧侣道士之中选出优秀人才为通道观学士 这一户履 讲奥庄之意 建议钻研佛经 佛教僧侣旅中卫通道观学士者有蒲矿人道灵燕丛等 于建得七年五帝崩时 通道观人存 何时费指责不阙之 旭高僧船卷二十三道安船 大唐内典陆卷五 周书卷五五帝纪 捍卫两进南北朝佛教使 第十四章 汤永彤 P4807 通达星 五相成生观之第一 右座通达本星 全称通达菩提星 执行者出蒙阿舍离之开示 而观察通达本有幸得之菩提星 修星月轮观法之位 即观察自心 驻于三摩地 口诵自信成就真言 观自心形如月轮 此月轮于清物中 盖清物表真无名 月轮表真本有之清静菩提星 行者依此而观 见福无名妄想之念 参阅五相成生观 一千一百二十 P4807 通达位 通达真如之位 右座见道位 见位 见地 乃为时宗所说物入 为时真如 的五种修行皆位 为时五位 之一 即菩萨正的无分别制 断离能取与所取之一切分别心 体会平等法界之修行皆位 即于前一阶位 加行位 之 是第一法 四善根位之一中 一于无鉴定 生起上品之如实至 应正能取 所取之空 而得根本无分别制 远离有所得之心 了正二空所显之真理 断除二障之分别随眠 而正著于为时之实性 称为通达位 一成为时论卷九 此位有真见道 相见道之别 所谓 真见道 位根本无分别制 实证为时性之真如 断除分别之随眠 虽经多刹那方的究竟 然以其相相等 故总称一心真见道 所谓 相见道 位后的智所设 即正为时之相 相见道又有形相相见道 九星相见道之别 形相相见道 更分三星相见道 与十六星相见道 菩萨若入真 相二种见道时 即生如来之家 而助于即喜的 出的 大臣庄严经论卷二真实品 参与 参与建道 三千 批四千八百零七 通乐寺 位于山西大同 原位臣帝时 谈要创建 寺在五周山中 帝出命就山崖遭堪立佛像 为先帝追伏 后臣数百堪 绵延二十余里 市集大同云钢石窟之烂商 其后又立二四 通乐四为其中之一 常驻千僧 为国行道 俗称石窟寺 京尚存 殿宇泽系明代建筑物 P4808 通论家 社论宗之一称 即指红通无者所撰射大臣论者 唐代道措之安乐集卷上 即善导之观无量受佛经书 玄义分中阶层提及通论家 P4808 通贤 1593 1667 明末清初灵纪宗森 浙江当湖人 俗姓赵 浩福时 十九岁被清治普陀山里夜少宗剃法 由云七柱红寿杀弥戒 其后立参诸方 至今宿四密云园雾处 参学数年 并随袁物赴敏地 后辞别袁物 住普靖安 又住浙江东塔寺三年 其间 袁物迁往天同寺 师随后 亦往天同审敬袁物一年 即闭关于五元 一年 闻袁物换集 再度参业之 为其法寺 其后立住浙江清廉 江苏吴江报恩 海门三仙广汇 浙江东塔 天同景德 七真 江苏善权 浮尘诛沙 康熙六年世纪 世寿七十五 这有福时禅诗与陆诗卷 续灯正统卷三十三 五灯全书卷六十七 天同四至 批四千八百零八 通罪 一千六百一十 一千六百九十五 明末清出灵济宗森 四川内江人 俗姓李 自障雪 李古自山清然出家 读法华经 大九 九上 乃至举一首 或付小低头 忠略 皆已成佛道 及其望得道 遂往而眉山修道 后闻密云原物之道 封而转位修禅 隐居古自山 读诸家与陆 于万丰参业原物之法 四破山海明 明崇祯九年 一千六百三十六 秋至天同四参业原物 而大悟 回万丰受应可 永历原年 一千六百四十七 未避难父尊义 三年 改称江西越安江上之龙 新禅院魏羽门 以为道场 及四方禅师讲传十二年 门人彻纲等纪 其间之得业行时 做成纪年路一卷 诗长彩路属的古今 森俗一零一零人之法 与行时等 历三十余年 集成锦江禅灯二十卷 及目路一卷 一千六百七十二 康熙三十四年世纪 试寿八十六 其一座有羽鹿十二卷 里中行一卷 清松诗集一卷 杂者文二卷 其法寺有云南半生本乡 懒石灵禅 及贵州月壮彻了 兴旭高森传卷二十四 明记颠前佛教考卷一卷二 批四千八百零九 通玉 一千五百八十八 一千六百四十六 明末清初灵记宗僧 江苏昆山人 俗姓陈 又称本玉 自灵 是称灵通玉禅师 二十岁李遥峰战川出家 受巨族借后便立诸方 得法于庆山天影元修 后出驻金陵中山石秋寺 赐移驻武陵宝炎 姑苏遥峰 崇真十一年 一千六百三十八 赴千镇江嘉山竹林寺 众星殿与大洪法画 举足笃石 足为匡徒者所效法 清顺至三年世纪 世寿五十九 这有宗门成范四卷及语录形式 五灯岩筒卷二十四 五灯书卷六十七 续止月录卷十九 批四千八百零九 通赴 为陈述事情以表达志向而令人知 赤修百丈清规卷四 大四八 一一三一下 汤药试者 中略 或赞缺试者 克制 通赴烧香 P四千八百零九 斗鸡 与对手之鸡根相应 斗 投合之意 吉诗家之鸡与学人之鸡相契合 为大物彻底 契合佛祖之药鸡 禅灵多用 投鸡 异语 又为杜 又为杜化顿根之拳桥方便 法华悬一卷一下 便显密二教论卷上 参阅 投机 两千九百五十二 两千九百五十二 批四千八百零九 连 托之祭 非哀家哀户送经起时 乃边走边送经起时 称为连 宣 宣 之对称 参阅 宣 四千三百二十五 批四千八百零九 事公 仪式 意味千流无常 指犯天王之宫殿及人类之宫殿 以其变迁一事 故有此称 据舍论计卷十八 大四一 二八二下 事公为梵王宫 以比梵王寄比位长 佛位对至比长寄故 故名梵公 事事无常以 又解事公所谓人公 人公宿归磨灭 故言事公 二事 游行之义 指日月星辰之宫殿 又称游须空天 P4809 是色渣 泛名JHA 巴黎名JEHA 又做是色渣 色渣 即色渣 意义梦下 为印度立第三月之名称 相当于我国英立 三月十六日至四月十五日之间 此月因满月十正值新宿 泛JHA 是色渣 出现 故以该星宿之名立位此月之名 世月属印度 渐热 盛热 雨时 冒时 渐寒 盛寒六期中之盛热时 春 下 秋 冬四季中之春季 冬 春 雨 中 长五时中之春时 热 雨 寒三时中之热时 泛Gross Mott 十二元申祥瑞金卷上 宝星陀罗尼金卷四 塑药金卷上 大唐西域记卷二 翻译名义级卷六 P4810 竹基末教 华言宗用语 只顺应基根而说的至末教法 以及至末法轮 相对于称法本教 即佛隐藏自内政 而随竹基根所说之小臣 三圣等法 盖华言宗以产阳别教一臣之华言经说 未称法本教或根本法轮 而未该经以外的其余经典之说 皆衍生自华言经 遂称为竹基末教 一华言一臣教一分其章卷一载 一准佛说称法本教之时 臣到第二个七日 处菩提树下 区分竹基末教之说法时 处为二种 一同时一处 为佛说莫教 三圣小臣 知时间同与本教 一臣而处所不同 二十处具意 为佛说三圣小臣教 与说一臣教之时 处皆不相同 前者系表示莫不离本 莫依本而成 后者表示本莫相分 莫本非一之以 华言经书卷一 成官 华言义成分其章 意愿书卷三 华言义成分其章 复古记卷二 批4810 造玄 唐代蜜宗森 祝长安慈恩寺 曾于青龙寺法全处受胎藏戒法 又于大兴善四番意愿支援正处受金刚戒法 贤通六年八百六十五 赚胎金两界血脉一书 是称造玄阿蛇离附属师资血脉 一其血脉所在 胎藏戒法之次地位大日 金刚手 达摩居多 善无畏 惠果 义操 法润 法权 造玄 金刚戒法之次地位大日 普贤 慢祖势力 龙猛 龙治 金刚治 不空 惠果 惠泽 元政 造玄 又当时有进驻四海云 东塔院一针 锦弓四深达 重拂四大狱 李全四文玉等 从青龙四义操受胎藏戒法 海云于唐太和八年 八百三十四 转两部大法相成 师资复法纪二卷 金胎两界师资相成 一其血脉 胎藏戒法之次地位 遮纳 金手 居多 无畏 玄超 惠果 义操 海韵 金刚戒法之次地位 遮纳 金萨 龙猛 龙智 金刚智 布空 惠果 一操 海云 日本台密家主张两部各别之乡城 故用此两师之邪脉 东密家则主张两部同一之乡城 故不用此两师之邪脉 太金血脉脉 太金血脉脉 至正 大日经书指星超卷二 天台密教 曼图罗启元 神灵龙境 日本大正大学学报第四集 P4810 造立形象 造立形象经 请参阅 造立形象福报经 全义卷 义者不祥 约翼于东晋时代 317 420 右座造佛像福报经 造立形象经 形象福报经 收于大正藏第十六册 经中叙述 祝幽田王发愿造立佛之形象 世尊即为王说造像之圣身功德 位于无量后世身心必得大福报 莫有 往生阿弥陀佛国之 推本经 出于圣行弥陀净土信仰之年代 此外 本经之同本义一经为作佛形象经 又作幽田王作佛形象经 作相因缘经 义者义不祥 约义于东汉 为君我无造立形象福报经 知幽田王赞佛祭与世尊达王祭 出三藏祭集卷四 历代三宝祭卷四 重经目录卷三 法经 开元世教录卷一 卷三 参阅 大臣造功德 经 826 P4811 造书天 泛名 Brahman 英译婆罗赫摩天 意译境天 梵天 即造梵字西弹章十二英字母者 梵字来源有多种说法 此及古代印度传说之一 以梵字为梵天所造 惠灵英译卷二十六 P4811 造塔功德经 权译卷 唐代的婆赫罗译 收于大阵藏第十六册 内容产说建立大小之塔 或安置佛之设立 法牙资找 十二不经 或书写法生计等 其功德广大 命中后当身犯事 或更得身无尽居天 经文简短 为时述行 一卷首之续载 此经于唐高宗永龙元年 680 12月 德婆赫罗三藏与西明寺元策等五人 于长安洪福寺一出 然五周之刊定 重金木路卷一则称于东太原寺一出 开原式教路卷九 大藏圣教法保标目卷五 致原法保堪痛总路卷四 P4811 造佛像福报经 请参阅造立形像福报经 造像 又做造像 古时未生人 亡人或己生其福 多有于森寺或崖壁间捐石成佛像 亦有以金属铸造佛像者 称之为造像 以石刻者 经存有北魏石龙门造像 及云钢石窟造像等 以同等金属铸造者 如陶斋及金禄所载送 寒迁造像 及北魏石长乐造像等 造像功德经 并为造像与血经 造寺造塔等 同具种种功德 关于造像之起源 向未学界所探讨之一大课题 据增益阿含经卷二十八载 佛陀上三十三天 下中三月不再言福提 十八阶国幽田王穆佛 以沾潭造五尺之佛像 舍卫国波斯密王文之 以紫摩经著五尺佛像 此时言福提内史有二象 另据近代日本学者 中村元所者中国佛教发展史 第五篇载 于印度原本认为雕化佛像 乃冒独神圣之事 故若欲打破 不准雕造佛像 之限制 则有赖于外来之冲击 且需为来自不受印度佛教 所束缚之另一种文化与传统 因而首度雕造佛像者 即是为坚陀罗人 引荐佛塔而来自希腊 罗马之工匠 其所雕饰尊相 类似希腊诸神像 P4811 造相良度经 权益卷 清代工不查不易 全称舍利福问造相良度经 收于万序藏第八十七册 本经叙述有关造立佛像之法则 佛在舍为国指数给孤独元 于将身刀利天为母说法时 对舍利福所问 以156之祭诵 述说佛之声量 肉祭 法祭 面伦 额科 唇齿 鼻眼 白豪 眉耳 颈尖 手臂 掌指 胸叶 腰腹 阴脏 膝肿 足底等长度规定 最后并有简短之流通文 本经于乾隆七年 1742 一初 译者公布查布又转造像良度经影 造像良度经解 及造像良度经续部 均收于大阵藏第21册 各一卷 其中 造像良度经影 论造像之由来 即汉世 范世 等分别 并附有释迦佛罗体 及这一像 无量寿佛像 文殊菩萨像 多罗菩萨像 世尊由化起十像 诸菩萨侍奉世尊在旁列立之像 不动明王像 如来满月面 菩萨基子面 佛母之面 明王四方面等图 造像良度经解 即注解本经之文艺 乾隆十三年 与金河编成四卷堪行 世纪乾隆版 又相当于本经之西藏译 本收于丹珠尔之中 然其译者不详 P4812 造像明 既有制造佛像之愿主 发愿者 佛诗 制作者 由来 年代等知名文 若系经同佛 则将造像明书于台座或光备后 若系木雕 则于适当处所直接刻上 或以墨书葬于佛像胎内 P4813 透三观 禅灵用语 三观 指三种由低而高之参禅境界 行者若能凡情宵禁 彻见诸法之虚妄不实即悟的自己之心性本源 本来面目或本地风光 则称为破出观或破本参又做渐性 其次 在渐性之后 在用功修持 则不但不畏 有所爱 而且亦能不值着于 空 此称为 透重观 又做大死大活 此后 在用功磨练 乃能达记兆不二 空有无碍之境 虽五欲当前 亦运用自如而不失本性 此为 透没后劳关 预选语录总续 P4813 部主部母 在密教 胎藏界有三部 金刚界有五部 各部中心之本尊 即称部主 产生部主或其他诸尊之本尊 则称部母 金刚界五部中 佛部之部主为疲鲁这那佛 以疲鲁这那佛乃诸法之根源 故不另立部母 金刚部之部主为阿佛 部母为金刚波罗蜜菩萨 宝部之部主为宝生佛 部母为宝波罗蜜菩萨 莲华部之部主为阿弥陀佛 部母为法波罗蜜菩萨 结魔部之部主为不空尘旧佛 部母为结魔波罗蜜菩萨 其中 四波罗蜜菩萨表 定 四佛表 至有依定而生智之意 胎藏界三部中 佛部之部主为金伦佛鼎 部母为佛眼菩萨 莲华部之部主为码头观世音菩萨 部母为白衣观世音菩萨 金刚部之部主为金刚守菩萨 部母为芒基菩萨 意识部主表 至部母表 顶 佛罗尼门诸部要目于胎藏界三部之部主 部母外 别利明妃 愤怒尊 及佛部 莲华部 金刚部各以无能圣菩萨 多罗菩萨 金刚孙那利菩萨为明妃 以不动尊 愤怒勾 君徒利位愤怒尊 补陀 补陀 落海会鬼 秘藏记 批4813 不行独爵 只具合不重而独物正果之原爵人 为 灵脚与独爵 之对称 二种独爵之一 独爵 又一座原爵 据据舍论卷十二 据舍论光纪卷十二载 深闻尘中之欲流 一来 不海等三果之人 以及四善根之最利根 将阵第四阿罗汉果实 赞离佛之教法而聚集若干之同修人 然人独官独私 或观飞花落叶之外源 或观十二因缘之礼而证悟的果 称为步行独爵 以聚集众多修行者于一处 足为步党 故称步行 又以无师离教而读自误果 故称独爵 相对于此 一人独处以证悟的果之原爵人 则称灵脚与独爵 参阅 灵脚与独爵 6932 批4814 不派佛教 原始佛教分裂而成之各教团派别 之总称 等在 只称为根本分裂 此后两部副分裂成二十部 北传分派说 或是八派 南传分派说 即除西山驻步 北山驻步二部 称为之末分裂 据一部宗伦论之记载 不派佛教计二十部 即佛灭后二百年间由大众部分出 一 说步 主张是出世法唯一假明 皆无实体 二 出世步 世间法但有假明 出世间则皆真实 三 基硬步 景洪阳三藏中之阿皮达摩藏 认为经 律皆佛陀方便之教 为九 分出 四 多文步 以所闻